当然包含着对科学本质的说明 我在这里只是做一个非精确的概述性表达 下面我们讨论知识创新的逻辑路径 你只有了解了科学知识 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的思想运用形态 它跟世界的对应关系 你只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你才有可能建立心知 你才有可能进行思想创新 因此我们把前面的课程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就思想本身的创新 指出它的逻辑路径 我下面用比较直观的方式讨论 第一切勿相信此前的任何科学理论是真理 反倒要确认它是距离真理最远的东西 正等待你来重塑它的倪态近身 就是你首先要确认科学不是真理 你想想 你想想如果你确认科学就是真理 面对既往的科学 你敬畏都来不及 你怎么敢去创新 所以请牢牢记住 不光是科学 人类一切学问都跟真理无缘 这是创新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意识要求 第二 你不要指望自己能发现什么根基永固的真理 因为根基不顾 恰好说明你的发现属于科学范畴 而不属于伪科学的遭迫 因为科学是那个错得最快的东西才叫科学 因此当你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的时候 你不要指望建立一个永恒的稳定的真理系统 不抱这个奢望 不挂这么高的要求 创新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现实目标 第三 回避修末问题 就是归纳法不成立 不要一味搜集和归纳正在研究的课题素材 因为归纳法不能证明 只能证明 因为归纳素材永远无法穷尽 如果你不断的搜罗事实 你不断的搜罗归纳要素 那么它将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工作量 所以黑格尔说一句名言 博学绝不是真理 就是任何一个好的理论 跟博学没有关系 跟你搜集的事实量没有关系 请大家看科学史 人类最重大的科学发现者 全是年轻人 开普勒 二三十岁 天文立法者 牛顿 大学没有毕业 由于黑死病 不得不回家休学 二十多岁 在家里 建立平方反比定律 什么叫平方反比定律 我再重复 引力等于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 做分子 也就是与引力乘正比 两个物体距离的平方做分母 也就是与引力乘反比 乘引力系数 引力常数 简称平方反比定律 这个东西牛顿是二十多岁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发现 只不过牛顿当年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 很平凡的 很简单的现象 他没当回事 直到四十岁左右 他在剑桥大学 做教职 有一次和一群学者喝酒 酒喝高了 有一个叫虎克的院士 给牛顿在酒席上讲 说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平方反比定律 牛顿说扯淡 这东西我二十多岁就知道了 这算什么重大发现 争辩着大为恼火 说有种你给我证明 牛顿为这场争论回家写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场酒不喝高 牛顿力学会消失 我想讲什么 牛顿发现他的学说 二十来岁 大家知道 爱因斯坦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出现的时候 爱因斯坦不到三十岁 是个民科 在博尔尼专利局当个小职员 狭义相对论产生 论文发表 几乎没有人能看到 十年以后 三十多岁 广义相对论发表 此后后半辈子 几十年 他想研究统一场论 把物理学的四大作用力统一 失败 年龄成长了 知识增多了 什么也做不成了 什么意思 博学绝不是真理 二十多岁的牛顿 二十多岁的爱因斯坦 二三十岁的开普勒 他比当时的物理学教授的知识量 要差多少 五六十岁的大学物理学教授 满处都是 车载斗凉 可有谁缔造了新的知识模型 所以记住 博学绝不是真理 不要无边无际的搜索 归纳素材 那不叫研究 那种做法是对人类思想模型的建立 完全缺乏了解的愚蠢表现 第四 康德问题 也就是在基本逻辑前提下 做演绎性假设 叫猜想与建模 想想我前面讲 哥白尼的建模 它是不需要事实的 它是需要逻辑猜想的 需要一个理念演绎的 第五 保持好奇心 这个话说起来很平凡 可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太难了 因为我前面讲过 一个人长成的标志 是丢失好奇心 什么叫保持好奇心 保持同心 因为只有儿童 才会有经意 才会对万事万物好奇 才会不断追问 一个人到了成年 由不得自己的 就会消失掉好奇心 变成思想僵化的载体 所以说保持好奇心 说来简单 做来极难 它甚至会让你显得 有些怪胆 或者有些不成熟 我记着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我偶然碰见了一个十年二十年没见过的童年时代的邻居小朋友 这个时候他跟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们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喝完酒 他给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这人都四十多岁了 怎么还是个青瓜蛋子 到现在还全然是学生心理 你就没长熟嘛 可这个状态 恰恰是我能做学问的状态 所以大家记住 保持好奇心 实际上就是组织精神生长 这在生物学上叫优态持续难度极高 第六 发挥想象力 听明白什么含义 我们所说的世界 永远是我们主观缔造的思想模型 不是客观世界的本真反应 因此具备想象力 才具备知识创建力 这叫意想天开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的感知是本真反应 你还有什么想象的余地 人类还需要思想干什么 思想的价值就在于 我们得不到本真 我们永远用猜想去虚拟本真 感知过程就是层层虚拟过程 请记住 威尔尔虚拟世界绝不是今天的现象 宇宙认知史就是虚拟迭代史 想想电子对知子达成的那个电中性 是不是一个虚拟 想想酸根对剪辑达成的那个盐 的收获是不是一个虚拟 想想你把光能量转化成明亮 是不是一个虚拟 想想你把波长变成颜色 是不是一个虚拟 想想你建立的逻辑模型 只不过是打不开的那个宇宙表壳的 模仿和猜想 是不是又一层虚拟 宇宙认知史就是虚拟发展史 VR的现象 其实只不过是虚拟迭代的当今形态 既然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虚拟 那么虚拟需要的是什么 想象力 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个异想天开的想象力系统上展开的 所以发挥和保持想象力在知识创新上至关重要 但是我后面要补充一句话 异想天开保持想象虚构和假设建模能力绝不意味着胡思乱想 他后面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叫精密逻辑证明 如果你做不到后半段前面的想象力叫扯淡 所以请牢牢记住 第七条 磕手严谨性 在学术和思想上 最遭反感 最忌讳的就是缺失严谨 而严谨只精密逻辑证明 最后第八 只要在逻辑上成立 或者说 只要逻辑自洽而圆融 一般就不用担心 该假说得不到验证 那是后人的事业 你以大功告成 你只要建立了一个严谨经过证明的逻辑模型 它将来就是事实 即使你的有生之年不能被验证 就像阿波罗尼提出圆锥曲线证明 要隔将近两千年才得到验证 但这尽管是阿波罗尼的遗憾 却是人类的收获 听懂这八点 叫知识创新的逻辑路径 理解这八点 前提条件在于 理解哲学思绪的整个系统 理解这两天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的精髓 我们最后讨论一个问题 大家听我这节课 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 我高度赞赏西方哲科思维体系 而贬低中国技艺文化粗帅逻辑体系 别搞错 我再说一遍 我不讲好与坏 只讲所以然 我只告诉大家不同文明缔造的思维方式 它是怎样发生的 它是什么形态 它以什么方式展开 它以什么方式运行 它以什么方式纵深 它达成怎样的思想后果 这里面没有好坏对错之评价 因为正是科学技术 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 都是人类智能潜力过度调动的产物 请记住我在前面讲 哲学叫爱智 爱智是什么 人类智能储备的过度调动 而我当时就讲 任何功能储备过度调动 都是损害性的 那么我最后落实这一点 当人类把自己的哲科思维能力 充分调动的时候 它到今天 展现为人类整体生存的巨大危机 给人类未来前途带来巨大阴霾 成为人类必须将来处理的 十分棘手的困境和难题 因此我说 既往的思想家 哲学家 科学家 不是人类的功臣 而是人类的灾星 而且我说 科学时代行将终结 后科学时代正在扑面而来 因为科学已经带来两重效应 第一 它越来越难以贯通整个广义逻辑 大家知道 打印斯坦时代 科学界已经惊呼 理论物理学 是理论的天堂 实验的地狱 而到今天 超弦理论 M理论 多重宇宙理论 平行宇宙理论 等等等等 科学上的最大创新 居然全都无法做基础验证 成为飘散在空中的奇谈怪论 它标志着科学 越来越虚无缥缈和玄学化 它标志着从学术角度 思维的高层施稳态达到极致 它标志着科学作为一门学术 行将结束 同时 科学缔造的结果 人类今天已经无法承受 它已给人类带来巨大毁灭性 灾难基础和灾难力量 而任何文化 一定是对其载体具备维护效应 方得存在 因此我说科学时代 行将结束了 后科学时代很快扑面而来 我们因此可以说 科学时代是人类死前思维范式中 最短命的一个时代 神学时代近万年 哲学时代两三千年 科学时代从哥白尼算起迄今 才不过短短数百年 它将要结束了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后科学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看今天的科学时代 一定会觉得我们极端可笑 怎么会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像我们今天看跳大神的巫师 觉得他十分可笑一样 可你一定要知道 当年的巫师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院士 第三 后科学时代一定是处理更大信息量的时代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可走 按照物眼定律 世界的运行是在信息增量的代偿过程中展开的 因此后科学时代一定是处理更大信息量的时代 只不过这个信息量的处理将会和今天科学时代有一个重大区别 科学时代但凡见到能够整顿成模型的信息量 立即加以建模验证 而后科学时代将对超大信息量要具有筛选鉴别能力 要能够确定更大信息量所带来的实际文化效应的远期预判 这是科学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 历来是眼前处理问题 能够当前处理问题有效 就视为建树 可它的远期效果是什么 我们根本无从判定 信息量不足 未来的信息量将会使我们对任何一个信息整理的知识模型的远期效果 做出高信息量预判 从而达成对其危害效应的冰出 因此它一定是信息增量过程的继续 而不是原有演化路径的反动 因此后科学时代一定得纠正今天科学时代 带来的那个灾难性效应 而且它的前导部分 仍然将以哲学前瞻的方式推动 因为我前面讲过 哲学是科学前瞻 它是在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提前探讨问题 那么哲学的这种前瞻性功能将在后科学时代继续表达 只不过它表达的后果不是科学前瞻 而是后科学前瞻 这就是未来哲学 对未来后科学时代文化再造继续发挥功能的重大思路导向作用 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科学时代的人 有必要继续保持哲学前瞻性探究精神的意义所在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好 我们今天开课啊 我们今天讲孔子 孔子极其如学 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灵魂与标杆 统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长达两千余年之久 这种情形除非宗教 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绝难见到 但是孔子的学说相较老子而言 显得浅薄而直白 因为孔子关心的是现实社会政治问题 而老子关心的是终极问题 因此孔子的学说就十分平淡 我给大家举例子 孔子学说的核心 其实就八个字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一个字是名词 第二个字是动词 它的意思是说 君要像个君 臣要像个臣 父要像个父 子要像个子 而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的平白之虚 他还讲 他说孤孤孤 孤斋孤斋 孤是商末周初的一种青铜酒器 最初制作的时候是六角形 到春秋末期可能有人创新 把它改成圆形或八角形 于是孔子哀叹 说孤啊孤啊 你已经不像孤了 在孔子的论语文本中 我们甚至会见到这样的说法 叫食不语 情不言 意思是说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睡觉的时候不要说话 请大家听听 这像不像老妈子训孩子的话 我们讲孔子的学说 浅薄而直白 这绝非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大家要知道 明末清初 当时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一方面带入西方文化 另一方面也把中国古代典籍 翻译成西文 介绍到欧洲 当时的欧洲打折 黑格尔见到孔子的文本 大失所望 我们听听黑格尔对孔子文本的评论 黑格尔讲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 之论语 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 这种常识道德 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 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 可能还有好些 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可以断言 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 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 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讲 他说孔子的书里只不过充斥着老辣的道德教训 这是他的原话 他甚至讲 他的书还不如不要翻译 翻译了反而有损他的光辉倾向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在中世纪时代 或者在欧洲近代以前 西方当时处在宗教亚裔状态 那个时候西方人知道东方有一个以德制国的帝国 而且他的管理模型是以人伦道德来建立社会秩序的 这比起西方神权亚裔人性显得温和的多 因此他们对东方极为羡慕 再加上当时一些不真切的传说 认为东方极为富庶 因此当时的西方哲人和学术文化界 把中国视为东方的天堂 大家知道到近代以后 西方大哲 比如莱布尼子 比如福尔泰 都曾经给中国极高的评价 甚至错误的极高的评价 我们后面的课程里会涉及这些内容 因此黑格尔当读到孔子文本以后 他大失所望 他发现孔子文本极为浅薄 那么说孔子文本浅薄 黑格尔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他是相当有道理的 大家不妨找古罗马社会学家 兼演说家 一个叫喜塞罗的人 大家读一读他的演说集 他讨讨论政治 法律 道德 人伦 社会制度 等等 各方面的问题 其精彩深刻的程度 孔子的学说 根本无法与之比较 而喜塞罗当时 乃至今天看来 在西方文化界 根本算不得一个责任 所以孔子的评价 是有道理的 我们为什么讲 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 只对了一半 是因为黑格尔 独不懂孔子 因为我在前面讲课讲过 文化绝不是 花里胡哨的东西 它是一种生存结构的反应 黑格尔理解不了 东方生存结构 及其文化适配关系 因此他读不懂 孔子学说的要义 因此我们今天讲课 我做一个说明 我们今天讲课 基本上不讲孔子文本 因为孔子文本 十分直白 十分浅意 今天任何一个初中生 如果他找一本 文白对照的论语 从字面上讲 我可以肯定 没有任何学生 读不懂孔子文本 但是你要想真正理解 孔子学说的内在精神 极其文化含义 你只停留在文本上 是决然不行的 因此我们今天讲课 不讲孔子文本 我们今天的讲座名称叫 孔儒的文化渊源 也就是讲孔子学说和孔子文本 背后的更深层的东西 孔子的学说浅薄而直白 从现代角度看 其中只有人伦之谈 而没有格物之之 也就是没有知识体系 而已经能成为中国地质时代主流文化的大成至圣先师 也就是孔子作为中国文人世代府的文化总导师 何以会持续两千多年 再者 孔子的志向在于治国平天下 而不在于治学求知识 何以历代中国旧文人 竟不能感觉到儒学的平淡乏味和苍白无聊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孔子学说的成因何在 他的效用何在 他对今天的中国乃至人类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先看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 孔子生活在周代 大家知道中国的周代 发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持续到公元前三世纪 总时度长达八百年左右之久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一个朝代 我前面讲过越原始的社会制度和构形越稳定 封建时代就发生在中国的周代 那么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一讲封建 就认为中国从古迹今 从周代 或者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一直到辛亥革命 我们通称它为封建时代 这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要知道中国的封建时代 仅建于周代八百年 所谓封建 出现在中国第一本书 也就是上书之中 什么叫封建 分封建制 才叫封建 当年武王克商 打掉商朝 我前面讲老子客的时候讲过 商代是始族部落帮连制 武王克商以后 就把他的血亲和众臣 七十一人 分封在中原周边乃至中原中属 用以平户中央 大家注意 这个分封制叫封建制度 各封国 他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治权 也就是他有完全独立的统治权 外交权 甚至有自己独立的军队 他们平户中央 这叫封建制度 中国到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 他最大的政治举措 就是建立军县制 所谓军县制 就是打掉各封国 或者各部落分封 然后由中央朝廷 向地方委派命官 这叫中央集权制度 这叫中央集权制度 政治学上 叫军主专制制度 它完全是封建制度的克星 也就是说 秦始皇统一 中国 中国的封建制度 彻底结束 那么中国近代 为什么会发生 如此严重的史学错误 因为日本学者 主要使用的是中文 在明智维新前后 他们翻译了欧洲历史 而欧洲史 基本上经历的 是史足部落制 封建制 然后资本主义制度 于是日本人 翻译的西方史学 发生过程 作为中国留学生 包括郭默罗在内 他们这些人 按照日本人的翻译 把中国社会 也就照搬为封建制度 再加上中国 近代新海革命以后 实际上所有的统治者 都倧向于 再取集权制度 因此也更愿意 在主流文化上 更宽容 把它误称为封建社会 这是造成中国史学上 一直把中国帝国 君主专制时代 通称为封建时代的 重要原因 周代八百年 它的封建社会形态 稳定完好 只发生在前期三百年左右 史称西周 在这个阶段 封建制度完好 周天子权威确立 被孔子称为 天下有道 李乐征法 自天子出 所谓李乐征法 李指国家政治法统 乐 指国家大型祭祀活动 及其乐章 所以大家注意 李乐 你可不敢把李理解为 李节礼貌 你也不敢把乐 仅仅理解为音乐 征法 指国家派兵打仗 这三件大事 由周天子说了算 西周封建时代 稳定完好 持续三百年左右 随后崩塌 以周幽王千金一孝 诗天下 周平王东迁河南落役 西周时代结束 史称东周 东周 又分两个时代 前三百年左右 称为春秋时代 后二百五十多年左右 称为战国时代 这一段时间 全叫东周 它的标志是 封建制度开始糜烂 周天子权威沦落 被孔子称为天下无道 礼乐征法自诸侯出 那这就是东周时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东远的中西哲学启蒙客 我们下面再回到封建制度这个话题上 那么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周代末期被消灭 为什么封建制度在当时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是因为相对于始祖部落帮联制 他建立了相对统一的社会管理体系 你今天看封建制度很落后 可你想想 五人最初建立一个大区域的统治系统 他怎么建立 他只能用封建方式建立 这就好比各位企业家 你早期创业的时候 你找什么人做自己的合作伙伴 你一定找自己的亲戚和朋友 因为你对他们最了解 对他们的调查最省力 跟他们合作成本最低 因此你早期一定建立的是家族公司 或者亲朋公司 尽管这种公司结构 随着你企业发展到规模以上以后 它会成为一个障碍 但它早期一定是成本最低 信任度最高 最稳定的一个结构 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所在 那么封建制度由于各封建诸侯国享有完整治权 因此天下保持一种对中属权力的制约结构 大家要注意 这个东西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 是一个重要的温床性要素 什么意思 由于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过早消灭了封建制度 这使得中国在宋代以后 工商业文明的萌芽 当时就世界水平而言达到最高水准 但中国永远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 也不可能缔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过早的消灭了封建社会体制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早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400多年 公元1215年 英国发生一个著名的政治运动 叫自由大宪章运动 所谓大宪章运动是什么 实际上是英国各封建领主联合起来 跟当时的英王签了一纸协议 这支协议严格限制英王的权利 其中83条 说英王只有宣战权和外交权 其他所有制权 基本上归属于各封建领主 甚至英王的税收权都不完整 税收都必须跟封建领主协商 由此建立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 王在法下的政治观念和社会习俗 这个东西最终铺垫了英国资产阶级 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因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它相当于平民 叫第三等级 大家知道欧洲贵族 第一等级 僧侣 他们控制人类的精神 有基督教解释权 所以他们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等级 贵族 他们视清视路 是息质 掌握国家政权 第三等级就是平民老百姓 而当时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 由于各封建领主更关心自己的经济收益 因此他们不亚议资产阶级 或者第三等级平民老百姓经商活动 尤其是各封建领地之间统治薄弱区 更成为第三等级经商和阶级意识逐步发生的空白地区 这造成资产阶级逐步壮大 最终成为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所在 由于中国过早地消灭了封建社会 王权势力极大 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又不能在分立的文化摇荡中被疏散 导致中国近代或者说宋以后上千年 无法发育真正的近代思想体系 文化体系和政治结构力量 到东周时代封建社会逐步紊乱 社会纽带松懈 我们把东周分成为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春秋 有学者认为大约在远古时代 人类还没有建立明确的四季关系 认为一年就是两季 叫春秋两季 这还不是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春秋是孔子所在国 鲁国国史的书名 传说中 由于孔子晚年 重新编修过春秋 于是就把春秋这部书 也就是鲁隐宫元年到鲁埃宫二十七年 这二百五十五年 时段总称为春秋时代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注意 在先秦时代 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史 绝不是仅有鲁国有 比如 晋国国史的书名叫成 成法的成 因此大家注意 你如果在古书上见到成 或者见到史成这个词 你就要知道它是指晋国国史 再比如 楚国也有自己的国史 书名叫陶屋 因此你在古书上 如果见到陶或者屋 这两个字中的任何一个 你都要知道 这是指楚国国史 那为什么会用 孔子所在国 鲁国国史的书名 春秋来标定这一个时代呢 是因为传说孔子晚年 重新编修过春秋这部书 他用威严大义的方式 也叫春秋笔法 所谓威严大义 就是用很少的语言 注入文本极大的道德和伦理含义 或价值观含义 把这个东西叫威严大义 也叫春秋笔法 传说孔子用非常少的文字改动量 重新修订了春秋这部书 我举个例子 比如春秋这部书原来记载 某大臣弑军 也就是谋杀了国军 孔子认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于是他就把这本书中 原来称呼这个弑军者的官号 改称为直呼其名 要知道在古代 对一个人的尊称是称他的官号 其次称字 直呼其名是对一个人的不尊重 孔子只做从官号改为直呼其名 就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愤慨 这叫威严大义 由于孔子编修过这部春秋 注入了他的整个价值观体系 在汉代以后 孔子学说变为国教 古代的法律相当粗属 法律细节在判案的时候 是经常缺乏意据的 于是竟然出现春秋断育的局面 也就是后来的行政长官 做法审的时候 如果找不见当时的法律文本参考 就以春秋价值观进行判案依据 可见春秋这部书 对中国后世影响何其之大 大家注意我前面讲过 在远古时代 我只要说世界各国 均指东亚中原世界各国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只知道 东亚这个地方任其为整个世界 后世文人把先前时代 东亚世界各国发生的任何事件 都用春秋来纪念 比如晋国发生某件大事 他不用晋国的史诚来纪念 却会说鲁昭公多少多少年 晋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由于后人总是用鲁国春秋这部书 以后作为这一个时段的纪念体的一个标志 因此后世把这三百年左右的时段称为春秋时代 孔子出生在春秋时代晚期 这个时候天下大乱 因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处 那么春秋时代 也就是东周时代的两个重大事件 表达政治体系紊乱的事件 第一 灭国现象不断发生 也就是各诸侯国互相兼并 大家要知道到春秋时代末期或者春秋时代中期 仅中原周边或华夏区域诸侯封国竟达一百八十之重 武王最初只封七十一国 以后各代周天子继续分封 封建诸侯国达一百五到一百八之多 大家要知道各封建诸侯国军仍然往下分封 于是往下分封的部分叫采义 也就是各封建诸侯国军给他的众臣和血亲继续往下分封 这种层层分封的采义封地竟达上千之多 大家可以想想当年的中原和中原周边的华夏之地 我前面讲过华指关中地区以华山为标志 夏指黄河下游为标志 在这样一片范围内 国家政治碎片化的程度竟达数百诸侯国和上千封建采义的程度 可见碎片化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周天子权威沦落 各封建主自行歧视 灭国和兼并事件就会不断发生 这是第一种政治事件 第二 士军事件不断发生 也就是国军被谋杀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 根据春秋左传 国语史记等古史记录 仅在春秋时代各国发生士军事件 史书记载者居然达43起之多 大家要知道 异国政治首脑被谋杀是不得了的政治事件 比如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 美国社会政治动荡 罗干年 像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 军主被谋杀的事件 竟然在短短250多年间 就发生43起之多 近代有学者统计调查 发现士军者的身份 绝大多数是公子公孙和清大夫 大家注意所谓公子公孙 就是君王的血亲 所谓清大夫 当年是士清士路制度 官位是士兮的 而士兮者都是贵族 也就是都是君王的血亲 两者总和起来 居然高达发动着77%的笔量 第二以士军的动机来看 公使成员篡位而士军的占51% 清大夫与国军争权而士军的占14% 总和下来也占65% 他们仍然是国军的血亲和重臣 以士军事件的直接原因来看 经过长期策划的占44% 由于偶然事件引起的占35% 原因不明的占21% 也就是说精心谋划士军占将近一半 因为一些不明原因 甚至很少的突然事件都能造成士军结果的也占将近一半 可见当时士军现象成为一个怎样轻易发生的政治事件 从发生事件的名次来看 第一名 晋国和齐国并列 二百到年间都发生八起 第二名 郑国发生五起 第三名 就是孔子所在的礼仪之邦 鲁国居然也发生四起之多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到春秋时代 封建制度已经崩坏到何等程度 口谓天下大乱 群雄风起 这才是孔子生活的总体时代背景 论语中留下了孔子的一个弟子 叫夷丰仁 他给自己的老师所处的时代 做了一个点睛式的说明 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夷丰仁 孔子五十五岁被拔官以后 由于孔子的著名弟子子璐的两位内兄 也就是子璐妻子的两位哥哥 在魏国做高官 因此孔子在鲁国刚刚被罢官 立即受到魏国邀请 于是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 最早去的是魏国 而且在魏国都留时间最长 居然三进三出 由于孔子在魏国长期办学 因此在魏国收了很多著名弟子 其中就有这个夷丰仁 所谓夷丰仁 就是魏国夷地采役的封建筑 他做了孔子的弟子 他在论语中留下一段话 说明孔子生活时代的状态 他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天下大乱已经很长时间了 老天让孔子来作为人事的警钟 我解释一下目夺是什么 古代铸造的青铜钟 中间用来敲钟的那个木舌头 叫木夺 也就是孔子作为乱世之警钟的含义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孔子生活的时代 天下纷乱 前些年有人在中国主流媒体上 讲论语心得 把它讲成幸福生活之类 这当然全都是湖白了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先秦时代孔子生活背景的更纵深内容 我首先解释什么叫先秦时代 所谓先秦时代在史学上 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 所谓先秦就是指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 往前隶属350年以上 这一段时间通称为先秦时代 那么先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非常重要 是因为它是中国文明史上的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大家注意 此前我们上中学上大学学历史 讲到先秦时代 老师通常这样讲 他说先秦时代是王权贵族制 向王权专制制度的演进 是封建奴隶制 向土地私有制的演进 这种讲法 你根本听不明白 先秦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式 因此我在这里换一个表述 请大家记住 先秦时代是中国自由文明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要知道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仅有过两次社会大转型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 就是1840年亚片战争 迄今170年过去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还没有完成 我们先来看看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局面 中国社会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 怎么转 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 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共和制度转型 它的标志是1840年亚片战争 大家看看 从亚片战争到今天 170年过去 我们中国社会极度动荡 快速运转 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我先列举一下 在这170年间 中国社会都动荡到什么程度 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 1840年第一次亚片战争 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亚片战争 1851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 接着洋务运动 接着1884年中法战争 再下来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 再接着1898年武序变法 再下来1911年新海革命 然后袁世凯执政 1916年袁世凯死亡 中国进入北洋军阀乱政 长达11年 然后从1921年到1927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 北伐战争 史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接着国共两党分裂 再接着抗日战争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再下来 国共两党第二次分裂 中国发生重大抗日战争之后的内战 毛奖之争 然后毛泽东时代 然后邓小平改革 我们会发现在这短短170年时间里 我们中国社会不断的折腾 折腾个什么 进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 这个时代将是中国历史上 第二次出现最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 经济家 社会活动家的一个伟大时代 我当然指的不是到现在为止 而是再往后隶数上百年 中国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 迄今中国这个第二次社会大转型 还没有完成 我们现在回望先秦时代 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 先秦时代 中国社会怎么转型呢 它是从半成熟的农业文明 向完全成熟的农业文明转进 甚至农业文明中 出现工商业文明萌芽的转进 它是从始祖部落邦连制 向封建制度转型 紧接着又向君主专制制度转型 由于它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转型 因此人才被出社会动荡 中国文化的整个奠基期在此完成 导致中国后世两千年的社会结构 被完全塑成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 看一下先秦时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究竟怎样进行 我们先看经济领域 先秦时代生产力高速发展 农业文明趋向于稳定化 牛耕技术普遍采用 青铜器普遍使用在农耕工具之中 铁器已经出现 大家知道人类早年 农业文明虽然发生在八千年 乃至一万年前 但在早期数千年的农业文明 采烈生存方式仍然是主型 农业耕种仍然只是 人类生活资料和食品资料的一个辅助部分 农业发展到一定规模 土地开垦的范围越来越大 森林植被被推移远处 人类才会从狩猎文明和采集文明 这种生存方式完全回归农耕文明 因此农耕文明的完全成熟 需要人口大规模发展 土地大规模垦直 林木大规模破坏 然后人们够不着森林 这个时候农业文明才能完全稳定 因此它历经数千年之久 中国直到周代 农业文明才逐步真正完全成型 狩猎 采集 退为次要的生活资料来源 不仅如此 在春秋时代 中国的农业文明中出现了工商业文明的萌芽 大家知道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 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人们生活逐步复杂化 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制作是非农业产品 早期非农业产品的制作是由农夫自己完成的 比如盖房子 比如织布 甚至制陶 但是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进一步复杂化 大量的东西农夫无法完成 比如更复杂的更多样的陶器生产 比如青铜的业链 工具的生产 所有这些东西就会造成分工 在农业文明中的分化和出现 分工出现 也就是出现了专业不在务农 而只制造某种为他人使用的产品 我们把这种不供自己使用 而是制造出来就为他人使用作为交换物资的东西 这种产品我们把它叫商品 商品一旦出现 交换活动发生 大家可以想象 人类早年交换活动是物物交换 因为商品种类非常之少 那么如果商品种类不断增加 你所要交换的物品 对方却并不需要 而对方需要的物品 你手里又不长有 于是就需要某种 统一的交换尺度和交换媒介 也叫一般等价物 也就是他能对任何商品做价值衡量的这样一个商品 这就是货币 因此货币的出现 标志着人类交换 或者说分工 或者说商品经济 发达到相当程度才会出现 可是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先秦时代 货币已经出现 早期是被币刀币 他标志着中国在先秦时代 农业经济大规模成熟 商品经济萌芽已经普遍发生 我们下面再看 政治形态 周天子权威沦落 原有的封建社会纽带松懈 不仅如此 各诸侯国做大 兼并天下的活动不断发生 灭国事件层出不穷 国际战争不断发生 不仅如此 他居然出现了重大的 社会阶级形态的变革 我举例子 比如晋国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的晋国 国军被四大重臣所架空 这就是著名的韩兆魏智四驾 后来韩兆魏三驾联合起来 灭掉了智驾 韩兆魏三驾主政 晋国国政 这个时候 赵家出现了一个著名政治人物 叫赵吴须 史称赵襄子 此人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 他宣布 解放赵帝所有奴隶 并赠送土地三十亩 同时 他向中原世界各国公布 任何奴隶 如果从他国逃往赵帝 一律解放奴隶身份 并赠送土地 要知道赵襄子的这个举动 使得中国大地上的奴隶制度瞬间瓦解 为什么 因为民为贵的思想是典型的封建思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 孟子说过一段话 他说民为贵 撤击赐之 君为清 很多人把它理解为 孟子有民主思想 这完全理解错 孟子从来没有民主思想 在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过民主思想 民为贵是典型的封建思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任何一个封建领主来说 他的最大利益不在于他封地的面积大小 而在于他封地上户口的多少 人口的多少 因为户口数越多 人口数越多 他的税收收益就越大 这叫民为贵 因此中国古代 所有官制都叫百户侯 千户侯 万户侯 拿户口数说话 就是这个原因 大家想 照相子解放奴隶 他得到什么 得到民 他得到两个重大的利益 第一 劳动力资源 人民的数量 第二 兵源 因此这就导致 周边各国各地 但凡不同时解放奴隶者 他的国民就会逃空 于是奴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快速土崩瓦解 要知道这件事情表达着中国社会的极度早熟 也表达着中国社会在先秦时代的社会动荡极端激烈 我举例子 我们都知道欧洲大地 比如法国 他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 直到18、19世纪以后 欧洲大地上还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度 贩卖黑奴早期是从非洲贩卖到欧洲的 以后美国南部 由于耕种棉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不足 贩卖黑奴的路线才从欧洲转向北美 我们再看 俄罗斯到19世纪已经被马克思称为欧洲警察 也就是俄罗斯已经相当强大 在欧洲说话极具分量 自彼得大地 俄罗斯向欧洲学习以后到19世纪 俄罗斯先进程度和强大程度 欧洲各国视为劲敌 可俄罗斯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度 大家再看美国 可谓先进国家 直到19世纪中叶 还发生南北战争 为奴隶制而打仗 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时候 中国奴隶制就已经全面崩溃 大家知道我们所说的奴隶制并不止家仆 中国的家仆制度 家奴制度一直延续到很晚的时间 甚至到宋代还有 但是我们所说的奴隶制不是指这个层面 而是指在生产领域保留奴隶制 这个东西在中国很早就已经解体掉了 它表达着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剧烈政治动荡 我们下面再看文化 大家知道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奠基期 甚至是完成期 我前面讲过 自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中国的国学文化 可以说再没有任何重大建树 除了东汉中期以后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 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奠基在先秦时代 那么先秦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思想体系的奠基 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人类早年的文化 是从始祖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发生 人类最早期的文化叫乌文化 大家注意乌这个字 上面一横代表天 下面一横代表地 中间一树代表沟通天地的人 这个字就是乌 乌是人类在始祖部落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代表 我前面讲过 你今天看乌都是些跳大神的 不入眼的人物 可他们当年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院士 而且早年的乌都是女乌 原因是人类早期血缘社会 都是母系社会 女性社会地位极高 再加上由于女性的质感和直觉 远比男性为好 就像男性的逻辑思维能力 略比女性为优一样 所以在男人看来 女性似乎有第六感官 能够跟天地沟通 用灵魂用直觉跟天地沟通 因此早年的乌都是女乌 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 社会男权化发生 出现男舞 大家注意 在乌的旁边画一只大眼睛 这个字念西 表达的是男舞 我为什么说是画一只大眼睛 因为看见的见这个字在甲骨文中 就是画一个大眼睛 然后底下画一个人 一个人扛着一个大眼睛 这个字就是见 它表明男性巫师 他已经不能用质感和灵魂 直接跟天地沟通 而必须眼睛看见才算数 男巫已经远比女巫的水平 大大降低了 我们下面再看 巫逐步转化 而形成如 我们先看一下甲骨文中的如这个字 我前面讲过 大这个字是正面立项的人 如果在正面立项的人的旁边画上语点 这个字就是甲骨文中的如 以后到经文 人们把分散在下面的水点 集中在上面形成语字头 然后在底下画一个正面直立的人 这个字就是经文中的如 也就是今天须这个字的含义 以后转注为如 加一个单理人 大家从这个字形变化上可以看出什么呢 所谓如 其实是古代乌西 在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以前 静身沐浴 以表前程的一个动作 它说明 如 是乌的变体 那么早年的如 我们把它叫古如 所谓古如 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中国古史研究界 大家统一认为 诸子百家 其实是对古如老子思想在不同角度上的解读 或者我们说的更准确一些 是先秦时代 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人类生活复杂化以后 人们对古如集中表达问题 展开分化探讨和专业表述的这个过程 叫诸子百家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先秦时代 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成型的时代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文化主干 都是儒学文化 我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 表述先秦时代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奠基状态 我这样讲 还不足以让大家真正感受 先秦时代的动荡状态 或者它的变化方向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烈的中西哲学启蒙克 那么我们下面从更直观的角度 再来对他做一泡戏 第一 对外兼并战争不断 而且越来越学性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 人类在文明化以前 是从来没有战争的 所有动物是从来没有战争的 动物之间发生同种斗争 一般仅出现在发青期 雄性动物争夺雌性生殖资源 它是个体化的斗争 绝不会形成集团化的战争 而且 所有动物发生种类的这种斗争 它一定是点到为止的 比如雄性动物争夺雌性资源 一旦一方战败 另一方基本上绝不追击 更不会置对方于死命 所以在所有动物中 它的个体性争斗是非常有限度的 唯独人类文明化以后 开始出现集团化 内部的残忍杀斗 大家注意 这个文明化的内部战争的发生 同种之间大规模自相残杀 是随着文明的发展 而不断激烈化爆裂化 早期始祖部落后期开始出现战争 打一次仗死几个人 几十个人 就是不得了的事件 因为早期始祖部落的每一个社会群团 也不过就几十个人 顶多上百个人 但是随后就出现部族战争 比如皇帝 燕帝 赤优 三大部族打成一变 这就是中国古代 皇帝燕帝赤优战争的描述 随后 伤灭掉下 周灭掉伤 然后一百八十多个封国 互相开始渐变 要知道在川丘时代 打仗一次 死几百人就算大战争 史书上就加以血腥的描述 要知道川丘时代打仗都是讲理智的 左传记载 说不重伤 不擒二毛 不鼓不长烈 这段话什么意思 他说川丘时代打仗 如果把敌军打败了 绝不追击 这叫不重伤 不造成第二次伤害 所谓不擒二毛 就是对方头上长着白头发和黑头发的老年人 不做俘虏 所谓不鼓不成烈 古代打仗 敲鼓是进攻 明罗是收兵 对方战斗集团没有形成阵列 绝不偷袭敌军 叫不鼓不成烈 所以春秋时代 从来打仗不用狡诈之术 尽管孙子兵法发生在春秋末期 但他真正得到大规模使用是在战国时代以后 因此 春秋时代的战争烈度非常之低 相对于战国而言 到战国时代 打仗死七千人六万人 史书记载不绝 仅是秦赵长平之战 秦国战将白起 一次活埋赵军俘虏就打四十万人以上 到此还没有结束 直到上个世纪 人类已经高度文明 居然发生两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场直接死亡人数一千二百万以上 仅是德法边境一个小小的凡尔登 一个小镇 机枪火炮之下 就让欧洲青年抛尸一百万具以上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场直接死亡人数五千万人以上 间接死亡人数二点五个亿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状态 我就很奇怪了 我们人类总是把人群中最坏的分子 说他有兽性 这简直是对兽性的污蔑 要知道 应该把野兽中最坏的那个分子 说他有人性才对 我们可以看到 文明的过程就是人性不断败坏的过程 而且就是人类自相残杀烈度越来越高的进程 我们再看 第二对内政变不断发生 却自上而下层层弥烂 什么意思呢 我前面讲 封建时代行将结束 封建结构松弛 周天子权威沦落 到此并没有结束 紧接着 架空了周天子的各诸侯国君 又被他的众臣所架空 比如我前面提到 晋国国君 被韩赵魏三家架空 比如孔子所在国 鲁国国君被三环架空 哪三环 纪孙史 孟孙史 书孙史 到此还没有结束 那些架空了国君的众臣 竟然又被他的家奴所架空 大家读论语 不断见到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叫杨虎 也叫杨货 一个叫公山不溜 这两个人是谁呢 是架空了鲁国国君三环之首 季孙史的家臣 他们又把季孙史架空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封建社会到先秦时代 春秋末期 它已经糜烂到何等程度 一个政治制度 一个社会结构 如果它上层摇荡 随之感染下层 整个社会层层糜烂 到基层政府机构都糜烂 标志着一个政治结构 行将结束 标志着一个社会政治形态 行将发生改变 周代稳定的封建制度 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 大型最稳定的社会制度 到春秋时代 也不过建立四五百年 就已经出现剧烈动荡 它标志着社会结构稳定度 在快速的下降 第三 人心不古 世风日下 大家注意我说的这八个字 是中国古人对人类道德趋势的描述 我们今天人都认为 人类文明程度越高 它的道德水准就一定越高 可这个讲法和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 古人讲世风日下 是说人类的道德水准是一路降低的 谁说的对呢 古人说的对 大家知道 人类在远古时代 从来没有法律这个东西 没有言行俊法 那个时代叫以德治国 要知道法治社会只产生了三千年左右 人类存在上百万年 或者说始祖社会存在上百万年 人类从来不用法治来管理人类 不用暴力的言行俊法来管理人类 它用什么 用柔和的 弥散性的道德体系 维持社会稳定 它表明什么 表明人类社会文明程度越低 社会稳定度越高 社会柔和度越高 社会暴力层面的显现度越低 大家看孔子说过一段话 他说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明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有耻切格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如果你用政治和刑罚的方式 来管理社会 人们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就会不碰触法律 这叫民免 免除法律的制裁 但是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 再缺德 人们都敢干 这叫民免而无耻 我们今天就是民免而无耻的时代 孔子又讲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就是你以德治国 以理治国 而不是以法治国 那么有耻切格 就人们都有羞耻心 都不会做败德的事情 于是整个天下 井井有条 格格有序 这叫有耻切格 他在讲什么 孔子在讲 法治社会的出现 是人类道德崩坏的产物 孔子用词叫理坏月崩 所以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赞美法治社会 因为法治社会是人类道德沦丧的产物 是道德纽带已经不足以维系社会稳定 人们不得不用暴力的方式管控人类的一个进步现象 如果我这样讲还不足以说服大家 我建议大家做一次旅游 要知道过去 那些旅游扛着大包 进深山老林里去旅游 他如果走累了 走渴了 走饿了 他让当地山民给他煮一碗水 做一碗饭 当地人会拿最好的东西招待他 他过后要给他们付钱 当地人是不好意思收的 随着文明之风挂入偏僻之地 他们全变成农家乐了 他巴望不得把你口袋里的钱掏空 尽管它是合法的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人类的道德 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 它一定是取向于崩坏 人类的纯朴性 一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失 为什么 因为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狡诈 越来越败坏 以纯朴守德之心维系生存 已经不可能了 标志着文明进程 就是人性败坏的进程 好我们再看第四条 叫没有进步 都半置于社会的动荡化和民生的紧张化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人认为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 社会就越稳定 可实际上 我前面讲老子课的时候就讲过 社会越进步越发展 社会的稳定度一定越丢失 我前面在老子课上讲过 人类在非农业文明 也就是采烈生存阶段 稳定生存上百万年 农业文明持续一万年 工商业文明仅数百年 三四百年 今天正在被信息文明 或者生物文明取代 从微观上看 社会结构的稳定度 也在不断降低 举个例子 比如2001年911事件 恐怖分子只不过 炸掉了三座大楼吧 整个国际政治动荡十余年 到今天 反恐战争还没有结束 要是在远古时代 你一次毁掉或者烧掉 几百座房屋或者宫殿 你对整个地球人类的生存 有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都没有 所以我们会发现 人类文明程度越高 社会的稳定度就越低 动荡度就越高 我再举例子 今天生活在城镇的人 甚至生活在农村的人 如果断水断电 你马上就会成热锅上的蚂蚁 正常生活根本无法维系 可在远古时代 人类没有电 所有人都言和尔居 也永远不会断水 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生活 越复杂 文明度越高 社会生活的动荡度越高 社会生活的脆弱性越高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发现 我们社会生活的紧张度 也在不断提高 大家首先要知道 人类农业文明 一年只忙一两个月 因为古代黄河流域 一年只种一季庄稼 他只有在博种期和收获期 这两个月是农忙时间 其他一年十个月 基本上都是农闲时间 因此古人过年过四十五天 而今天你过年过春节 只过六七天 平常所有的人 叔父两个人每天上班 天天小跑着上班 要知道古人 一个男人在外面工作 也就是一个男人种田 种近白亩土地 粗放耕作 足以养活七八口人 大家知道古人没有避孕技术 结婚以后生孩子 生十个八个孩子 就算活一半四五个孩子 加上上面两个老人 一个男人养活七八口人 根本不成问题 女人只是在家里 不停地带孩子管老人 就已经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 所以一个人养活七八口人 那时候多生一个孩子 叫多百亿双筷子而已 根本不构成任何负担 可是今天不但夫妇两个人 整天奔忙 而且养一个孩子 是中等收入家庭都难以承担的费用 华商报统计 说现在把一个孩子 从幼儿园养活到大学毕业 研究生毕业 你没有上百万元 是很难实现 所以我就很奇怪了 你说你今天物质生活丰富了 怎么叫丰富了 请注意 这不叫物质生活丰富了 这叫生存成本提高了 把概念别搞错 可能有人会说 古人没有汽车 没有电视 可你要知道 你今天汽车 是你的生活必需品 你没有汽车 你上班都上不了 甚至菜都买不回家 你说没有电视 总该可以吧 是可以 可是你这个艰苦 朴素的优良品种 一定会因为找不见老婆 而段子绝孙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这叫生活成本提高了 不叫物质生活丰富了 不仅如此 你今天的生存安全感 还在一路丧失 我举一个例子 古人是物物交换 早期从来没有通胀 到后来重金属作为货币 即使在欠收年节 粮食也不过涨价两三倍 可我们今天使用的钱是什么 是纸币 是假钱 较超 这种东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通货膨胀 它在正常年份 每年通货膨胀 2%到3% 也就是每15年 购买力下降一半 更重要的是它动辄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我举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德国战败 在魏马共和期间 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 德国马克通货膨胀8万倍 1948年到1949年 民国政府行将崩溃 它的法币和金元券 在一年时间里通货膨胀3万倍 直到1991年前 苏联解体 苏联卢布 一息之间通货膨胀1万2千倍 原来一卢布换3美元 短短几天时间 变成4000卢布换1美元 我们就拿通货膨胀1万倍来计算 它是个什么含义 一个千万富翁 一夜之间变成不到1000块钱的穷光蛋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即使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它都没有安全感 它得拿自己的钱去干什么 去投资 投到哪 汇率 房产 股市 期货 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每分每秒都在不断震荡的曲线 请大家想想 你把你的身心抛洒在这条每分每秒 都让你心惊肉跳的曲线上 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这就是为什么 古人从来用不着编制幸福指数 人类一定是缺什么才喊什么 你今天是因为丢失了那个幸福感 出在极度的焦虑之中和不安定之中 因此你才得编制幸福指数 请大家注意听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一个表面上是一个相反说法的对文明的评价 现代人对文明进步给予高度评价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不知道古人的生活状态 生活安宁状态和生活幸福状态 要知道古人生活是非常悠闲的 是非常宁静的 是绝无处处实时处之焦虑的那种宁静 而悠闲 是幸福三大基础的要素之一 你连悠闲都丢掉了 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今天的文明 之所以我们人类给出误判 是因为文明已经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 今天的人讲文明 相当于盲人墨像 相当于一叶账目 什么意思 你指着文明大树的一枝一叶 说这就叫文明 谁都看不清文明的全貌 因此才会对文明做出进步论的误判 为什么古人对文明都是持批判态度 从老子到孔子到佛陀 你仔细想想佛教讲什么 戒定慧 他要戒决什么 戒决文明的纷扰 为什么古人对文明都是批判态度 是因为古人看待文明 文明才是一个小小的树苗 他能看清文明的全貌 并且能看清文明增长的趋势 因此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文明进步的过程 就是人性败坏和人类生活灾难化的进程 因此他们对文明大多取负面评价 和警惕心态 这就是先秦时代中国先贤们的基本社会观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先秦时代的文化塑成 达成保守论的原因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先秦时代对中国文化基本思想格调的奠定作用 和奠定有序状态 他标志着一些深刻的眼光 存留在其中 他同时为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稳定生存 奠定了全面基础 这就是先秦时代的大背景状态 作为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构造力所在 这就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状态 和文化生发状态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前面讲了先秦时代的基本状态 我们下面讨论两个中国文化的特异现象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国家统一为大国体制是正常的 分裂为小国状态是异常的 而且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出现了天下观 孔子讲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老子在他的书中也不断讨论天下这个概念 大家要知道 在远古时代 出现大国稳定体制 是非常罕见的 它才是一个 非常态 而不是正常态 大家看 今天的欧洲 跟中国国土面积差不多 迄今分裂为几十个小国 搞个欧盟还摇摇晃晃 那么 中国早在远古时代 也就是公元前十一世纪 尤其是到公元前三世纪 就开始出现相对稳定的大国体制状态 要知道这个情况是很特异的 我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环帝中海文明 早年公元前四世纪 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国体制 这就是亚历山大帝国 可大家知道 亚历山大大帝仅活了三十二三岁 亚历山大大帝刚一逝世 亚历山大帝国立即崩解 环帝中海地区还有一个大国 古罗马 它虽然存在时间很长 但是它真正作为一个 雄强稳定的大国出现 也仅仅维系了几百年 到西罗马帝国 在公元五世纪就灭亡了 唯独在东亚出现一个稳定的大国体制 中华 数千年耳不坠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好 我们再看 我把它叫幼稚文明的老成现象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中国是最典型的农业文明体制 那么农业文明是人类的第一茬文明 也就是人类文明最幼稚的形态 可是这个最幼稚的文明 却处处表达出老态 这叫文明幼稚老成现象 我举例子 宏观上 它早在三千年或两千多年前 就出现大国体制 它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统一文字 大家知道欧洲近代上个世纪 曾经有人想统一欧洲文字 搞世界语 以失败而告终 而且中国早在公元前后 就出现科举制 到隋唐时代彻底成熟 西汉早年叫举校联 叫查举制度 到隋唐以后叫科举制度 什么叫科举制度 在平民社会中 选拔社会管理者 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公务员考试制度 站在历史上看 你说科举制度有很多问题 不错 它使得所有文人 只读四书五经 只关心学尔优则事 所有文人 全都挤在这一条独木桥上 几乎没有任何文人 关心自然学问题 导致中国文化后来严重偏废 这是事实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 它却是人类最早出现的 文官考试选拔制度 要知道人类在远古时度 叫诗清诗路制度 也就是社会管理者官员阶层 全都是试习制 我举例子 1789年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直到革命成功以后 将近半个世纪 1830年 法国绝大多数官位 还是试习制度 1830年以后 法国才开始逐步建立 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 我们从宏观上可以发现 中国社会极度老成 极度早收 尽管它是人类最幼稚的文明形态 它不仅表现在宏观上 而且表现在微观细节上 比如 西方文化讲性 爱呀爱呀爱个没完 中国文化讲食 吃呀吃呀吃个没完 不过大家得仔细想想 什么人关心性的问题 年轻人一定更关心性的问题 因为吃一顿饭耽搁 他谈恋爱 这顿饭他是不吃的 什么人关心吃的问题 老年人床上的事弄不动了 才只好讲吃 食文化是典型的老年文化 我们再看 即使是食文化 中国食品酸辣刺激 而西方食品甜淡油润 它天然就符合儿童的口味 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 你在家里天天给他做中国菜 孩子是不吃菜的 你偶然带他到麦当劳肯德基 他从此把你赖上 为什么 因为西方食品天然 就是按孩子的口味设计 请想想 什么人需要酸辣刺激的食品 老年人 舌头上的味蕾感受气退化了 不是酸辣刺激的食品 就不足以使他开胃 因此即使是中国的食文化 也照顾老年人 我们再看 西方人性情率真 而中国人城府高磊 在西方 说假话 是个不得了的大事 如果你在法庭上说假话 叫伪证罪 你得承担刑事责任 西方人 在中国人看来 都是些青瓜蛋子 即使到成年 他们直来直去 从来不绕弯 而中国人 城府高磊 改革开放早年 西方经济团体到中国 跟中国企业家谈判 绕弯两三个小时 西方不知道中国人想干什么 中国人有一句民间谚语 叫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意思就是说 说话七分都保留着 即便你听这三分话 还基本上都是假话 那么大家想想 什么人性情率真 孩子一定性情率真 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你经常从五六岁孩子的口中 听到非常深刻的话 让大人很吃惊 其实他不是深刻 他只不过是说了一点真话 而我们已经早就不说真话 因此才会有吃惊感 什么人 城府高磊 成年人 老年人 历尽沧桑 受尽磨难 不得不把自己越包裹越紧 所以中国人在性情上 也是一派老太 大家再看 西方文化 倾向于竞争 而中国文化 强调和谐 不过你得想想 什么人喜欢竞争 孩子们一定喜欢竞争 你给孩子买一个玩具 是他独自玩的 他两三个小时 给你扔到一边了 你让他参加竞争性游戏 他乐此不疲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足球运动 篮球运动 这节竞争性很强的经济运动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体育产业的原因 什么人喜欢和谐 老年人他争不动了 只好讲和谐 所以他骨子里仍然表达着极度老成的状态 我们再看 西方文化倾向于朝前看 而中国文化倾向于朝后看 他最典型的就表现在东西方学者做学术的状态 大家要知道西方文化叫批判学术 我们今天讲做学术的人都是这种受西方如然的学术风格 所谓批判学术 就是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 对前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横挑鼻子竖挑咬 说他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然后另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 这是典型的批判学术 中国文化怎么做呢 反过来 朝后看 全都是翻固执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中国早就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了 请注意 你如果现在见到国学大师 不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 你搞错了 第二 他是个骗子 比如大家说纪献林是国学大师 纪献林本人都不敢承认 因为纪献林不是研究国学的 他是研究东方外语一个小语种的专家 他研究什么 土火罗文 土火罗是什么 远古时代阿富汗一个部族的古文 再下来 你只要见到国学大师 他一定是骗子 为什么 因为国学的基本训练 建国以后 甚至民国以后 国人再都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做国学的基本方式 是什么呢 全都是向后看 翻固执堆 他有三项训练不可或决 第一 叫训古 什么叫训古 我不说它的学术含义 我说简单一点 就像我们第一天讲课 讲假古文 也就是要把中国每一个方块字 找见它不同时代的含义 以及不同时代的流变 如果你不能对每一个中国文字 找见它的古含义和流变进程 你就无法解读古代经典 你解读古代书 你用今天的中文来解读 基本上都是误读 这叫训古 它在干什么 翻固执堆 第二叫考据 什么是考据 你可不敢把它理解成考古学 考古学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中国自古从来没有考古学 因为中国古人认为 挖祖先的坟墓 是一个最缺德的事情 因此中国古代只有盗墓贼 绝没有考古学 那么什么叫考据呢 就是一个学者 对他所要研究的问题 他必须把前边的学问人 所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研究资料 都搜罗到位 这叫考据学 他在干什么 朝后看翻固执堆 第三叫注书 大家先看注 什么含义 你不仅要把在考据上把相关资料全部找齐 你还得把前人在书的留白处 对书中考据文献的注文都找到位 这叫注 所谓书 是后世文人 对前面文人注文的注文叫书 你也得搜罗到位 他在干什么 全都在翻固执堆 这就是中国现在早就没有国学大师 因为这种朝后看的学术训练方式 早就已经在我们的教育节消失 那么什么人穷向于朝前看 年轻人一定总是朝前看 什么人穷向于朝后看 老年人中年人穷向于朝后看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 你总是回忆自己当年有多么了不起 它标志着你老了 中国文化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 第一茬文明的完整保留 可是它的文化却在远古时代 现在就已经老成化 而且僵化 这是非常奇怪的文化现象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为什么会发生中国文化独具的特色 我们下面就把中外学者 包括英国上个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教授费正清 以及华裔学者包括黄仁玉等在内的很多学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类 归类为六点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交代 以便于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以及孔子文化塑成的社会土壤 第一条 黄土树松肥沃 随黄河冲击而广备中原 易于开展原始农耕 这一部分 我在第一天课程中已经讲过 不再重复 第二 我们讲中原是地球上仅有的三大原始农耕基地 但是这个地方气候怪异 它每年的降雨 全部集中在夏丘那三个月降下来 导致汉烙灾海平壤 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姚善友 写过一本书叫《图书集成》 他在其中考察了民国往前隶属 2270年间史书上记载的重大汉情 老灾以及其他灾难 他统计下来发现 2000多年里史书上记载的重大汉灾 1392次 重大水灾1621次 这其中还没有计算 虫灾黄灾等等 平均每年发生灾情1.33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时代 大家互为敌国却互借粮食的原因 我举个例子 比如秦穆公时代 晋国发生重大汉灾 于是晋国向秦国借粮 秦穆公凯然应允 大家首先要知道 秦晋两国历来是敌国 因为晋国就摆在秦国的东面 秦国东出寒谷关 逐鹿中原面临的第一大障碍就是晋国 所以现在有一个词汇叫秦晋之好 你可千万不敢理解错 把它理解为秦晋两国关系很好 它是两国关系极度紧张 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 缓和紧张关系 叫秦晋之好 因此秦晋之好 是指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 叫秦晋之好 数年以后 秦国发生巨大灾情 向晋国戒粮 这个时候晋国的国军换成了晋惠公 晋惠公这个人真是一个魂求 他不但不向秦国戒粮 反而认为秦国这时候最为衰弱 举兵进犯秦国 于是秦穆公率领老秦民 跟晋国打了一场著名的大战 始成寒冤之战 把秦军打得大败 竟然活捉了晋惠公 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战例 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中原大地上 尽管它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生法地 却灾害平仍 大家分立为小国 谁都无法安宁生存 第三 黄河凶险之治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知道我们的文明叫黄河文明 因为中原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开端 但是黄河却是世界上最凶险的一条河流 要知道所有地球上的河流绝大多数 它的泥沙含量一般顶多有5%左右 即使是地球上泥沙含量第二大的河流 南美的亚马逊河 它的泥沙含量在雨季也不超过12% 可是黄河它的泥沙含量平均就在42%到63%之间 真正是咬一碗黄河水半碗泥沙 那么黄河流到中原地区 文明人开始在黄河两岸筑堤 水流变缓泥沙沉降 黄河河床不断太高 到汉代 黄河河床高过地外地平7米以上 到宋代 达19米到20米以上 真正是一条天上河玄河 成为挂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把德摩克利斯剑 大家想想 如果各自分裂为小国 你怎么治理黄河 这个河流你是无法治理的 你治理有什么用 你的上游不治理 你治理有什么用 它不但不治理 它还专门撅开河堤淹泥 因为兵法上讲水淹气军 因此黄河成为逼迫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一把戾气 我举个例子 秦始皇统一天下 派30万大军进攻卫国 他的主战将王奔 就是原来那个王俭的儿子 率领30万大军 久为卫国首都大梁 三个月攻不下来 王奔怎么办 绝黄河堤淹调大梁 为国立即投降 它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分立为小国 沿黄河发展 根本无法正常生存 我们再看第四项 叫游牧生态与农业生态截然分明而又彼此毗邻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讲东亚大地是封闭大地 但是这一片东亚的大地上 却分布着两个文明形态的生存方式 这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业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 北疆游牧文明就构成中华文明 农业文明的重大威胁 大家首先注意一点 中国的长城绝不是秦始皇修建 它是在先秦时代 战国时代 各北疆分立小国分头修建 比如燕国 赵国 秦国 分头修建了长城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 只不过是把这些片段的长城连接起来了而已 也就是说长城在建造以前 没有经过任何人的统一设计 可是奇怪的是 它居然和15英寸等雨线刚好对齐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15英寸雨量线 或者叫15英寸等雨线 15英寸雨量相当于年降雨量380毫米到400毫米 也就是说低于400毫米的地方 无法发展农业文明 年降雨量低于250毫米的地方 只能长草发展游牧野 年降雨量低于100毫米的地方 一般会变成荒漠化或沙漠 而这个年降雨量400毫米的这条线 居然和长城刚好重叠 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长城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组割线 而它恰好和15英寸雨量线对齐 而且长城是人类历史远古时代 最巨大的一个土木工程 它偏偏出现在东亚 说明什么 东亚两种文明的冲突极为剧烈 大家知道 远古时代 先秦时代的匈奴 一直到西汉 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 然后唐代的突厥 以后宋代的金辽西夏蒙古 一直到清代的女真人满人 中国不断受到外族的侵袭 都是北疆游牧民族的冲击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我们讲谁落后谁挨打 这个讲法是很成问题的 你把历史拉开一个长卷 除了近代公元15世纪以后 谁落后谁挨打 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更暴烈的文明 叫科学时代 在此之前数千年 人类历来是谁先进谁挨打 我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 周灭掉了商 商是有文字 有文化的 周书记载 唯我引人 有书有册 周是连文字都没有的蛮族 却灭掉了文明程度最高的商 到战国时代 西蛮子西戎风格的秦 灭掉了文明五国 然后唐代 他是先卑人建立的政权 要知道李世民身上 四分之三以上是先卑人 建立了大唐帝国 再下来 元 蒙古人 建立了中国的元朝 请记住 鲁迅说过一句话 成姬思汗不是我们的汗 也就是在宋代的时候 蒙古不属于中国 属于外族侵略 元朝 89年 中国人老老实实 做王国奴 要知道元朝把人分四等 第一等蒙古人 第二等色穆人 中亚人或者欧洲人 白人 第三等汉人 第四等男人 南方人 因为他最终被占据 中国人老老实实 做王国奴 直到1644年 20万女真人 把老太太小孩子 加上只有20万人 而中国人后当时在一亿左右 居然打掉中国 突入内地 建立满清政权 不仅中国如此 西方照样 大家想想 古希腊被谁灭掉了 被他北边的马其顿蛮族灭掉了 大家再想想 古罗马帝国被谁灭掉了 被欧洲南下的日尔曼蛮族 和西哥的蛮族灭掉了 可见人类在远古时代 你把历史长轴拉开 历来是谁先进谁的 为什么 因为农业文明的人 骑不到马背上 大家要知道马凳这个东西 直到东汉初期 才开始在全世界普行 远古时代 骑马 两脚是悬空的 一个人把自己主要的精力和体力 都用在驾驭马皮 两腿紧加马腹 两手紧抓马踪 尚且不能驾驭马 马一旦快跑或跳跃 人立即被摔下来 摔成骨折 躺在船上一百天 懂不了 而游牧民族的人 从小就骑在马背上 放牧 两腿夹紧马腹 两手腾空 挥刀物件 由此建立了 他们的骑兵体系 要知道 在近代以前 骑兵历来是步兵的克星 因为骑兵机动性极强 而中国古代是没有骑兵的 农业文明人是没有骑兵的 叫车饼 所以你读古书 它上面讲一国军力强盛 用什么词形容 用千盛之国万盛之国 那盛是哪个字 成法的成 所谓一盛 就是一辆战车 外甲十几个到七十几个部族 三个重甲式站在车上 其余轻甲式跟在车后 叫一盛 而我在前面讲过 古代的车轴 是一根轴穿两个轮子 两侧轮子转动始终一字 所以它不能快速拐弯 因此它机动性极差 骑兵因此成为步兵作战的 最强力的一个集团 大家知道骑兵在什么时候才衰落 直到第二次大战初期 闪电战 立体战 天上飞机 地上机枪火炮 才把骑兵打灭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进攻波兰 波兰一支上万人的骑兵部队 被快速歼灭 骑兵部队至此才衰落 我们可以由此知道 古代社会 农业文明 常常受到游牧文明的冲击 而且基本上不是对手 总是打败仗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种文明的冲突 历来被中国视为严重外患 和重大国情 要照顾的一个重大问题的原因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再举一个例子 孔子的弟子们曾经坐在一起 非裔管仲 大家都很熟悉 管仲是春秋五霸 第一霸 齐桓公的宰相 那么孔子的弟子 为什么非裔管仲 是因为他们认为管仲有严重的道德缺陷 因为中国古代秉承的道德观念 是好女不嫁二男 好士不适二主 就是一个好女人 一辈子不嫁两个男人 一个好男人 一辈子不服死两个竹子 管仲在齐桓公江小白 在登上王位以前 跟他的哥哥公子鸠争夺王位 管仲是公子鸠的老师 管仲的朋友包书牙是江小白的老师 那么争夺王位的过程中 公子就失败 江小白登基 按道理说 管仲应该自杀 至少应该讨流亡 他却去跟他的敌人江小白 其还公当宰相 所以孔子的弟子 认为管仲有严重的道德缺陷 这个看法是正常的 可孔子怎么说呢 论语中留下一段话 叫微管仲 无其批乏所任意 大家先看微这个字 画一个长头发的老人 如果我在这个老人下面画一个孩子 这个字就是孝 画一个长头发的老人 甲骨文 如果在他的旁边画一只手 手里拿一个棍子 这个字就是微小的微 微这个词 它的原意是什么 击打老人的意思 跟孝这个字刚好相反 那么微管仲是什么意思 孔子讲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微是批评的含义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成语 叫颇有微词 就是我对你有批评的话要说 孔子讲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那么我就批法左任 什么叫批法左任 中国古代身体法 受制父母不得毁伤 所有人包括男人女人都不得剪头发 一生不剪头发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发越来越长 因此所有文明人不得不竖法 根据性别社会地位的不同 竖法的形式不同 而野蛮人是把头发披下去的 今天女孩子把头发披下去 是野蛮人的做法 什么叫左任 我们今天穿的服装叫西服 扭扣都在中间 要知道东亚古代 扭扣是在两边的 文明人扭扣在右边 野蛮人扭扣在左边 孔子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批评管仲 我就批法左任做野蛮人 孔子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弟子批评管仲 是因为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宰相 他给齐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国策 叫尊王攘夷 要知道春秋时代 各分立国家进行灭国 互相兼并 这个时候齐国是春秋第一把 力量最大 他也灭一些小国 但是在管仲作政下 他建立的基本国策却是尊王 也就是大家团结在周天子的周边 团结起来干什么 嚷疑 抵御外族侵略 我举例子 匈奴人进攻燕国 管仲居然派齐军帮助燕国 抵抗匈奴 大家知道燕国是齐国最重要的敌人 处在秦国北边 燕照之势极有战道理 战国时代 燕国在越义将军的带领下 曾经灭掉齐国七十二城 几乎导致齐国父王 这就是著名的田丹就齐的故事 可见齐国跟燕国的关系何其紧张 可是管仲却带兵帮助燕国抵御匈奴 匈奴进攻曹国行国 管仲不但带兵援助 而且帮助他们复国 由于管仲九次跟诸侯召开盟会 让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略 这才导致北疆匈奴人 没有灭掉中华文明的 嫩弱的文明之涯 大家想想 当年的中原文明 仅仅是一小片 如果不是这样 中华文明早就消灭了 我举一个例子 古希腊 我在讲西哲课的时候 我给大家摆过古希腊地图 古希腊可是一个大希腊 包括小亚西亚 包括希腊半岛 包括亚平宁半岛 也就是意大利半岛的南端 希腊那个时候十分强大 他居然两次打败世界第一帝国 波斯帝国两次 两次波西之战 希腊都是胜方 可最终如此强大的古希腊 却被马其顿蛮族灭掉了 而当年的中原文明 十分微弱 如果不是管仲 中华民族早像古希腊一样 消灭于历史烟尘之中 这就是孔子为什么 对管仲给极高评价 居然用了这样八个字 叫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我讲什么 我再告诉大家 在中原这片地方 大家分立为小国 根本无法抵御游牧文明的冲击 文明的冲突 这个问题是很难对付的 我们再看第五条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 可是它的可耕地面积却十分狭小 高山沙漠昭泽湖泊占去国土总面积的将近90% 可耕地面积只占10%稍多一点 民国时期 民国政府国土部调研 中国可耕地面积占中国国土总面积10.4% 今天国土部调研 可耕地面积只占10.6%稍多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举两个例子 印度国土面积大约只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可它的可耕地面积居然比中国达60%到70%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养13亿人口 印度足足可以养20亿人口 大家再看美国国土面积跟中国相仿 可它的可耕地面积净占国土面积40%以上 如果中国可以养13亿人口 美国足足养50亿人口 可美国今天说它只有3亿人口都太多了 不仅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极低 而且中国人生起孩子来 生孩子的能力极强 尽管他的文化不讲性 这实在不是因为中国人好这一刻 而是由于生物中 什么意思 中国古人占据了地球北半球最好的一片区域 叫中纬度地带 美国近代强盛 也跟美国占据了美洲刚好跟中国对面的中纬度地带有关 中纬度地段是最适合于生物繁育的地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地球上生物质量最大的分布带都在中纬度地段 因为它光照亮适宜 温度适宜 要知道我们人类的生理运转节点 是被太阳规定的 这叫生物中 也就是我们的生理运转节点是跟着太阳走的 生物中大致在人体适中数的周边 它调节着人体生理运转的时间和节点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所有人 一天24小时血压最高的时段 出现在凌晨4点到第二天上午10点 这个阶段是你血压最高的时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晚年发生心血管意外 百分之七八十都发生在这个时段的原因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人类是从4亿年陆生生物的 咒形动物进化而来的 大家知道老鼠猫头鹰是夜行动物 但绝大多数动物是咒形动物 我们人类是咒形动物变异而来的 人类的生物节点跟着太阳走 在中维度地区 夏天太阳出升起的时间 四五点钟 因此古人历来遵循这样的生存 作息原则 叫日出而作日末而息 早上四五点起来就开始干活了 晚上七八点就睡觉了 每天足足八小时 生物中就是这样调节的 亿万年来早上四五点起床 从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就这样 因此血压增高 干什么 增加供血量 增加肌肉爆发力 这叫生物中 我讲到这里 我顺便说一句 我们今天讲科学技术是双日键 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但是我说 科学技术是单日刀 只有坏的一面 只砍掉我们人类的生存技术 我比个例子 爱迪生发明灯泡 总该没有副作用吧 可是自从他发明灯泡 我们人类从此不按时作息了 全都过了夜生活了 甚至看电视 看电视是什么 不就是看一个彩色灯泡吗 结果把所有人的生物中搅乱 这是人类今天新出现上万种疾病 发生大量恶性 无法治疗疾病的重要基础原因之一 我们回到一半话题上 由于中纬度地区生物中适宜 所以中纬度地区动物植物的生育能力极强 繁殖能力极高 因此中国人口自古占世界总人口 20%到25% 我再举个例子 我认识的一个老人 他的一个朋友在50年代 曾经做苏联专家的翻译和助理 他所服务的这一对苏联专家 是年轻夫妇 在苏联结婚三年生不了一个孩子 以为自己有不孕症或者不育症 女性叫不孕症 男性叫不育症 55年来到中国 59年撤回去 在中国待了五年 竟然前后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临走以前给这个翻译讲 说你们中国可真是生孩子的福地 大家想想 中国可耕地面积极其狭小 而人口繁殖能力极强 由此带来一个严重的麻烦 就是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格外紧张 我们再看第六条 东亚地形封闭 我在前面就一再讲 中国东亚这片地区 它的北面西伯利亚高寒动土地带 西面 帕米尔高原 西南面青藏高原 南面横断山脉 古人根本无法翻阅 东面浩瀚的太平洋 也就是它是一个全封闭地貌 这个封闭地貌 就导致在远古时代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候 外族人或者外族文化要想侵入中国 非常之难 它在某种程度上割离了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往 从而构成中华文明独自发育精雕细琢的格局 我前面讲过文化是有遮蔽效应的 文化只有在交流状态中才会突破自身 我们下面看上述第一项条件 是中华文明格外早熟的原因 也就是平原成为人类仅有的三块原始农耕基地 因此中国农业文明发育极早 极为早熟 上述二三四项条件 也就是气候怪异灾害平仁 黄河凶险分立为小国不能治理 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冲突剧烈 分立为小国无法抵御 这三项因素导致中国必须及早建立大国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出现天下观 这个观念的原因 也就是中国为什么远古时代就构成大国稳定体制的原因 上述第五项条件 也就是可耕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繁育能力极高 造成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格外紧张 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关注人伦社会问题 而偏废自然学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第六项条件 也就是中国的封闭地貌 是中国文化在诗交流状态下 独自精雕细琢数千年 把一个幼稚文明塑造成一个极度成熟 乃至老化僵化文化的原因 我们理解上面这些大环境 大背景大土壤 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 也才能理解孔子文化的真正内涵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谈一些跟孔子相关的话题 在谈这个话题以前 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观念 就是人类远古文化 三大要素不可或缺 哪三大要素 第一求治的要素 第二启蒙的要素 第三教规的要素 什么意思 我一项项解释 首先大家要建立一个观念 人类社会不是人类缔造 人类社会是从生物社会中增长出来的 此前所有社会学家 哲学家 包括马克思在内 此前的学者都认为 社会这个东西只有人类才有 社会是人类缔造的 这个说法今天已经不成立了 在上个世纪后半夜 西方生物学界发现 所有生物都生活在社会群团之中 人类社会是从生物社会中 或者从动物社会中增长出来的 这就是著名的社会生物学 这个新学科得以建立的核心思想 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门学问 我只想告诉大家 不要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缔造的 社会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38亿年 人类社会只不过是生物社会的中卧晚进形态而已 那么人类社会一旦发生 它立即走向失序 为什么 请大家想想生物社会是怎样构成的 生物社会或者动物社会 它是生物社会动物个源 发生体质层面的残化和分化 由此重新建立残残补和的生机结构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生物社会或动物社会 我举一个例子 生物学家研究抹赤木社会 什么叫抹赤木社会 就是蜜蜂蚂蚁社会 大家看一下 抹赤木社会 昆虫社会 动物社会 它们是怎样运行的 蜜蜂社会中有蜂王 其实它不叫蜂王 它在生物学上叫雌蜂 整个蜜蜂社会中只有雌蜂 具有雌性生殖能力 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是围绕着性增值这个中轴运转的 因此人类把仅有的这一只雌蜂叫蜂王 雌蜂的体格是普通蜜蜂的五倍 寿命是它的十倍 它居然每天排卵上万里 比它的体重还大 由于它是蜜蜂社会的增值中属 因此构成社会运转的核心 它完全就是一个雌性生殖器官 它就残化到这种程度 没有任何其他能力 生物社会中最大的群量叫工蜂工人的工 它是雌性器官没有得到发育的雌蜂 它们长着长长的口气 长着轻盈的身体和飞舞能力极强的翅膀 它的腿上长着大量的腿毛 而且腿毛构成花粉栏 采得的花粉可以放在腿毛构成的花粉栏中 飞回草学 所以工蜂完全就是一个采密工具 它天生就是一个残化的 不具有生殖能力的采密工具 蜜蜂社会中还有一个小群量 叫雄蜂 它们在飞舞过程中跟雌蜂交配 一旦交配完毕 立即壮烈殉国 它们完全就是一个会飞舞的雄性生殖器官 在蚂蜂社会中还有一个阶层 叫兵蚁 它们长着厚厚的铠甲 生物学上叫几钉纸 嘴上长着大大的熬钱 以至于头部太重 身体运动平衡都难以把持 它们什么功能都没有 什么事也干不了 只有一个作用 为蚂蚁社会守门和参与蚂蚁社会的战争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所有动物社会和生物社会 社会各源在体制上是残化的 因此它的社会结构是永远稳定的 它不可能发生社会结构和阶层变革 因此社会超稳定 所谓人类文明化是什么 就是因为人类建立社会结构 已经不靠体制层面的残化不合 所有人体制上都是相等的 都是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 仅有两性之体制差别 因此人类早年叫性结构社会 跟动物社会一样叫血缘社会 人类把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始祖社会 是因为人体只有两性差别 一旦超越始祖血缘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 人类靠什么来进行社会组合呢 靠制制残化 从体制残化到制制残化 也就是靠智能的发育 来分工分化 从而建立社会结构 请大家想想 我们每一个人在体制层面 是平等的 是相似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不甘心 居于社会下层 每一个人都想寄身于上流社会 因此社会一旦文明化 一旦受到性结构约束的释放和解散 人类社会立即取向于紊乱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文明社会 早年的远古文化第一要素 都缺少不了求智的概念 和求智的追求 就是求得社会治理和社会安定的 这个诉求 第二 叫启蒙的元素 我在前面讲课讲过 所谓文明化社会 其实就是被逐出移电源的过程 叫施乐源 也就是自然界不再给人类提供任何生存资料 人类的所有生活资料 都必须靠人类自己制备 我们今天吃的穿的用夺 甚至我们今天吃的水果 全都是人类培育的 自然界都是不存在的 或者都是以原始非常小的状态存在 由于人类的所有生存资料 必须靠人类开发智力 自行 自备 人类方具有微弱的社会存在的资格 或自然生存的资格 因此人类文明社会一开始 它的原始文化诉求里必须有一项叫启蒙调动人类的智慧 这就是人类文化第二大诉求的得以形成的原因 第三 教规的元素 什么意思呢 我前面讲 人类体制平等 因此如果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在社会上活动 所有人都会穷向于一个方向运行 而社会结构却要把所有人排布在不同的结构位层上 因此人类就必须给自己的社会群体和人民 划出定位生存的规定 请大家想想 凭什么你来制定社会规则 要我来遵行 我来制定社会规范 要你遵行行不行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既然是平等的 那么所有的人从理论上讲 就没有为整个人类 整个社会群团建立社会规则的条件 没有这个资格 因此自古以来 人类必须缔造高于人类的主 这就是神学和宗教 在人类早期文化中分量极重的原因 因为只有高于人类的主 才有给人类制定社会规范的 资格和条件 这叫教规的元素 请大家注意 在人类原始各族群中 他要么没有开化 没有形成人类原始文化 但凡开化者 他的这三大文化诉求 每一项是由不同的人分担的 比如求制的元素 由政治家和法老承担 法老是古埃及社会的国君 启蒙的要素 由哲人和博物学家承担 博物学是科学的前身 教规的要素 由教主和僧侣承担 唯独在中国 这三大原始文化要素 由义人承担 我们把这种人叫圣人 他的典型代表就是孔秋 因此大家一定要明白 西方有哲人 没有圣人 东方有圣人 没有哲人 十四世纪前夜 有一次元文宗迎接 从古天竹国来到中土的高僧大德 他就问他身边的一个汉人大臣 叫陆春的 他说你们汉人 为什么遵从那个土的吊渣的儒学 却远离如此华贵的佛学 我前面讲过 佛教是最尊贵 哲学体系最深厚 逻辑体系最缜密的一个华贵宗教 陆春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陆春讲 佛教是金 道教是玉 而儒教是道粮 人生可以没有金玉 却不能虚于失去道粮 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定位 这就是儒家学说表面上看十分浅薄 而骨子里却和中国文化生存结构相匹配的 那个基本状态 所以请大家记住我前面讲过 文化不在于它是花里呼哨的东西 而在于它是生存结构的实配体系 这句话的含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看一下孔子论语的结构 要想真正读懂论语 请记住人类原始文化三大要素不可或缺 第一 求智的要素 因此孔子学说第一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求智 叫星周里畅王道 好梦周公 大家知道孔子总是梦见周公 他的学说的核心 是要对当时春秋时代的社会进行改造 他的改造方式是恢复古智尊贤爱民 因此他总是想恢复西周早年的周理有序状态 天下有道状态 这叫星周里畅王道 孔子自己讲他总是梦见周公 因为周公诞是治理坐月的西周第一人宰相 也就是为周朝建立国家统治法统的那个人 因此孔子的学说第一部分求智的部分 他把周公诞治理坐月的政治操作理论化 而任何东西只有理论化以后 才能持久而致密的得到执行 这就是孔子学说在政治社会学上极具力道的原因 孔子在八译篇中讲 说周奸于二代 鱼于虎文载 物从周 什么意思 他说周代的政治社会文化 借鉴了下商两代的文化 因此鱼于虎文化极为茂盛 因此我追随周代文化叫物从周 大家想想老子物从商 老子是追随商代史族部落文化的代表 孔子又在唯正片中讲 他说唯正以德 譬如北臣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 他主张以德治国 他说如果你有了以德治国的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天上有了北极星 所有星辰都是围绕着北极星运转的 可见他的政治诉求极高 他的整个书中铺满了治国治天下的 那些政治要求和社会实质功能 因此我们讲一介不一 胸怀天下不自量力 随成圣人 这是他的学说的第一部分 孔子学说的第二部分 启蒙的要素 叫半思学行教化 有教无类 孔子最早办思学 而且面向民众办思学 所谓有教无类 就是不分阶级阶层等级 所有人都可以在我这里受教育 叫有教无类 由此开创了 冯友兰所说的 中国的市之风气 大家注意中国这个市 中国社会市农工商 市的社会地位极高 在西方市都是武士 所以你读一下 塞班提斯的书 唐吉格德 他实际上讲什么 讲欧洲武士阶层的 败落和衰落 但是中国的市 主要都指文士 而中国的文士 是由儒家开创和培养 中国的文士 构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 2000年的解释权 构成中国科技制度 进入官僚体系 统治社会的中间力量 同时 中国文化在办思学的过程中 逐步弥散到民间 起到了中国社会 孔子之后的 全面学风开放的状态 因此我们看 孔子在论语中描述 说默而失之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何有余我债 他说我默默的有所认知 学习从来不厌倦 教育也从来不疲倦 他说有了这些东西 我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 孔子的弟子言回 曾经在论语中留下一段话 他说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沾之在前 忽焉在后 夫子寻寻然善诱人 博我以闻 悦我以礼 欲罢不能 大家注意 这是学生对老师的评价 他说我看老师 永远看不见他的高度 中国有一个词汇 叫高山扬指 就是你站在山下面 你把脖子都快拧断了 你都看不见 山顶叫养指 他说他的老师 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就是我想钻研老师的学问 永远钻研不透 我一会儿觉得他的学问在前面 一会儿又觉得他要讨论的问题在后面 夫子寻寻善诱 不断地给我们讲课 博我以闻 使得我有了文化 悦我以礼 使得我有了规矩 懂得了社会规范 欲罢不能 就是我终生追随老师都离不开老师 可见 孔子的启蒙魅力 因此我们讲 一介寒事面向署名 未然文风 随成先师 这是孔子论语的第二部分 启蒙的要素 第三 教规的要素 大家注意 孔子学说 讲君子之道 八门 叫格物智之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他的核心是修身 要想理解孔子的学说 关键在于要理解孔子学说中的六个字 我们在前面先讲三个字 第一 我前面讲过 理不是治理貌礼节 而是国家政治法统到民间礼仪礼节的总和 周公诞治理作乐 所以孔子学说的核心 叫克己赴礼 克尽自己之所能 回归西州早年 周公诞治理作乐的那个时代 这是他学说和思想的核心 甚至是他的政治纲领 那么第二个字 人 请大家注意这个字 一般学者都把它解释为从人从二 意思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 大家要互相与人为善 这个解法对不对呢 不对 因为二这个字 在甲骨文中我们看到 他写成这个样子 他实际上是上 他画一个案台上面摆一个东西 这个字是上 我们在甲骨文中也见过这个字 画一个案台下面摆一个东西 这个字就是下 我们在甲骨文中还见过这个字 像一个除号 这个字叫上下 由于要发两个音节 所以后来被淘汰 请注意 人这个字是什么 许慎都解释错了 洪汉时期著名中国第一个语言学家 古文字学家 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里 都把它说成从人从二 因为许慎当年只能见到经文 甲骨文1899年以后才开发出来 这个字的意思是从人从上 他的意思是上等人要爱护 下等人叫人 请记住 孔子在论语中讲人 有一百五十多种讲法 核心叫人者爱人 因此大家要特别注意 孔子学说绝不讲平等 孔子学说是典型的贵族学说 叫礼有尊卑 孔子学说由于古代的时候 社会管理者全都是贵族 而且是贵族世袭 因此他认为要想让天下稳定 上等人就必须爱护下等人 这个概念叫人 所谓君子之道 所谓君子是指有道德的贵族 所以孔子把人分为三等 第一叫圣人 就是最有权力而又有高德的人 第二叫人人 就是具有极高的社会治理能力 而又具备高度道德的人 第三叫君子 就是普通贵族 或者追求贵族道德精神的人 所以孔子的人是讲 上等人要爱护下等人 这一点大家首先要理解 理解孔子学说的第三个字 数 请注意这个字 我们大多数人理解它是在宽恕这个复合词上理解 这样理解不行 你得看懂这个字 心如将心比心的意思 用孔子的原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叫数 孔子学说另外还有三个字 我们后面讲 叫孝 忠 智 注意智和智 智史的智和智力的智 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字通甲字 那么智是启蒙教育 开化智力 孝和忠是什么含义 我们下午再讲 那么请注意 理人数这三个字 是理解孔子学说非常重要的基础 人 我前面讲过 最核心的意思 人者爱人 数 孔子原话表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翻遍所有的宗教读本 圣经 古兰经 佛教 你在所有这些宗教文献中 你几乎不用翻译 就能见到完全同样的表述 他说明什么 说明孔子文本的第三部分 就是教规部分 请大家注意 孔子活着的时候是十分狼狈的 根本没有遵从地位 比如实际中记载了这样一段 说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的时候 有一次来到郑国 结果在郑国首都的东门 和自己的弟子走失了 他的著名弟子子贡 就去寻找他的老师 结果碰见一个老人 就问他 说你要找的那个老师 是不是奇嗓四摇 奇象类高摇 其肩类子产 然自腰以下 不几于三寸 雷雷若丧家之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说你要找的那个人 是不是脑门看起来有点像摇 脖子有点像膏摇 然后呢 肩膀有点像那个最早立法的子产 腰短了三寸 但是这个人看起来像个丧家之狗 你是不是要找这样狼狈的那个人 然后子贡回去就以时告孔子 说别人形容你是丧家狗 大家知道孔子怎么回答的吗 实际原文记载 形状为也 说描述的那个形状不一定确切 而为似上家之狗 然在然在 说我像一条上家狗 实在是说对了 大家知道孔子 为什么当年如此之狼狈 三四百年以后却居然被祭上圣坛号称塑网所有的皇帝都要给他的牌位磕头 是因为人类原始文化中不能缺失教规的元素 这是孔子最终被记上圣坛的原因 所以大家读孔子论语 你想读懂它 核心的要素 是要理解人类原始文化不可或缺的那三大要素 你把这个东西都明白 理解了 你才能真正读懂孔子学说的综合状态 圣人学说及三大原始文化要素于一身 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分量所在 也就是儒家学说统治中国主流文化 像宗教一样牢固 持续两千多年而不溃散的原因 本人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先说明一下 我讲过早就已经没有过学大师了 所以大家听我的这个课 不要当作国学来听 把它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分支来听 我不是国学研究者 我研究哲学或者说 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分支 我的讲课内容 传统文化片多一点 是因为它跟我们大家比较有亲切感 比较容易贯通大家的思想 整个讲座 其实设计的内容很多 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外 设计西方哲学 印度佛学 人体哲理 人类文明的趋势与危机 这个课实质上是什么 是文化人类学的别样解读 或者说是人类文化学的另类注解 所以大家听我的课围绕着这个轴心展开思路 我们下面讲孔子 孔子就其出生地和终生活动 主要在鲁国 由于鲁国是周公诞的封国 鲁国第一任国君是周公诞的长子薄秦 我们前面讲过 周公诞作为西州第一任宰相 智礼作悦 奠定了西州的整个国家法统 因此在鲁国 理智文化极盛 周礼文献深藏 被称为周典章之藏地 周礼乐之圣地 这是孔子作为鲁国人 能够把周礼文化 系统化 理论化 最终形成独到的 中国农业文明思想主轴的原因 石马谦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对孔子的身世 做了非常详细的描写 达一万多字 讲得非常详尽 比起讲老子不到七百字 搞不清老子是谁 全然不同 因此我们讲孔子身世 我讲得粗略一点 做一个大概梗概介绍 而不做重点 其实孔子不是鲁国人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人 孔子的元祖叫福复和 是宋敏公的嫡长子 也就是说 他有继承宋国军位的资格 运气不好 没有当上 孔子的七世祖叫孔傅家 在孔子家系中 社会地位最高 因为他曾经做过宋国的大司马 相当于国防部长 正清之在 孔家的孔姓 就是从孔傅的字中 扣出来的这个字 成了孔家的姓 他的七世祖孔傅家 做大司马 曾经率领宋国军队 打过一场著名的大败仗 结果被宰相所杀 有史书记载 说孔傅家被宰相杀 是因为孔傅家的老婆 长得极漂亮 宰相早就寄予他的夫人 可见一个男人娶老婆太漂亮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孔傅家被杀以后 孔家地位开始沦落 到孔子四氏祖 也就是高祖 叫房淑 就已经离开宋国 迁居到鲁国房地 做一个小封建筑 到孔子的父亲孔和 也称淑良和 已经沦落为一介五世 所以孔子加戏是个破落贵族 而且是沦落到鲁国的破落贵族 实际记载何以言是女 也何而生孔子 这句话被很多人 包括很多学者解读为 孔子是一个私生子 这个解读是有问题的 大家注意 鲁国的首都 在金田山东屈府附近 屈府的周边有一座山 叫倪丘山 据说他的父母 在倪丘山也何生了孔子 所以孔子的名字叫丘 字叫仲尼 仲是老二的意思 名和字里有尼丘二字 就是纪念这座山 也何究竟是什么含义 它绝不是指像今天这样的 婚外非法性行为 它在古代是一个合法的性行为 远古时代成年男女 但凡没有配偶或者丧偶者 在春季的时候 比如阴历二月二三月三 举行庙会 白天是庙会祈祷活动 晚上都可以在那里野和 要知道这个制度 在中国古代如此 在西方世界各地 古代都是如此 甚至在中国近现代 我们在农村腹地 仍然能见到过这种现象 它是什么情况呢 它是人类早年 队偶制的一种补充 因为队偶婚制 是人类文明化以后的一个别致产物 所有生物都是群婚制 人类在文明化以前也是群婚制 群婚制绝不会造成 生殖资源浪费 但是队偶婚制 却会造成这个后果 比如年轻夫妇刚一结婚 有一方就死掉了 生殖资源浪费 比如富人在古代可以找很多妻妾 而大量的穷人找不见老婆 生殖资源浪费 比如夫妇两个人整天在一起 最终欣赏疲劳 生殖资源浪费 人类古代对我婚制以后 古代的生殖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 人口增加速率极满 因此野核也就是婚外的合法性行为 在过去古代是一个合理的补充性资源 和生殖资源的一个方式 我举个例子 一般人都会认为 鸟类中的鸳鸯 是严格的对欧婚制 因此古代给新婚夫妇送一个枕套 绣着鸳鸯 这都常见的礼品 可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雄性鸳鸯51% 背着他老婆在外面偷情 大家想想 雄性鸳鸯总不能对着石头偷情 可见雌性鸳鸯也好不到哪里去 它说明什么 说明所有生物都是全婚制 没有严格的对欧婚制 生物群体里对婚姻 或者对配偶的忠诚程度 取决于他育后的难度 也就是他养育孩子难度越大 两性婚配的忠诚度就会偏高一点 但他却绝不是对欧婚制 生物学家研究 曾经在非洲见过一种绿猴 体量很小的一种灵长木洞 由于他们倒是比较严格的对欧婚制 很快就灭绝了 可见当年的野核 是一个合法的性资源 不至于遭到浪费的一个社会性行为 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说清 孔子的父亲跟他的母亲 颜氏女也合的时候 据考证 孔子父亲已经65岁以上 而孔子的母亲大约只有17、18岁 因此孔子出生仅3岁 他的父亲就逝世 孔子从小跟他母亲在一起生活 孔子的母亲 颜征在 是一个贫贱女子 因此孔子一直跟他母亲生活在贫民区 孔子自己讲 说物生也见多能鄙视 就是我一出生下来就很下贱 多能做一些他人不肯做 不屑意做的悲下的工作 直到孔子长到17岁这一年 孔子的母亲病逝 孔子母亲的邻居 也就是实际上记录孔子小时候的一个玩伴 长大以后坐晚车夫 也就是坐赶马车的 这个孩子的母亲 告诉孔子 说你的父亲是贵族孔和 孔子大吃一惊 他第一次知道 他居然身上有贵族血印 于是孔子在他17岁这一年 做了两件震动路过的大事 第一他跑到房地这个地方挖开他父亲的坟墓 把他母亲跟他父亲合葬了 一个平民小子居然敢去挖贵族的坟墓 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第二 这一年架空了鲁国国君三环之首季孙氏 召开饗宴贵族的一个宴席 季孙氏为什么要饗宴整个鲁国贵族 是因为我前面讲过 鲁国是周公诞的风国 鲁国所谓贵族 其实都是周公诞的后裔 也就是说他们全是血亲亲戚关系 季孙氏每年饗宴贵族 其实是联络亲情维系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 孔子自认为他也是贵族出身 于是也就去赴宴 结果被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季孙氏的家奴养虎 挡在文脉羞辱一番 这件事情对孔子终生造成严重的精神刺激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一段 是想告诉大家 孔子特别看重他的贵族出身 而且孔子文化是典型的贵族文化 绝不讲平等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孔子十五岁而治愈学 孔子到三十岁这一年 孔子自己表述叫三十而立 为什么呢 是在他三十岁左右 季孙氏的家长 当时叫季平子 认为孔子还有点小能耐 于是把孔子引为他的家臣 孔子最初给季平子做伟立 相当于一个管库房的小官 以后做成田 也就是管牲口 相当于毕马温 再后来做过小司空 也就是管季家的工程 最终在不长时间里 他就跟季平子失和 于是辞职 周游列国 浪几奇 宋陈蔡等国 最终返回鲁国 这是孔子第一次周游列国 孔子最初被承认 算得一个非凡的人才 是我们前面强盗三环之一的孟孙氏 这时候出来了一个人物 叫孟离子 有学者 民国时候有个著名学者 叫阎若去考证 这个孟离子就是亚圣孟子的高祖 孟离子就给他的儿子讲 说孔子这个人出身高贵 他一定不是平凡之辈 说我死了以后 你们一定要拜孔子为师 于是孟离子的小儿子 叫南公敬书 有学者认为 他可能就是孔子七十二贤人的 那个叫南公荣的弟子 于是呢 南公敬书就拜孔子为师 由于他出身高贵 于是引荐孔子 跟当时的鲁国国君鲁昭公相识 并且建议鲁昭公 由于孔子好周礼文化 建议鲁昭公派孔子 到东周首都洛邑 去考察李文化 于是鲁昭公给孔子赐 一胜车两匹马和一个驾车奴 由南公敬书陪伴 在孔子三十四岁这一年 来到洛邑 这就是史记老子传中记录 孔子世周问吕于老丹 《学悦于长宏》这段经历 据考察 孔子当年从老子的洛邑那个地方 老子作为周王室图书馆资料管理员 获得诗书 也就诗经上书和礼经这些文献 作为他后来研究和教学的基本素材 孔子被隆昭公聘请 开始进入政界 他早期实际上是做祭司 也就是礼官和学官 所谓礼官就是为鲁国国君操持礼仪活动 所谓学官就是要给鲁国国君宗实子弟办学 由于他的这个特殊的官方身份 因此他才能够整理典籍 研究录史 传习礼教 剧图讲学 由此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 所以大家注意 孔子的讲学生涯不是无端发生的 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 也就是季平子和鲁昭公因为斗机的原因而发生政治 于是鲁昭公派军对攻打季孙史 于是季孙史孟孙史孙孙史三环联合起来 把鲁昭公打得大败 鲁昭公只好逃亡齐国 孔子后来就追随鲁昭公来到齐国 这是孔子第二次流亡 孔子来到齐国 本来有被齐景公重用的可能 齐景公看上他 最终没有实现 鲁昭公最终死在齐国 孔子四十岁左右 泱泱然返回鲁国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官方身份 但是却有了剧图讲学的经历和经验 于是开始办学 这个时候他办学的方式叫有教无类 也就不仅是对贵族鲁国国君宗时办学 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平民也办学 由此兴起孔子办学的格局 直到孔子五十到五十一岁期间 孔子被鲁定公重用 这就是孔子一生仅有的五年左右的围观过程的开始 孔子给鲁定公请出来做官 是因为孔子办学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鲁昭公已经被三环架空 希望借助孔子的学团力量来平衡三环对他的权力架空 而三环这个时候又被他的家臣架空 也需要孔子的这股社会力量来平衡自己的权力 孔子由此走入鲁国官场 据史记记载 孔子在鲁国围观 有记载的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叫加古之会 也就是齐国有一次和鲁国开盟会 齐国远比鲁国强大 齐军打算在这一次开盟会的时候 通过一个外族叫来族小国的野蛮人 绑架鲁国国君 孔子发现以后就据理力争 他说你们齐国曾经出过管仲 主张尊王攘夷 你今天反而用夷人来绑架鲁国国君 你也未免太丢你们齐国人了 然后孔子在外交上最终跟齐国国君达成 你不要绑架鲁君 我们鲁国愿意辅庶于你齐国 如果你齐国将来派兵打仗 我们出兵三百圣追随 但有一个条件 得换回齐国曾经占据鲁国的一部分土地 这就是著名的温阳三田 这是第一次事件 从这件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的外交能力十分之强 第二件事情 叫朱鲁大夫乱政者邵政毛 大家知道邵政毛这个人 是鲁国贵族出身 也在鲁国做官 这个人能言慧道 具有极高的感召力 然后也在外面办学 据说他办学的规模不亚于孔子 曾经导致孔门三迎三须 就是曾经把孔子的学生 三次吸引着跑得精广 孔子借故在他做宰相的时候 杀掉了邵政毛 我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是怎么回事 有学者认为 孔子公报私仇 杀掉邵政毛 减低自己的教学竞争力量 第三叫毁三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年的三环 季孙史 孟孙史 孙孙史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成环 按照周理规定 大夫这一级 他们的城墙不能超过三十志 也就是他的城墙是非常小的 可是理智早已紊乱 三环建立的城池 远比理智规定的要高得多 于是孔子就要拆毁 这个违反理智的三环之城池 他这样做 为什么会不被三环所阻挡 是因为三环里有两环 季孙史和叔孙史的城环 已经被他们的家臣所占据 因此得到三环中两环的支持 于是孔子就和三环的家臣 展开了一场破城的战争 这个战争曾经危机到鲁定公的安危 多亏孔子镇静指挥 调度友方 最终打败了家臣的反叛队伍 最终打赢了这一仗 保住了鲁定公的安全 但是他的毁三都的事情没有完成 因为孟孙史没有家臣占据成员的这件事情 因此这件事情半途而废 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孔子的指挥战争的能力也相当杰出 大家注意 从孔子的家绅士来看 孔子这个人实际政治操作能力极强 中国古代文人特别看重你的实操能力 而不完全看重你的学术能力 要知道孔子在社会政治实物上的能力 远高于中国后来的著名文人 比如王阳明 比如清代的曾国藩 这两个人都只有打仗很英明的特征和故事 而孔子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处处表达出场点 所以大家注意 孔子在政治实物上是一个高手 这是孔子后来被中国文人世代奉为导师的重要原因 孔子后来威望日高震动四方 以至于齐国有不安全感 于是齐国就收买鲁定公 给鲁定公送美女八十 骏马一百二十匹 要求鲁定公辞退孔子 再加上孔子对鲁定公也管理极严 大家知道孔子有四句话很有名 叫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搞得鲁定公左右不舒服 再加上这个时候三环的家臣已经被平定 三环也已经不需要孔子的这股政治势力 于是孔子在政坛上施事 孔子当年进入鲁国政坛都不得不巴结三环 比如他把自己著名弟子子璐派到祭孙史家里做家臣 结果到这个时候 也就是鲁定公十二年 鲁国举姓春色大祭 这是国家大事 大家知道 左转上记录 国之大事在四与荣 就是国家最大的事只有两件 一个是祭祀 这叫意识形态活动 一个就是军事 这叫荣 春色大祭这样的祭祀活动 意识形态活动 不邀请孔子 春色大祭以后 要大家要分掉这个祭祀供奉的座肉 也不分给孔子 孔子很知趣 知道他已经不被当权者所欣赏 于是辞官 从此带领他最著名的弟子 颜回子路子共然友子友等 开始周游列国十三年 由于孔子这个时候 已经威名天下 因此孔子是希望借助他的这个名声 去说服各诸侯国君 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周游列国十三年以后 孔子大约已经六十八岁 才被请回鲁国 这个时候鲁国的主政者 是祭孙史家族后面继承者 祭康子 祭康子最初并不敢请孔子回来 因为担心孔子威望太高 有碍于他实施国政 首先把孔子的两个弟子 一个叫染囚 一个叫藩须 请回鲁国 结果这个时候 齐国进攻鲁国 在染囚方须的帮助下 鲁国打败齐国 而染囚反复请求祭康子 请回孔子 说孔子是我的老师 你如果欣赏我的才能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 我老师的才能远在我之上 季康子不得不以国师身份 把孔子请回鲁国 孔子回到鲁国以后 由于他的学生染囚 与季康子沆瀣一气 想要提高民间税负的 这个税负量 被孔子反对 结果染囚就来说服孔子 孔子原话叫周公之典在 若欲狗耳行 又何问焉 就是周公的理智在 你要增加税负 你看周理智就行 何必跑来问我 然后他给他的弟子讲 他说非物土也 他说染囚已经不是我的弟子了 小子鸣骨耳公之可也 说大家可以敲着骨攻击他 因为他已经败坏了我的思想 随后在鲁埃公14年到15年之间 孔子的弟子 颜回载我子禄 以及孔子的儿子孔黎相继逝世 这给孔子造成严重的损害 孔子随后一年以后 在鲁埃公16年 72-3岁左右逝世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大家注意我讲孔子绅士 我就这样简单的画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出什么 孔子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孔子首先是一个务实者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人思想家 基本上都是务虚者 也就是他一生闭门造车 绝不参与实物 比如老子 比如古希腊各个哲学家 他们绝不会参与实物 因为务实者务不了虚 务虚者务不了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学说 显得相当苍白和平淡的原因 大家看孔子的一生 青年求学 中年半学 壮年做官 直到晚年 周游列国十三年 仍然想说服各国国君 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直到六十八岁 已经相当苍老 才回到鲁国开始静心做学问 而七十二三岁就死掉了 因此孔子在真正静心做学问的量上 时间上是非常之少的 而他首先是一个实物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实物家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孔子办学 规模极大 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可是大家要知道 有一个老学究 叫刘奇宇 他是中国民国时代著名史学家 以古学派的开山鼻祖 顾杰刚的关门弟子 我先简单说一下顾杰刚 顾杰刚在民国时代开创以古学派 他认为古书上记载的东西 大多都是可疑的 越是古史可疑度越高 于是在民国时代 中国史学界分两派 一派叫以古学派 一派叫尼古学派 也就是拘泥于中国古代史学文献的记载 与考据著书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 这两派争论很大 顾杰刚就是以古学派的开山人 他晚年收了一个关门弟子 叫刘奇宇 刘奇宇老先生一直活到建国以后很长时间 刘奇宇老先生在他的书中 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 他说孔子当年办学 相当于办了一所丧一记校或丧葬公司 而且生意浑货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突兀 但实际上很有道理 大家要知道 孔子当年办学 规模极大 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而且这些弟子是终生追随孔子 他跟老子代的弟子是流水弟子完全不同 老子的弟子不追随老子 有问题来问 问完立即走人 孔子的弟子数量极大 而且是终生追随 我举例子 孔子著名弟子炎渊 也叫炎回 他的父亲叫炎路 两代人追随孔子 再比如 孔子著名弟子曾子 他的父亲叫曾锡 两代人追随孔子 大家想想 孔子庞大的弟子群 大家终生追随孔子 等于孔子办了一个巨大的学团 他的经济平衡怎么维持 要知道 孔子的学费很低 叫数修以上未尝无悔 古代的学费叫数修 什么叫数修 移速干肉 交这样一点学费 孔子就说 我从来没有不教导过他 要知道 今天的民办大学 全都是企业家在办 为什么 经济平衡无法落实 国立大学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每年给他数十亿资金 他还受非常高额的学费 赏切很难维持 大学的经济平衡 孔子学团巨大 终生追随 学费极低 又没有政府补助 他怎么维持经济平衡 大家要想这个问题 而且孔子的弟子 中国有一个成语 叫登堂入使 我们今天说这个成语 已经完全变味了 登堂入使这个词的原意 是指孔子带弟子的方式 前面还有两个字 叫吉门 什么意思 最好的弟子 才能入使 跟老师讨论 听老师讲课 这叫入使弟子 另外大量的弟子 站在门外 等入使弟子出去传达 这叫登堂弟子 还有一群更可怜的弟子 在门外站着 不在亭堂站着 再由亭堂弟子出去转达 这叫吉门弟子 孔子如此大的一个学团 学费极低 鲁国当时不过百万人口 他居然弟子三千 相当于现在办了一个 在校生数十万的大学 他怎么维持经济平衡 大家再想一个问题 孔子收弟子三千 闲人七十二 什么叫弟子三千 什么叫闲人七十二 所谓弟子三千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贫寒子弟 所谓闲人七十二 就是贵族子弟 我在前面讲过 古代是世青世路制度 世西制度 平民弟子读书再好 你也不可能做官 所谓学而优则逝 只对贵族子弟有效 这叫闲人七十二 那三千平民老百姓弟子 为什么要跟着孔子学习呢 他学得再好也做不了官 他学什么 学一门谋生守义 而当年最大的谋生守义 是什么 丧葬 埋人 所以孔子曾经给他的著名弟子 子夏说过一句话 他说 辱为君子辱 吾为小人辱 说你是君子辱 不要干小人辱的事 可见孔子很清楚地 把他的弟子分出两类 一类是贵族子弟君子辱 一类是平民子弟小人辱 君子辱学而优则逝 小人辱学一门守义 谋生 而当年最大的手艺是什么 丧葬文化 要知道古代平均人类的寿命 只有不到39岁 死人的时候不断发生 那个时候生育量很大 死亡量很大 所以古人又把丧葬文化做得非常复杂 孔子又把丧葬文化的复杂过程理论化 导致普通老百姓家里死了人 不找孔子 死人都埋不到土里去 因此孔子学团 生意红火 大家要知道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用过一个词 叫出生入死 我们今天这个词汇的含义已经变成是死如归的意思了 搞错了 老子说出生入死这个词的含义是 人一生出来就朝死地里跑 叫出生入死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这个含义呢 因为老子在后面随后就跟了一段话 他说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 动之于死地又十有三 他说人一出生就往死地里跑 真正生下来能活得十个只有三个 然后说死之徒十有三 就是刚一生下来 十个孩子就有三个孩子死掉了 古代没有消毒方式 一减齐带破伤风感染 十个死掉三个 还有三个应该能活 但他却动止于死地 什么意思 文明人要在社会上争功名 比如参军打仗 这叫动止于死地 所以古人寿命极短 死亡事故又极多 因此丧葬文化就非常兴盛 同时丧葬过程又非常复杂 于是孔门生意红获 我再举个例子 你翻开论语第一段话 有一句叫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 我们过去怎么解释呢 说边学习边复习 所以很快乐 搞错了 谁复习会快乐 复习是个最枯燥的事情 是吧 习这个字解读错了 大家看看习这个字的甲骨文 它上面画一对鸟的翅膀 底下画一个目标符号 这个字就是习这个字 繁体字的来源 它是什么含义呢 它是小鸟最初长到羽毛 刚刚丰满的时候 由老鸟带领它练习飞行 指定一个目标练习飞行 叫习 可见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实习见习的意思 所以孔子讲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 是指边学习 边实习 边埋人 边挣钱 所以不亦乐乎 我们讲 我们除了讲这些以外 我们是有铁证的 我前面讲 孔子来到齐国 曾经被齐国国君 齐景公看好 齐景公认为孔子这个人很行 于是想重用孔子 结果齐景公的宰相燕英 史称燕子 使中国诸子百家义子阻挡 燕英为什么阻挡 实际上记录了燕英一段话 说孔儒之流 从丧随哀 破产后葬 不可以为俗 说孔子这个人 特别爱把丧葬文化做得很复杂 以至于普通老百姓家里死了人 买一个人 把家都搞破产 说国君你想复国强兵 他给你把家都搞破产了 你怎么复国强兵 这是后来齐景公最终没有重用孔子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个证据 孔学当年的一个重要对立面 就是墨家 墨子曾经提出 儒家学说有四项 足以丧天下 其中就有一项 叫后葬久丧 众为官果 多为一尘 宋死若熙三年哭泣 浮然后起 障然后行 耳无闻目无见 此足以丧天下 意思是说 儒家学说后葬文化 棺材都要两层 一层棺一层果 衣服 使用品都要陪葬 宋死就像走到远方阮西一样的复杂 一个埋葬的过程 光哭泣就要三年 年轻人 没有人福都站不起来 不给个拐杖都走不了路 宋葬三年期间 耳无闻目无见 什么事都干不成 墨子讲 此足以丧天下 可见墨子也认为 孔子当年把畅葬文化搞得极复杂 而且通行鲁国 通行天下 是一个足以丧天下的劣迹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说孔子当年办学 相当于办了一个丧医技校和丧葬公司 我们今天仔细分析 它是成立的 大家注意我的意思 我不是讲孔子想发财 孔子也绝不是个求力之徒 但孔子办追随弟子大学团 他必须解决经济平衡问题 而且他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小人 读书是不可能做官的 凭什么追随他 我们通过这些东西推理 尤其于老先生 说他办了丧医技校和丧葬公司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合理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再看 但凡研究孔子生平的学者一致承认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 办了一个最成功在野党 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政治人物 这一点学界是没有争议的 孔子曾经留下话说 苟有用我者七月而已可以 三年要成 七月的意思就是一周年的意思 说哪个国君要重用我 我用一年时间就可以让你国家抚强 三年就可以让你恢复东周状态 可见孔子的志向 如他所说 如有用我者 勿其为东周虎 这才是他的真正志向 孔子办学 相当于办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在野党 而且最终取得执政地位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一个在野党 取得执政地位的先例 大家要知道 在古代 学团转化为正团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因为在古代人们没有结社自由 唯一可以结社的方式就是组成学团 因此古代学团通常会慢慢的转化成正团 我举例子 比如墨家 大家知道我们下一次讲课会讲 朱子百家急要 我现在只稍微提一下墨家 说起来墨家学团 他的一个基本理论之一 十项理论里有一项叫非公 他反对战争 但是由于墨家主要是代表手工商业者 所以缔造工程器械的能力 只有墨家学团有 于是墨家学团在战国初期 在战国初中期 都是重要的一个参与战争的政团组织 墨家学团后来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 叫富汤岛任 死不悬众 就是让他的学团去富汤岛火参与战争 没有任何一个人转一下脚后跟逃跑 这是墨家 大家再看西方照样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格拉斯 我前面在讲西方哲学的时候提过 他和他的学团主政古希腊一个城邦 叫可罗顿的政权 竟然达二十年以上 据说毕达格拉斯 就是在政争中丧命 可见在古代中外截然 学团很容易转化为政团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大家要注意 孔子的这个转化为政团的学团 他是有自己的政治纲领的 他的政治纲领叫科技副理 他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的 他的价值理念就是仁义 理智信和君子之道 他甚至是有自己的组织原则的 叫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因此他的这个政治群团的力量非常之大 所以大家注意 史书记载 韩非子记载 如分为八 就是孔子死了以后 儒家学团 也就是儒家政团 分裂为八块 但是仍然保持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的原因 你仔细读一下史记 骗秦始皇的人不是儒生 全是方氏 秦始皇为什么要夺埋儒生呢 是因为儒分为八 儒家政团 对秦始皇的政治权力构成威胁 大家在想 汉代为什么立童子为国师 儒教为国教 说起刘邦来 刘邦这个人是个流氓 他最瞧不起儒生 史书上记载 刘邦见到儒生就羞辱他 儒生总是戴一个特殊的帽子 刘邦立即把人家帽子拿下来 当着人家的面就朝里面尿尿 这叫儒冠逆尿 这是描写刘邦的一个著名典故 可是刘邦当年周游到鲁国旧地 居然是皇帝里面第一个 祭拜孔子的皇帝 而汉武帝最终立儒学为国教 为什么 是因为当年反秦战争的时候 儒家分为八块的政团组织成为反秦战争的重要辅助力量 我们再看 卢定公寻求政治平衡 我前面讲过 他被三环架空 三环被家臣架空 孔子之所以能走上执政地位 是因为上面的执政者权力不能平衡 要借助孔子在野党的势力 这是孔子能做官的原因 所以孔子的学团同时是一个在野党政团 这一点大家务必要理解 孔子在五十岁左右被鲁定公请出来做官 第一年做中都仔 什么叫中都仔 中等城市的市长 做得非常之好 史书记载说四方皆择之 则是学习的意思 以他为榜样的意思 四面八方都得学习孔子当市长的管理方式 随后升任司空 也就是鲁国工程部部长 再随后升任大司寇 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 鲁定公十四年 由大司寇刑设向市 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兼国务院总理 我们对孔子的生平做一个总结 我说孔子间从教从商从政于一体 且一时三鸟处处得手 无不达到极致 可谓身手不凡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你任何一个人 把这三件事情 从教 从商 从政 你都做到极致 你只要做成这其中的一件 你做到极致 你都是名垂青史的伟人 比如你从教 做到美国哈佛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是民办大学 比美国建国还早 在美国文化的奠定上 起到很大作用 你从商超过乔布斯 超过比尔盖子 你从政 你做到国务院总理 要知道中国古代文人做官 你最高只能做到宰相 你总不能做国君 做皇帝吧 因为国君和皇帝是血缘世息 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做官 最高只能做到宰相 请大家看孔子 他办学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相对于鲁国百万人口 他相当于现在办了一个在校生几十万的大学校 而且有教无类开启民智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大于哈佛大学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他从商 竟在远古时代形成三千人的大商团 他从政竟然做到国务院总理宰相这一击 真可谓伸手不凡 中国文化 真正对虚学 存思想 存学术 其实看得不重 对实学 智学 看得极重 孔子本人都这样 他讲 立德 立功 立言 三部秀 摆在第一位是立德 摆在第二位是立功 就是做食物 第三部才是立言 才是做思想 做学员 所以孔子的学说 是他的一个立身之急 但是他的生平 实物操作 身手不凡 所有事情都做到极致 在这一点上 他也形成中国文人偏重 实操的楷模 因此我建议各位 没事读一点论语 因为他对于你作为 实物工作的参考价值 也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论语 是一个最干练的实物者 积其一生之经验 和心得 所记录下来的 实操系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 说过一句话 半步论语至天下 关于孔子生平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抽一点时间 讲孔子学说的实质欲体系 前面我们讲了孔子文化 或者中国传统文化 得以发生的整个背景和土壤 我们后来讲了一点孔子的身世 虽然很粗略 我们现在进入这节课的核心部分 孔子学说的实质是什么 我很少见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我前面一开课就讲 孔子学说的核心八个字 君君臣臣妇妇子子 我这样讲 其实大家是听不明白的 孔子学说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我现在用一句话做总结 孔子用人类最原始的血缘社会扭断 来整顿超血缘 施稳定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 什么意思呢 我前面一再讲 按照低弱代偿原理 越原始越低级的东西 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请大家牢牢记住这句话 并且深刻理解这句话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什么 它是把人类最原始的 跟动物社会结构相似的血缘纽带 用来整顿超血缘社会的 紊乱社会体系和结构 由于它用了一个最底层的 最稳定的系统 来整顿一个失稳定的系统 因此导致它的学说力量 急剧力度 从而构成中国社会 2000年稳定的思想基石 我们下面展开这个话题 我前面讲过 人类社会是从动物血缘社会中 增长过来的 所以人类早年上百万年 生活在跟动物社会结构 没有任何区别的 血缘始足社会群团之中 因此人类早年的文化 都跟血缘有关 大家知道 人类最早期的一个文化现象 叫图腾 它是美国18世纪末 一个著名学者叫龙格 通过印第安人的语音 翻译的一个词 什么叫图腾 就是上古人类 把自然物质 比如动物 植物 山山 水水 雷鸣电闪 视为自己的血缘先祖 然后把它做成符号 叫图腾 因为人类早年都生活在 血缘社会中 因此它要寻找自己 血缘的根脉 把它寻找到超乎人类的 自然物质中 这个状态叫图腾 中国古代 也是这样的 大家想想 史记 司马迁 为什么他的史记 对中国影响极大 是因为他给中华民族 做了一个血缘道统 你翻开史记第一片是什么 五帝本纪 讲什么 讲所有中国人都是皇帝 燕帝的后裔 把所有中国人编排成一个血缘 同一系统 大家再看 帝王世纪中记载 说神龙氏将姓也 母月人寺 尤华阳 有神龙首敢生炎帝 什么意思呢 说炎帝神龙氏 他的母亲叫人寺 有一次尤华阳这个地方 碰见了龙头 结果有感而生了炎帝 这是典型的动物图腾 虚拟动物图腾 大家再看 史记引本纪中记载 尹齐是阴朝或者商朝的创始人 说母月简笛 齐的母亲叫简笛 见玄鸟堕齐卵 卷笛取吞之 因运生齐 说看见一只黑色的鸟 叫玄鸟 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个玄鸟指什么 很多学者认为就是乌鸦 他的母亲找见了一颗乌鸦蛋 吃下去怀孕了 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齐 我们在古书上的记载 这个时代叫图腾时代 寻找血缘祖先 是人类上古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的这个文化 血缘世系 理智文化保留 孔子把原古时代的血缘文化调理化 大家知道 人类从始族联盟 这叫部落 部落再联盟 这叫部落联盟 然后部落联盟再往上联合 这是国家处刑 这个不断的联盟过程是个什么过程 是一个血缘逐步被稀释 被冲淡的过程 因为只有本始族的人才有血缘关系 血缘一旦联名成部落 部落之间血缘就已经冲淡了 部落联盟再往上一层一层联盟 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 随着血缘关系越来越淡化 随着文明社会越来越族群化 叠加化 社会就会越来越紊乱 原来的血缘族群稳定社会结构就会消失 孔子用最原始的血缘纽带 重新解释和编排超血缘社会结构 从而造成超血缘社会结构的极度血缘化稳定 大家在想 古希腊是什么 古希腊文化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六百年 它由于农业文明地理地貌关系不足以用农业生产养活当地人 大家不得不经商 一旦经商 每一个人必须自由化 变成自由单子 脱离家庭 不脱离家庭 携家带口是无法经商的 于是人被打成单子 血缘结构被打散 于是他不得不建立神学和法律系统 叫社会契约系统 从而淡化血缘 强化法系 大家再想想 印度文化是什么 它是把宗教用血缘来红托 让宗教强化血缘 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而中国文化是什么 血缘居先 注意印度文化是宗教居先 血缘居次 古希腊文化是血缘几乎消失 然后以法律和宗教取代血缘 而中国文化是血缘居先 然后建立血缘关系叫宗法 然后才是神奇 所以中国的神都是祖先神灵 可见中国文化的血缘系统和其深厚 所以中国农业文化结构 或者孔子思想体系 我讲到这你应该能听出来 它是动物血缘社会和人类原始始足社会文化的直接延续 它不像古希腊文化 它得逐步打掉动物血缘结构和人类早年的血缘结构 重新缔造一个社会关系 这叫社会契约 它也不像印度文化 得缔造一个神 强有力的神奇 这就是印度的宗教 普罗门教 然后来固化血缘 中国是直接接续动物血缘 原始人类血缘 然后直接在血缘系统上建立自己的超血缘文明社会结构 所以它跟动物社会一脉发展之间没有任何断裂 是一脉延续 所以它是动物血缘社会的直接继续 这一点大家特别注意理解 而血缘社会是什么 请大家注意 叫爱有差等 什么意思 我今天上午提到社会生物学 就上个世纪中叶 生物学家发现所有生物和所有动物都存活在社会群团之中 社会生物学家发现 所有动物 所有生物 他们的情感 他们的爱 是有差别的 是跟着血缘关系出现等差的 比如 父母爱儿女 是最强烈的 兄弟姐妹之间是其次 严格的讲 父母跟儿女只有50%的基因同行率 因为父亲贡献基因50% 母亲贡献50% 所以每一个孩子的基因结构跟父母在血缘上只有50% 而兄弟姐妹之间 他的基因同行率也50% 为什么父母爱儿女远大于儿女爱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之间这个爱的程度 是因为爱的施加只有这样不对称 也就是父母爱儿女爱的心更重一点 物种才能得到传承 因为任何生物的幼崽状态是需要亲本 也就是长辈呵护的 否则他活不下来 于是在情感上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情感最重 以后就是儿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其次 然后才是表兄堂弟 再下来才是外人 这样的一个系统 爱是有差别的 在选源结构中 甚至在你的基因组型中 你的爱绝不是均等的 这叫爱有差等 请大家注意理解 然后孔子把爱有差等进一步分 叫礼有尊卑 我先讲一下礼 我前面讲过 我说周公诞至礼作乐 什么叫礼 中国古代文献上形容礼 只用五个字 叫尊尊而亲亲 注意第一个字是动词 第二个字是名词 所谓尊尊就是尊重有尊位者 所谓亲亲 就是亲爱有亲缘关系者 这叫礼智 这个词其实应该反过来说 叫亲亲而尊尊 因为所有动物 包括人类早年 都在血缘社会中 所以它一定亲爱 有亲缘关系者 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长幼有序的 爱有差等的结构 于是你得尊重有尊位者 大家知道血缘结构 是不可克服的 比如你再能干 你也不能把你父亲 变成你儿子 你在你父亲面前 永远是儿子 这个关系是铁定的 是先天的 这叫尊尊 这叫尊卑有序 这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孔子学说 按照血缘结构 建立了符合人伦 符合人性 符合生物性本质的 爱有差等 理有尊卑 请注意 中国的理智文化 是血缘生存结构的 或者说是动物血缘生存结构的 理性直序表达 我们把这种尊尊而亲亲 或亲亲而尊尊的 血缘有序结构 叫理智 孔子把这个政治理智操作 变成一个理论体系 这叫儒学 这就是儒学的核心 所以中国的文化 特别讲究宗法关系 大家注意 有一个词叫宗法 我们经常读中国史书 建宗法这个词 它跟法律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宗法 就是在血缘结构中 建立的尊卑有序关系 叫宗法 它绝不是一个非血缘的法律体系 我们把这种血缘结构内部的 有序层级关系 叫宗法结构和宗法关系 孔子把周公诞的理智理论化 伦理化系统化 比如三纲五常五轮 所谓三纲均为辰纲 富为子纲 富为七纲 这叫三纲 大家注意它全是血缘关系 所谓五常 仁义理智信 大家注意它的这仁义理智信 都是在宗法关系中 在血缘关系中讲述的 所谓五轮 君臣 父子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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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朋友 前四者都是血缘 后者最终还要犯血缘 我们下面谈 所以它讲究的全是血缘结构 叫父辞子孝 胸有地公 父畅 父随 君恩 陈中 我前面讲理解孔子学说最重要六个字 我今天早上讲了四个字 理 人 术 知 孝中 为什么孔子的学说以孝治天下 是因为孝表达的是血缘结构 由于孔子最终要把整个社会编排成一个血缘大家庭 因此中君就相当于孝父 所以中和孝是以血缘结构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中孝文化的来源 孝为什么比中更重要 是因为只有孝的血缘结构建立 中这个问题才能够有基础讨论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克 大家注意 因此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是很奇怪的 大家先听国家这个词 国家 也就是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 请注意西方国家这个词 跟我们中国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 没有任何血缘或者家的成分在里面 西方国家用三个词 第一nation 它的意思是民族的意思 第二country 它的意思是地理范围的意思 第三个词是stater 它的意思是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意思 这三个用来形容国家的词 没有一个有血缘关系 民族是一个文化学概念 而中国的国家这个词就是国的放大叫做家 所以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不是国家 而是另外两个东西 一个叫设计 一个叫家族 大家知道中国社会有一个词叫设计天下 设社会的设是什么 实际上是土神祭祀的含义 基实际上是白骨之神的含义 设计代表的是土地和粮食这两样东西 土地神和骨神这两个东西的祭祀叫设计 它表达的是农业文明的生存基础 而不是表达这个国家政体 这是第一点 所以大家注意 中国使用设计这个词代表国家政治的含义 跟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国家政治含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 中国人看待家族远重于看待国家 先有家后有国 所以中国最重的词汇 都是跟家族有关的 比如光宗要祖光大门楣 说你做了一件事 使你很了不起很光耀 光耀谁 不是光耀国家 而是光耀祖宗 所以中国人把家族看得极重 而国家实际放得很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代 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盘散沙 没有国家观念 因为人们最看重的是家族观念 以至于中国文化里有两样东西 分量很重 一个叫蝴蝶学 一个叫宗法社会结构 我们先看一下所谓蝴蝶学 讲什么 对于家族而言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家谱 这个叫蝴蝶学 中国活着最看重的是蝴蝶 家族 死了最看重的是什么 五福关系 它都表达的是中国对血缘结构 看得如何之重 中国的血缘次序 是高祖 曾祖 祖 也就是爷爷 然后父子 孙 重孙 玄孙 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是由你的血缘结构确定的 我们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男性血缘重于婚姻 女性婚姻重于血缘 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男人 他最重要的是在家族中的血缘地位 夫妻关系是并不重要的 妻子只不过是一件蹭衣 随时可以换掉的 可以修掉的 但是对于女人来说 女性的婚姻关系重于血缘 为什么 因为女人必须嫁出去 嫁到别家去 叫嫁出去的女人 泼出去的水 所以女儿是不进入自己家谱的 她得跟着男人 跟着丈夫的家谱乘船 所以中国古代 女性出嫁以后的婚姻关系 才是她的社会地位的保障 这就是中国女性古代 必须生儿子 不生儿子是一个不得了的悲惨之士 为什么 如果她不生儿子 只生女儿或者不能生育 她永远进不了夫家的家谱 她在夫家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所以中国古代女性生了儿子 满月以后 她一定抱着儿子满村子乱转 干什么 示威游行 宣告她在家族中的社会地位确立 干什么 维持血缘结构中的社会地位 大家再看 放大到家族以外的社会 叫宗法结构的权力金字塔 大家注意这个权力结构 最高一层是天子 他是全民的父 叫君父 他往下是一层一层的 下面黄太子地位和诸侯齐平 黄长孙地位和代夫齐平 黄虫长孙地位和氏齐平 黄玄长孙地位和属民齐平 大家注意这段话含义 他讲贵族血缘结构 等同于社会地位结构 于宗法权力结构 就是你在贵族血缘中的地位 标志着你的社会地位 再看下面这句话 属民的底层社会位结 等同于远亲数子的底层家庭位结 大家注意 属这个词 是一个典型的血缘词汇 中国血缘词汇有两个 一个叫敌 一个叫属 什么叫敌 大老婆正妻生的孩子 叫敌出 什么叫属 小老婆如夫人妾生的孩子 叫属出 中国古代权力继承和财产继承 第一继承人是敌长子 数子甚至没有任何继承权 说蒋介石的部队是嫡系部队 就是大老婆生的孩子 最亲近的部队 借用的都是这个血缘词汇 请大家想想 把人民叫属民 这个话什么意思 它暗含着人民都是 君王小老婆的孩子 这个含义 它暗含着所有的人际关系 和政治结构关系 是一个血亲结构的含义 所以中国的蝴蝶血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宗法关系的文化结构表达 其次 丧葬文化里讲五福 所谓五福就是根据血缘关系亲疏的程度 在葬礼上穿不同的丧服 行不同的丧礼 这五福就是展催 齐催 大公 小公 丝麻 也就是丧福和丧礼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血亲关系 大家看一下这个五福关系 我想在农村待过的人对这个应该很熟悉 也就是一旦出现丧葬活动 五福之内的人根据不同的礼节程度参与丧葬活动 学界把五福排列成一个表 大家看它的中心 夫妻 妻子 由这个核心往上 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 高祖父母 往上走四个 加中心是五 往下 儿子儿媳 孙子孙媳 曾孙曾孙媳 玄孙玄孙媳 往右 兄弟夫妇 堂兄弟夫妇 再从兄弟夫妇 祖兄弟夫妇 王左 姐妹 唐姐妹 再从姐妹 祖姐妹 这个结构 我们假定一个方块 一个小核心家族只有五个人 你把这个方块计算完 二百多人 然后每一个小方块 再建立这样一个五福结构 大家想想 是不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亲戚关系 所以中国古代就出现一种情况 血缘理智关系表现的极端复杂 也极端泛化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中文中形容亲戚的名词 净达三百多种 现代人很少有人能把这些名词搞清楚 而西方文字中形容亲戚的名词 一般只有七十余种 最多不超过一百四十种 比如英语中 uncle这个词 它代表中文中 伯父 叔父 舅父 姑父 姨父 这五种关系 他只用uncle这一个词就完了 可在中国表述起来非常复杂 所以大家注意 中国的人这个概念 孔子的人是什么 孟子做过一个很好的表述 他说 人之时 是亲事也 他说人 我们一般理解为人者爱人 孟子理解得很深刻 他说就是福是亲人 就是人 在血缘结构中建立 互爱互助关系 就是人 而且 在中国 社会结构虽然逐步超血缘化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 却把一切东西泛血缘 比如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所有人 带自己的孩子出门 看见长辈跟你同龄的人 就让孩子叫叔叔阿姨 其实他既不是孩子的书 也不是孩子的书 见到年龄更长的就叫爷爷 其实他不是爷爷 同龄人动不动就姐妹兄弟相称 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动不动就一接金兰半把兄弟 这些东西都是犯血缘的 就是在中国文化中 把非血缘关系 都要拉成血缘关系 我前面讲过 史记在中国政治文化道统的建设上 就起到了把中华民族说成一个血缘足系的作用 这才使得史记光大于中国历史 光大于中国文化 所以你会在孔孟的书中见到种种血缘关系的表述 叫四海之内皆兄弟 再比如 孟子说老物老以及人之老 幼物幼以及人之幼 我赡养老人 也赡养其他人的老人 我抚养孩子 也关照其他人的孩子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血缘关系 这个血缘关系不断扩大 不断泛化 就构成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社会结构关系 这叫泛血缘 再往下叫逆血缘 也就是把血缘关系推及宇宙万物 说我们人跟宇宙万物都有血缘关系 我举例子 比如孟子在《静心上》上讲 说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说亲近自己的有血亲关系的人 接着人爱人民 因为人民也跟你有血亲 泛血缘关系 人民而爱物 你泛血缘有了仁爱 你最终连宇宙万物都会喜欢 因为万物也跟你有血缘关系 再比如 二成成浩说一句话 说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他说人这个东西 本来是世亲的东西 实际上和天地万物构成一体 莫非即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他把血缘关系 逆化到整个自然界中去 王阳明说 他说人是什么 是天地的心 天地万物跟人是一体 然后张载提出民包物欲 这个词什么意思 与民同胞 与物同类 就是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血缘同胞关系 大家知道同胞这个词就是血缘词汇 你在外国的书里绝不见不到他把本国人叫同胞 然后与物同类 也就是是万物都是自己的血缘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建立了从小核心家庭到泛社会的血缘关系到逆自然的血缘关系 从而构成人世观到宇宇宙观之大体 把血缘关系为中轴建立整个世界观体系 所以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典型的表达着中国儒家血缘世界观的关系 它这中心是自我 然后就是血缘宗族 在外面一圈就是泛血缘国家 也就是国民都是我的血缘 在最外面一圈就是逆血缘万物 也就是自然界都跟我是血缘同类 从而构成人世观世界观乃至宇宙观的统一 所以大家注意 儒家学说 于是成为中国整个世界观的核心基础全部奠定 因此朱熹曾经引用过一个亭莲 叫天不生种泥万古如长叶 如果老天爷不生出孔子 人类就长期处在非文明的黑暗之中 张载宋代学者说一句话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所谓为天地立心 就是人只不过是天地万物的心 他们是一类东西 然后为生民立命 只有把血缘关系建构 人民在生存上才有了极处 安定的保障 为往胜济绝学 也就是把血缘结构的往胜之学 一定要一脉传下去 只有这个结构最稳定 因此叫为万世开太平 大家听懂 这就是儒家学说的分量所在 所以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个紧密而庞大的世界观体系 包罗万象 它根本用不着鬼神 它根本用不着神学存在 所以孔子讲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未知生 焉知死 敬鬼神 而远之 所以中国文化绝跟宗教无关 但你不能说中国文化没有宗教 它用不着脱离人类自身血缘关系的超拔之神 它只要在自己的血缘祖先里设定神位 它就足以建构完整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这就是中国非神学文化的人文关怀概念的来源 大家知道人文这个词在过去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 所以说中国自古就是人文文化 其实是因为它的农业生存结构完好的保留了血缘结构 然后儒家学说又把这个血缘结构普范化根基化 从而使得神根本没有立足之点 而且它有情有义有血有肉 沟通至深缠绵无尽 既温情默默又纠葛连连 大家知道中国的儒家学说 合情又合理 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合理不合情 即使你的亲戚违法了 即使你的父亲儿子违法了 你也不能包庇他 否则同坐 中国古代一切结构都在血缘结构中 而血缘结构是你的天性 是你的动物性的表达 你的动物性 你的天性就是爱有差等的 我按照这个爱有差等建立尊卑结构 因为你的血缘结构就是尊卑结构 你的爷爷一定比父亲尊 你的父亲一定比儿子尊 这是必然的 所以他是合花虎情合乎理 也就是说他既合情又合理 因此他极为稳固 而且由此造成中国社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养儿无尽头 大家知道西方人即使是百万富翁 孩子养到18岁再不管你 上大学都贷款上学 中国即使是清贫之家 养孩子没完没了 结婚你得管 买房买车你都得管 这种养儿没有尽头 实际上是血亲结构社会文化的一种表达 在现在工商业社会 它显然已经不合适了 却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 往来无契约 你在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中 你是没有契约关系的 比如你在农村 你的一个亲戚向你所办的公司借钱 你是不敢让他打借条的 你如果让他打借条 他立即翻脸不认你 你如果建立契约关系 他认为是对血缘关系的侮辱和不信任 然后认人不认理 只要他跟我有血缘关系 我就拼命保护他 其他人你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把事做错了 我也必须包庇他 否则我在家族里根本无法立足 而且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极端的容忍 温情 恋家 孝敬 中国社会堪称温情默默 人际关系非常粘质 人们很难从理性上把人际关系 学员关系拨开 这一面恰恰就是另一面的来源 叫懦弱 奴性 私德 虚伪 大家想 一个人从小到大 在远古社会 或者在中古社会 你都生活在自己的血缘群团中 一个村子 就是一个家族 你一个青年人 你敢有任何脱轨的行为 你一点都不敢 因为整个家族会压迫你 这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表现得极为懦弱 极为容忍 然后奴性 长辈说的话 你是一点都不能反抗 因为爱有差等 尊卑有序 中国人是有私德而没有功德的 所谓私德就是有血缘之德 我在我的血缘结构中 我是非常好的人 可我出了这个血缘结构 我在社会上胡作非为 所以我们经常出现一个罪犯 你回到他村子里去考察 村子满村人都说他是好孩子 出了这个村 他就无法无天 因为中国自古只有血缘之德 没有超血缘之德 在今天社会对照看 只有私德没有功德 由于人们在血缘结构的强大压迫之下 所以任何超真情 超血缘之情的那种感受 或者批评之意 反抗之意的表达 你都不能做出 导致人们不得不以极虚伪的方式 应付社会生活 他由此也缔造了人质 极权 自闭和内斗 大家想 在血缘结构中 你敢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你敢讲民主吗 你敢跟你的父亲讲 你是暴君吗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血缘人质结构 然后呢 他也一定因此就是一个极权结构 用鲁迅的话说 叫父亲的话总是对的 儿子的话却早在未说之前就已经错了 所以他的极权状态 是这个血缘文化的必然表达 然后他自闭而内斗 因为他的所有社会结构都是血缘结构 所以他的任何争夺过程都是在血缘内封闭着进行的 从而形成一种极为奇怪的依恋和自残关系 中国社会在儒家血缘结构建构的这个文化 繁文儒节制约紧密 以至于皇帝都要被事所架空 中国的官僚宰相以下的这个文官官僚体系 通过科技制度征召上来 因为他们中国的血缘文化 儒家学说非常复杂 以至于皇帝不具有解释能力 必须通过文士终生学习 最终形成一个群体才具有解释力 于是中国官僚系统形成极大的士的阶层 对中国文化表达为统一的解释能力 就相当于西方僧侣对神权的解释权影 形成皇帝和官僚之间非常复杂的纠葛关系 都是由此而来 所以中国的理文化和玄文化非常复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前面所讲的儒家文化的核心 我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遍 请大家务必理解 儒家学说 就是用最原始 最稳定 最底层的人类血缘结构 维系和重组超血缘社会紊乱结构的秩序 从而形成它的稳固的思想维稳体系和社会结构纽带 由于越原始的东西越具有奠基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因此孔子的学说以最原始的血缘形态 构成最有力度的社会学说体系 这是孔子学说的核心 请大家务必理解 我们下面对孔子学说做一些评议 大家想想 为什么中国社会成为世界上把血缘结构 维系的最稳固 最长久的一个社会 由此建造了一个独特的儒家血缘社会体系 是因为中国社会我在前面讲课就讲过 它是最典型 最集成的 最纯粹的农业文明体系 大家知道人类的农业文明就发生在史族部落时代 就发生在血缘社会时代 而在每一亩地上 大家必须协同起来精耕细作 方德温饱 这是农业文明的基本特点 而血缘族群结构是构成这个稳定协作的最现成 又最有力的方式 因此中国文化由于农业生态 造成血缘文化的一脉延续 中间没有断点 而在古希腊 我在第一节课人类文化起源上就讲 由于它的自然物侯条件 不足以在人口暴涨的时候 以农业文明方式维系族群生存 而它借助地中海的狭小海盗 可以进行物质交换 可以在北非尼罗河流域和近东两河流域换取粮食 商业结构在农业结构不能维系的基础上过早爆发 而商业结构无法以血缘方式例行 于是早在河马时代 也就是公元前十世纪以前 它的人群血缘结构就被打散 到公元前六世纪 它的血缘族群结构几近消失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已经离开希腊原居地 而散布在整个环地中海周边 因此它每一个人变成自由单子 它已经没有血缘人间联络 于是它得造出神来 作为人类维系自身关系的中介 那么由此它的神学发展 法学发展 其他理念发展 它的政治结构也由此发生相应的变革 最典型的就是公元前六世纪 发生在雅典的梭伦变法 大家知道梭伦做首席执政官 他做了重大的改革 他以执政官的身份作为仲裁者 在贵族和平民的利益间寻找平衡 他用新法废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西特权 确立了公民和公民权利这样的文化概念 接着确立了公民大会这样的政治制度 他虽然并不公平 把公民爱财产的多寡分为四个等级 各自的权利并不平等 但是他第一次平衡了各派利益之间的关系 使得所有自由民在利益上 有了妥协和让渡的余地 由此建立契约社会 也就是不成文法的法治社会 这个东西后来被古罗马继承 因此在古罗马 公元前五世纪就出现了十二同表法 大家注意 这个十二同表法制定的过程 并不由执政官制定 而是在贵族中选取五个代表 再在平民中选取五个代表 组成十人制宪会议和委员会 来制定法律 然后制定的这个法律 其中在第九表公法中有一条规定 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 制定特别的法律 从而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也就是人跟神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神之下人是平等的 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 以神为最高中介 以法为整个纽带的一个平衡结构 是因为血缘结构消失 人际关系不通过契约协商的方式 无法维系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西方的这个思想体系 文化体系 法治体系 民主社会体系 它是生存结构的产物 就像中国的血缘家族结构体系 和中校体系 它也不是某人心一时冲动缔造的文化 它是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 所达成的生存结构之不同 所缔造的不同文化构型 由此就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概念 这就是家人和公民的区别 在中国自古迄今都没有公民概念 我们所有人只是家人 你只是家族中 血缘纽带中的一个成员 孔子说过一句话 他给曾子说 他说身乎五道一以贯之 说我的整个理论 其实就是一个基本核心和线索 这叫一以贯之 曾子出来 其他学生就问曾子 说老师讲这话什么意思 曾子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夫子知道中数而已 他说夫子的学说 就是中数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 站在平民人际社会关系上 叫推己及人 为人忠诚而宽恕 叫中数 推到政治结构上 就演成与君中数 也就是忠于君父 而且君王所犯的任何错误 你都要宽恕 由此从家人演制为整个社会 但社会结构仍然是家人结构 那么家人和公民的区别是什么 家人不讲平等 因为爱有差等 理有尊卑 但他相应的也有另外一个结果 不允许竞争 亚裔竞争 因为在血缘结构内 不平等是铁定的 是生物性本源规定的 在这个结构中 你永远无法竞争 你总不可能竞争 把父亲变成儿子 这个是竞争亚裔 结构 而公民是什么 是一个在上帝之下 在神灵之下 平等的人际结构 而一旦平等 社会结构要分化 怎么分化 竞争 事是一个平等竞争结构 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 它的内含有重大区别 我们现在讲一下竞争结构 大家要知道 生物结构内 面临两种竞争 第一叫种间竞争 第二叫种内竞争 达尔文 种间竞争是很清楚的 达尔文为什么 在他的物种起源书的前言中 特别感谢马尔萨斯 是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里 第一次揭示了 同类物种 人类内部的竞争结构 由此启发达尔文认识到 物种之间的竞争 不仅有种间竞争 尤其要关注种内竞争 所谓种间竞争 就是狼吃羊这种竞争 所谓种内竞争 就是狼和狼之间的竞争 种间竞争是天虚 谁都没法克服 而且种间竞争 对物种不构成根本危害 它反而是物种生态熟练平衡的一个系统 但是种内竞争截然不同 由于种内大家是同一个物种 大家具备同等的竞争力 具备同等的爪牙 一旦竞争起来 就会表达为极为激烈 而又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无从躲藏的竞争 形成生物生存的最大压力 物种的种内竞争 构成物种内部最大的压力 也构成任何物种内部最大的危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力越低的物种 它的生存反而越稳定 死灭速度越慢 因为它能力偏低 种内竞争的烈度也就偏低 食物链越高层的物种 灭绝速度越快 是因为它的能力过强 它在种间竞争似乎有优势 但它在种内竞争上造成极严重的伤害 从而构成它们的生存危机大大加重 孔子学说在远古时代 他不自觉地发现 人类面临的最重大问题 是种内竞争问题 我们借用今天人类科学的发展 我们才能看明白 孔子当年反复强调 种内和谐这个重要性 也就是人类是一种能力极强大的物种 如果人类不能化解自己的种内竞争 不能形成种内的制约关系 人类就会给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 因为人类已经在所有生物食物链的最顶端 它不面临种间竞争问题 它所面临的一切灾难都是种内竞争 这就是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 人祸逐步取代天灾 是一个铁律 是因为人类能力的不断提高 就导致人类种内竞争越来越恶化 从而给整体人类生存 构成巨大威胁 大家再看 孔子的学说核心是客己富利 也就是站在东周末期要倒退到周公弹治理作业的西周早期 它显然是反动的 它是要维护封建制度的 我在前面讲过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的是君主专制制度 是打掉了封建制度 为什么在这之后 反而孔子学说被抬高到国教地位 是因为即使孔子本来是想保全封建社会 但是由于他克制种内竞争的这个力度极高 在君主专制社会中 也能够建立稳定的尊卑有序体系 从而有效的亚裔东亚农业文明的种内竞争 这就是孔子学说 虽然在君主专制制度秦汉以后 他完全是被歪曲施行 绝不是孔子物从周的那个理念 却构成中国文化两千年的思想基石的原因 这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理解的 但是大家也要明白 用孔子尊卑有序的方式 讲人类不平等的方式 寻求今天人类内部竞争的重新整合 显然已经过时 因此孔子的学说衰败了 因此近代打倒孔家殿的口号响彻云霄 但孔子学说所关注的基层问题 却是人类迄今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孔子学说 因此构成今天乃至人类 未来文明再造的基底层参考系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再另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孔子思想的历史和理性 我前面讲 孔子以农业文明血缘结构 维系超血缘社会的稳固发展 今天全球进入工商业文明时代 孔子学说过时了 我们今天从上个世纪初业开始 批判孔子学说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你要想真正理解儒家学说 你要想真正有效的批判和参考儒家学说 你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理解它 大家要知道孔子当年的思想 他的学说体系是维护当年农业文明社会结构的 有效系统 这叫孔子文化的历史和理性 我给大家举例子 儒家文化主张守治三年 也就是父母死了 儿女为他要守孝三年 这个制度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太荒唐 因为父母总不可能同一天死 古代人平均寿命只有39岁 活到16、7岁才开始明白活人 真正明白活人只有20年 父母又不可能同一天死 父亲死守孝三年 砸个草炉在坟边守孝 母亲死又砸个草炉再守孝三年 好不容易有20年明白人生 六年都去守坟去了 这件事看起来实在是太荒唐 可为什么它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重要的 基本的 而且我说是最符合人性的一项制度 是因为人类的感情受到深度挫伤 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平复 现代人 你受到最严重的感情挫伤是什么 你只有一条 失恋 恋爱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让他顺利恋爱 他热不到哪里去 你给他中间设一点障碍 比如父母不同意之类 两个人会爱得死去活来 然后你在他爱的最高峰上把它折断 这叫失恋 这是非常可怕的 他会受到深刻的感情挫伤 以至于会发生殉情 就是有人会为此而自杀 他就算不自杀 他至少三年找不见对象 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 要知道 古人 他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极为切近 他跟今天日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完全不同 今天孩子两三岁 你就把孩子扔到托儿所了 甚至刚出生 你就把他扔给爷爷奶奶了 然后孩子不睡觉的时间 全跟父母不在一起 托儿所 小学 中学 大学 他清醒的时间 基本不跟父母在一起 不仅如此 父母居然做老师的帮凶 老师逼着孩子读书 孩子已经够苦的了 孩子不爱读书才是正常的 你见过哪个猴子抱着一本书坐在树上读来着 父母比老师还凶恶 打着闹着让孩子读书 所以今天的孩子不把父母视为敌人 你就算烧高香了 可是古代不同 古代的孩子跟父母纷纷描描在一起 父母不仅要养孩子 还要叫孩子 叫教养 从来不分离 大家注意叫这个字 他在假经文上 上面是两个禁诀符号 画两个叉 底下画一个孩子 旁边画一只手 手里拿个小棒 什么叫叫 他告诉孩子不要干什么事情 所以古代的教绝不是今天的满堂冠 给你讲知识 冠得你头昏眼花 古代的教是告诉孩子 手扶着孩子不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古代人们生活在丛林之中危机四伏 各种动物都可能侵害孩子 因此古代的教是非常柔和的 是直接保护孩子 请大家想想 古人跟自己的父母教养在一起 几十年 感情都深 突然有一天 父母死亡 孩子受到的心理和感情挫伤 远比今天情人恋人的那个失恋 要严重得多 所以他三年期间心智混乱 什么也干不成 还不如砸个草炉 给父母守校 因此当年它是最符合人性的一项规定 大家知道在中国政治学上有一个词汇 叫夺情 什么叫夺情 皇帝的骨功大臣 人家父母死了 按道理 皇帝应该给人家放三年丧嫁 皇帝缺不了这个重臣 于是只给他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时间就要求他回来工作 这叫夺情 换句话说 即使贵为天子 也轻易不敢干这种违背人性的事情 这叫三年守治 我在讲什么 为父母守坟三年 这不是孔子的规定 它是孔子之前 古人跟父母感情关系的一种直接体现 孔子只不过把它伦理化了 它当年是最符合人性的一项规定 你不理解这一点 你就理解不了孔子文化 在今天看来那些严重背离的存在 其实当年是最呵护人性的一种学说 我再举个例子 孔子讲男女大凡 孟子把它表述为男女受受不侵 我们近代拼命地批判孔孟的这一条 说他的男女大凡 严重放矮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 造成一系列恋爱悲剧 比如梁山博 朱英台之类 可是你要想想 古人为什么讲男女大凡 大家要知道 不但中国人讲 全世界都讲 西方人在中世纪的时候 男女大凡是非常严格的 以至于桌子腿都要用布包起来 免得你看见桌子腿就想起女人大腿 他甚至给你没有结婚的女人 或者丈夫外出的妻子要带真结锁 用铁做的一个三角裤叉把它锁起来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人类远古时代 为什么男女大凡非常严格 是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都生活在自己的血缘族群之中 请大家想想 在一个血缘群团中 如果你自由恋爱 会是什么结果 你一定是爱的自己的妹妹 哥哥 表妹 堂兄 甚至叔叔 已已久久 你一定乱伦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讲 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 是因为只有媒妇和父母 才能够分辨哪一个人 跟你的儿子和女儿没有血缘关系 组合以后不至于发生乱伦 那么为什么乱伦特别重要 一定要防止 是因为所有动物都必须禁绝乱伦 我想大家都看过前几年演的一部美国电影 叫狮子王 他把他演成哈姆雷特了 他演的是狮子王的弟弟 也就是小狮子的叔叔为了篡夺王位 杀掉了狮子王 然后把小狮子赶出群外 但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即使小狮子的父亲 狮子王存活 在小狮子性成熟那一天 他也一定把雄性小狮子 咬得血淋淋的赶到族外 干什么 防止乱伦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所有动物中 他的子带 长到性成熟那一天 两性中必有一性 要被父亲赶出门外 赶出族群之外 比如狮子社会 猴子社会 在雄性性成熟那一天 雄性孩子要被赶走 比如野马社会 雌性小马性成熟那一天 会被父亲咬得血淋淋的 赶出族群 干什么 防止乱伦 为什么所有的动物 都要防止乱伦 请大家看一下 所有生物的基因结构 大家知道 生物的DNA螺旋结构 叫双螺旋结构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边叫主位基因 这边叫对位基因 两路基因排成长链 扭转起来 叫基因的双螺旋结构 请大家注意 人类的动物的 所有后发高等动物 它的这个后发基因 都是病害基因 这句话什么意思 到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所有疾病 都是遗传病 我举个例子 感冒 遗传度14% 为什么 比如 感冒虽然是病毒感染引起 但一场流感过来 有的人得 有的人不得 有的人重 有的人轻 为什么 因为个人的先天免疫素质不同 因此感冒的遗传度14% 但绝大多数疾病遗传度高达6-7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疾病 你这一代出现 考察你的父母追足家族史 父母这一代没有 然后再考察上一代 爷爷奶奶这一代出现了 这叫隔代遗传 为什么会出现隔代遗传 是因为 所有进化基因都是病害基因 如果它的对位基因 跟它的主位基因完全一致 这叫存核子基因 如果它的对位基因和主位基因不一致 这叫杂核子基因 什么意思呢 只有当这个病害基因 保持存核子关系 这个疾病才会显发 临床上叫显性遗传病 如果父母把这个基因传下去 父母本人有这个病害基因 但是它的基因结构却是杂核子关系 他遗传这个病害基因 他自己却不显发 这叫隐性遗传病 这就是隔代遗传发生的原因 好了 我讲到这儿 为什么所有动物都禁绝乱伦 都有乱伦禁忌 是因为你跟有血亲关系的人 发生婚配关系 由于血亲之间同行基因率极高 发生存核子基因的基率大大提高 也就是发生显性遗传病的概率大大提高 在长时段的生物进化过程中 凡是没有本能的乱伦禁忌的能力的物种 都会因为显性遗传病在族群中大量爆发而快速灭绝 可见孔子学说当年提出男女大房 实际上是维护中华民族的血统安全 请大家理解这一点 为什么到今天你可以自由恋爱了 是因为今天社会高度超学员化 你在托儿所小学中学大学 你遇见自己直系血亲的概率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因此你可以自由恋爱 甚至可以性解放 至少造成这种乱伦发生的几率已经非常之低了 请大家再想 如果在远古社会自由恋爱 它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普遍的乱伦状态就会发生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你要想理解孔子学说 你必须回到那个时代 他的学说在当时他的那个时代 是非常合理的 是维护人类生存的文化适配系统 请大家务必理解我所讲的内涵 而且大家还要知道 孔子学说极为人后 中国古代一直用一个词形容孔子学说 叫宅心人后 要知道 当年的贵族 把普通老百姓 尤其把奴隶 根本就不当做人 大家知道孔子十分儒雅 被他的弟子称为温良公俭让 可竟然在孔子的文本中 我们会见到孔子唯一一发粗口的一句话 骂人的话 为什么 这句话叫 始作庸者其无后乎 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社会有殉葬制度 君王和贵族死了 会让自己的奴仆被宰杀 一起殉葬 孔子坚决反对殉葬 他不但反对殉葬 他看到有人做出泥勇 做成人的样子陪葬 他都大为恼怒 他认为这是对人的不尊重 是对殉葬制度的留恋 因此他说 始作庸者 你会断子绝孙 身为温厚的孔子 居然发出这样的粗口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孔子的人后之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孔子文化在他的当年 每一个点滴之处 都有维护生存的效力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客 孔子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守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在第一位 第二位齐家 我前面讲过家族关系 大与国家关系 齐家以后才治国 治国不是目的 平天下 有天下观 他为什么把修身放在最底层 因为众德文化 是一个维护文化 孔子众德到什么程度 他讲 什么意思 他说 我看到一个人很守得 那么我立即就要跟他对齐 这叫 见贤思齐 他说 我看见一个人 做了一件拜德的事情 我马上就要反省 我身上有没有这个略根性 这叫 见不贤而内自行也 孔子守得到什么程度 慎独的程度 也就是独自一人 也严守道德底线 当然慎独这个词 有很多种解法 今天人类 道德论丧 高度论丧 我前面讲过 今天是冥冕而无耻的时代 法律禁止的我都不碰 凡是法律不禁止的 再缺德的事我都敢干 今天人类之所以遵行道德 是把它作为一种装潢 作为一种装饰 这是第一 第二 是把它作为一个策略 什么叫策略 就是我在这个场合下 之所以遵守道德 是因为我不遵守道德 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损害 如果它是这样一种策略性运用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在这个场合不遵守道德 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会立即抛弃道德 这就是人类今天的状况 这也就是法治社会必须出现的原因 那么孔子为什么最讲道德 我们下面得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我前面讲课一再讲 人类原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最底层 低层文明所建立的农业文明文化系统的精雕细琢和完好保留 因此它代表人类最底层的思绪 而我又说越底层的东西 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 因此当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思绪的最底层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理解一样东西 就是它一定是跟生存维护具有最重分量相关关系的内涵 那么什么叫道德 它是生存之规定 或者叫维护生存之规定 什么叫法律 它是社会之纽带 或者说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纽带 这两者的轻重是完全不同的 我先解释 为什么孔子所关心的重德问题 守德问题 是生存之规定 人类学家 在上个世纪初业 那个时候中国的云南 非洲和印度尼西亚 还存留着大量的原始始祖社会 人类学家做田野考察 所谓田野考察 是人类学的一个学术方法 就是要跟自己考察的社会 建立同吃同住深入其间的学术考察 这叫田野考察 人类学家在上个世纪初业 到原始始祖社会中做田野考察 跟他们同知同住数年之久 结果发现 原始始祖社会只遵奉两项道德 第一 乱伦禁忌 不得乱伦 我前面讲过 乱伦禁忌是生存之规定 但凡任何一个物种 违背乱伦禁忌 物种会快速灭绝 第二项道德 不得吃人 大家最近在网站上 经常看见原始食人族 请注意 那是网站上和舆论界的噱头 食人族在人类原始始祖社会中 是非常罕见的 人类原始社会 它的最重要的两项道德 一个是不得乱伦 一个就是不得吃人 为什么不得吃人 是因为所有生物物种 都不食同类 大家注意 在生物物种中 吃同类的现象 是非常罕见 比如螳螂 它在交配的时候 雌性螳螂会吃掉雄性螳螂 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和罕见 它是一个特殊的 维护生育的方式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今天不讨论 就生物总体而言 99%的生物 都不会发生同类相识的事件 为什么 是因为任何致病微生物 病毒或者致病菌 不交叉物种作为宿主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 人的结合菌不感染牛 牛的结合菌不感染人 于是医学界就把人身上的结合菌抽取出来 培养浓度以后 注射给牛 由于牛这个宿主 对人结合菌不易感 于是在牛体内 把它培养260代以上 在不易感的宿主中 致病微生物的致病毒力会逐代下降 260代以后 再把牛体内的人结合菌抽取出来 直接注射给人 这叫减毒活疫苗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致病微生物不交叉物种作为宿主 也就是不同时感染不同的物种 我们今天看到的株流感 禽流感 是这一类病毒发生严重变异 它开始侵犯其他物种 比如侵犯人 但它对禽类和猪类的致病力立即下降 我讲到这儿 已经讲明 为什么所有生物不食同类 因为吃同类的动物 它会造成一个病毒或者细菌 在自己本种群内大规模的感染 从而形成灭绝性瘟疫 也就是不断吃同类的物种 它在长期的生物发展过程中 会相当快速的 由于瘟疫的不断爆发而灭绝 因此自然选择 一定把那种建同类的肉 就感到恶心的物种才保留下来 而把吃同类的物种会淘汰掉 大家请明白 我在讲道德是什么 生存之规定 这就是道德的分量 请大家注意 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讲过 人类文明的过程 就是道德逐步施放的过程 我这样讲 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觉得明显的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 它的人民道德水准越高 请注意 你看错了 我们一般人对社会 对现实的评价 我把它叫情境评价 我说你今天生存成本越来越高了 而不是物质越来越丰富 我说你生活越来越不稳定了 你焦虑感越来越重了 你不是越来越幸福了 而是越来越不幸了 大家都会哄堂大笑 因为大家觉得我说的是反话 是因为你做的是情境评价 你站在你今天的生存结构中 你站在你今天已经高度适应的生存环境中 回看古代 你觉得你无法适应他 你觉得他的生活状态比你恶劣 这种评价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自己的主观情境 成为了你的评价尺度 什么是有效评价 叫终极评价 也就是脱离自身主观情境的评价 这叫大尺度评价 为什么越高级的物种灭绝速度越快 为什么文明越发展 人类的灾难越社会危机越严重 你拉开一个大尺度 做维持生存 维护生存 这个终极评价 你才能说清 古今社会发展究竟是有幸还是不幸 找见终极评价的尺度 才是人类文化和人类学术 最根本的建构要素 我举个例子 表面上细节上看 我们今天人类好像变得很温和了 可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类的总体文化穷相 变得越来越恶毒 比如近代史评 历史评价 把荼毒天下者视为造史英豪 要知道中国古代 商鞅 秦始皇 草草 这些人在中国文化界的评价是很差的 因为他们荼毒人类 而今天 在政治评价上 他们居然都是历史正面人物 我再举例子 人类古代贫富悬殊极低 农业文明 所有的人你是不可能发大财的 每个人体力相当 人口很少 凭自己的体力开垮土地 人人可以开垮一百亩左右 粗放耕作 谁也付不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 人们不追求贪欲 不追求过分财富 而到了今天 资本时代 能炼聚财者 被万众眼线 这都是人类在经济社会中的大劫 基本状态 越来越恶化 再比如 人类古代 做兵器者 他自己都是很惭愧的 老子在他的文本中 说过一段话 意思是 代厮杀者自着 什么意思 他说 只有天地 天道才具有 生杀欲夺之权 人没有屠杀别人的权利 这叫代替厮杀者 只有天道才能管别人的生死 人类去荼毒残杀别人 这叫代替天道厮杀 他说代天道厮杀者 你一定会割伤自己 叫自着 因此人类古代 是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老子的思想 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它是人类当时的普遍见识 因此古代造兵器的人 他是很惭愧的 他是不敢把自己造兵器 当做一种荣耀来宣扬的 可大家知道 今天 各大国家 制造原子弹 轻弹和导弹的人 被奉为民族英雄 他们显然是人类的灾行 他们显然要毁灭人类 人类给他最好评价 也就是我们在大节上会看见 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越来道德越淡薄 内在里越来越爆裂的进程 这就是孔子文化 宅心人后 以及注重道德的价值 他从根本上维护人类生存 而人类今天 却逐步远离了他 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人类 所有古文明中 唯一一脉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首先是由于东亚的封闭地貌 造成的民族扰壤很难进入 但孔子学说的 底层血缘结构的力道 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得以置而不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就是社会发展看起来停滞了 但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安全 确保两千多年 而不发生摇坠 而且 孔子文化 中国的这个文化 看起来是一个低质状态 却是一个低质约束状态 它从根本上维护了种类平静 抵制了或者约束了种类竞争 从而导致人类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生存相对安宁 今天人类远离了这个东西 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大下将冲 大家知道 今天的人类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出师有名 就是我要打仗 我必须找一个借口 找什么借口 道德借口 这叫道德制高点 人类做任何事情 即使做一件邪恶的事情 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件道德制高点 是因为只有找件道德制高点 他才最有感人的魅力 道德为什么最能感人 道德为什么跟人类的骨子和灵魂相通 是因为道德维护人类最底层的生存规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 不是政治家 不是军事家 而是三个道德规范最高的道德载体缔造者 大家看 佛教 释迦牟尼 他身为王子 他居然要求他的僧家 也就是僧团组织 只能到寒门之家去化缘 他在干什么 寻求贫贱人群的高贵身份认同 由于他的道德力点极高 因此迄今影响佛教东南亚和东亚社会十几亿人 魅力之强 塑像之高 任何人不能比较 大家再看第二位 耶稣 说起来 耶稣简直就是个邪教 大家知道 基督教的前身是优太教 优太教只承认上帝耶和华 基督教托元于优太教 但是他却承认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犹太人绝不承认 说上帝怎么会化成肉身 圣母玛利亚怎么会不孕而生 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 说玛利亚是祭尼 这就是欧洲基督教文明 长期具有反优文化的原因 大家要知道 希特勒第二次塞加大战 屠灭六百万优太人 绝不是突然发生 它是欧洲基督教文明 两千多年反优文化的积累 你读一下 莎士比亚 它的剧里面 有大量嘲弄优太人的东西 耶稣宣告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他作为一个肉身凡人 他居然敢 因此在优太教看来 他简直是一个邪教 可耶稣为什么今天 被十数亿人所尊崇 是因为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为人类的原罪救赎 他的道德感人之处 征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大家再看孔子 我前面讲过 宅心仁厚 棘手道德 学说的全部核心在首德上 因此他成为东亚儒学文化覆盖区 数亿人到十余亿人的文化宗师 我在讲什么 道德是生存之规定 它具有最高的表面魅力 同时具有最深测的维护生存之效应 这就是古老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大家听明白 比如我讲老子 我说他的保守论 而不是进步论 是他最基层 最底层的文化参照系 我讲孔子 讲他的首德 是最底层的文化参照系 因为这些东西今天都消失了 因为这些东西今天 甚至都变成反论 进步论取代保守论 法治取代道德 而人类丢失的究竟是什么 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课 我在讲西哲课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话题 我说人类古代文化有三大类 第一叫重德 第二叫信主 第三叫爱智 我说古希腊时代 它的文化叫爱智 而爱智是人类智力潜能 和智力储备的调动 什么是重德文化 请注意 人类缔造文明的用智形态 有两个项度 一乃扩大内向的合作范围 或团结群量 二乃 二乃扩大外向的探索范围 或求知深度 前者将虚构的故事 伸展为重德或信重 后者将虚拟的丝境 伸展为精密逻辑的爱智 即呈现为假设与证明的哲克思维 两者必定同时展开 而各自的侧重却有所不同 大家注意听懂我这段话 就是人类的智力伸展 在两个方向上发展 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 假设和虚构上的 我前面讲过 它的一个方向 虚构建立人类内部的 合作扩大范围 一个是外向的 寻求知识和智力的深化 那么这两者什么更重要呢 我讲西哲的时候 大家觉得爱智文化太精彩了 可你不要误解 爱智文化是人类能力的极端调动 而众德文化是什么 是人类内向合作的安定保障 这两个向度是相反的 如果你的内向合作不能协调 你能力越提升 人类面临的危机就越严重 什么对于人类的生存最重要呢 人类内部的协调 避免过度恶性的种内竞争 要比能力的提升重要的多 也就是众德文化 就其维护生存的效益而言 它比古希腊爱智文化 人类今天调动大量的科学技术 提升自己的能力 重要的多 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是什么 如果种内竞争 内部合作不能协调 能力越高 人类自我毁灭的前途就越大 中国仲德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看 它是调动智力最浅的文化 大家知道信主文化 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信神的 它虽然没有哲科文化的发育 没有过度调动智慧 但它得虚构一个神 然后它得去求证这个神的存在 它的调动智慧的力度 虽然没有哲科思维古希腊哲学调动的高 但是却比中国的众德文化调动程度偏高 中国的众德文化是一个智力调动最低的状态 它几乎就是动物社会的直接延伸 是动物血缘结构社会的文明解释和理性解释 所以它调动智慧的幅度最浅 表达为一个最低质的文化 可恰恰是这个最低质 最基层的文化状态 却最有效的处理和解释了人类内部合作的众德要素 它是生存之规定 而爱之文化不断的调动 其结果是什么 是人类内部竞争越来越激烈 我在前面讲过 公民和家人血缘结构下的人和上帝前面平等结构的人 区别是什么 公民讲平等但同时调动竞争 家人讲尊卑有序却亚裔竞争 种类竞争过度可酷 这本身就是非常可怕 如果再配上能力的提升会是什么结果 请大家想想 如果两只公猴子在争夺雌性生殖资源的时候 居然手里有枪 这两只猴子的命运会是什么 请大家再想想 如果这个猴子的手里居然有一颗原子弹 这个猴群会面临什么结果 所以单纯的能力提升 不去维护种类竞争的平衡和消解 它是人类的巨大灾难 这就是当我讲西哲的时候 讲爱智文化看起来精彩 可你今天要理解我讲孔子的重德文化 可能不精彩却更为深刻 这都是大家要特别理解的 我这一节课要讲的东西 我现在专门强调一下参考戏 我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讲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最原始文明思绪的保留 我说越低级的东西越具有参考戏的作用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请大家注意参考戏这个词 它是物理学的一个词 比如牛顿力学 它分惯性参考戏和非惯性参考戏 我只举例子 概念太复杂了 比如你站在地面上 地球高速运动 你无感 这叫惯性参考戏 如果你坐在一辆车上 同样以地面为参照 你能感到高速运动 这叫非惯性参考戏 大家知道 物理学研究的是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移 而我的哲学研究什么 研究演化运动 请注意物理运动和演化运动是两个概念 物理运动是物质的外部运动 演化运动是物质的内部运动 内质运动 什么是哲学上和文化学 人文学上的参考戏 就是越底层的文化 它所诉求的 所讨论的问题 是越跟人类基层生存关系紧密的问题 因此它具有更重要的 在文明发展途中的参照作用 它的参照视角有两个 一个叫发生学上的根源性和基础性 一个叫发展轴上的叠加化爆裂化 中国文化 它是人类最底层 在发生学上的根源性和基础性问题的探讨 参照人类文明在发展轴上的叠加化和爆裂化 它构成对人类文明进行终极检讨的最好参照材料 这就是我反复讲 中国文化是人类建构下一期人类文明稳定生存和安全生存的重要基底层参考系 这句话的含义 请大家特别注意理解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 大家回想我刚才讲孔子重德文化 实际上讨论的是人类种类竞争的克服问题和协调问题 那么你就能够理解孔子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今天会觉得他太荒唐的一句话 叫不换寡而换不均 不换贫而换不安 他说人类社会的稳定 不担心物质贫乏 而要担心物质分配不均 他说人类社会的生存 不用担心贫困 只要担心生活越来越不安 什么叫不安 越来越躁动 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危机 他跟工商业文明追求财富 鼓励竞争 完全是相反的观念 但回到维护人类基本生存上看 他却讨论的是最根本的问题 提出的是最根生存稳定性相关的学说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发现生物史上能力越高的物种 灭绝速度越快 因为它们的内部种内竞争太激烈 越来越激烈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国的低质重德文化 稳定存在两三千年 从来没有尊败 而古希腊竟然在公元前四世纪骤然消灭 骤然中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文明发展程度越高 我们今天远远脱离了农业文明 我们财富巨大 我们能力高强 可人类面临重重根本危机 以至于面临整体人类的生存危机 显然 以这个参照系的眼光去看 人类未来的生存难题 是这样一个难题 就是在突进发展与稳重手持之间 高难度抉择的一个难题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对这节课做总结 我一再讲 大家听懂我讲孔子在讲什么 我前面讲孔子文化浅薄而直白 可我后面为什么给孔子文化极高评价 是因为人类文化只不过是生存结构的产物 这是我上第一节课就反复强调 这就是我说黑格尔读不懂孔子 才会对孔子做那样低的评价的原因 因为西方的工商业生存结构 和中国的存农业生存结构完全不同 而我又一再强调 我所讲的生存结构 绝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概念 因为今天生产力生产关系 相匹配的这个观念 我们很明显看它是有问题的 比如中国 比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东方国家 他们今天的生产力 比古希腊时代高上万倍 上十万倍 可他并没有建立古希腊系统 希腊罗马系统 今天西方的那个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 所以这个学说出现了重大的悖论 我所说的生存结构 是指自然存在动视 与自发眼存要素之总和 是指人类生存的内外决定要素 这个东西跟人类的生存文化 是有一个适配关系 至于我所说的这个自然存在动视 与自发眼存要素之总和究竟是什么 大家得去读我的五眼通论 或者期待最后一天第十二天课的内容 我在这里只是想告诉大家 理解孔子文化 必须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生存状态的匹配关系 和历史和理性 这是你理解文化 理解中国文化 理解人类文明 理解人类文明突进参照系的所有这些内涵的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课程范本 而且大家还要记住 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时间范长 人类文明的演动是一个自然过程 我第一节课就讲这个话 人类文明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你没有选择 你想停止也停止不了 由于这个原因 人类的一切再伟大的文化 最终都会失效 它一定只在一个时间范畴内有效 它最初一定是维护生存的 而后一定是戕害生存 中国文化为什么近代衰落 是因为它严重的阻碍了中华民族 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进 因此它近代被抛弃了 这是大家理解传统文化的第二个要义 我为什么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学者 打倒孔家殿的那一批民国学者 如果我们站在进步论立场上 我们就要高度尊重它 是因为他们清理了中国的传统旧文化 使得中国社会转型得以比较顺畅的实现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看 印度古文明 埃及古文明 他们今天比中国衰落得多 说起来印度被英国人统治 因为印度今天官方语言之一都是英语 印度是民主制度 但是它的发展却出现种种问题 为什么 最早的古文明 古埃及 它今天发展状况紊乱 社会发展头绪不清 为什么 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清理 中国人由于上个世纪初业 不断的反省和清理自己的传统文化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扫除了社会转型的思想文化障碍 由此构成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突进 这都是大家要注意理解的 所以当我们讲传统文化价值极高的时候 请大家记住 它在人类社会演进发展上 是一个时间范畴 而不是一个永恒价值 同时 我们永远不能抛弃 它的基地层参考系 大家知道我们近代讨论中国传统文化 不断的用两个词汇 叫糟粕和精华 可没有哪个学者能说清 中国传统文化哪个部分是精华 哪个东西是糟粕 实际上 糟粕和精华只能这样看待 但凡是你把古代文化拿来直接应用 它的表达都是糟粕 但凡是你把它的底层思绪拿来作为参考系 它的点点滴滴都是精华 我举例子 你拿男女大房 今天来用 不是笑话吗 不是糟粕吗 你拿以德治国今天来用 反对以法治国 不是糟粕 不是笑话吗 可是你反过头来 以参照系的方式看它 它全都是精华 众德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底部 它得不到维护标志着人类的全面危机 在思想文化形态上的表达 所以我再说一遍 在操作层面上 不加分辨的使用古老文化直接应用 再好的文化都是糟粕 在思想参考系层面上 传统文化的点点滴滴都是终极评价的参考系 极底层参考系 于是就是它显得全都是精华 这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评价 以及对它在应用点上的关注焦点所在 我今天讲孔子 首先讲了孔子所处的总体时代背景 讲了中国先秦时代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讲了儒家兼具人类原始文化的三大基本要素 讲了孔子文化得以发生的东亚生存结构之温床和土壤 讲了孔子生平简介及其务实型工业评价 讲了孔子学说的血缘内核和守旧力度 讲了孔子思想的历史和理性 最后探讨了众德文化的基础性参考系意义 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在这个层面上听懂这节课 你真正理解了孔子和儒家学说 究竟是什么精神基底 它的文化内涵究竟是一个怎样丰富的系统 儒学 孔子文本 从此你有了基本的理解和文本阅读的导向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今天讲法家 由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 对中国后来社会发展 人类生存构成最大影响的 是老子 孔子 和韩非子 因此我们把法家设为一个专题讲座 法家的发生过程 早期只是一个政治操作 直到战国末期 才被韩非子总结为一个理论体系 因此我们今天的法家课分两部分讨论 前半部分讲法家政治实操 后半部分讲韩非子 法论体系 法家的出现 标志着儒家学说退为背景 正如儒家学说的出现 标志着老子学说退为背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我们前面讲老子课了 老子的学说 主张回归小国寡民 回退到人类原始血缘始祖社会之中 回退到文明发生以前的生存状态 这到春秋时代 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断崖 这条退路是不存在的 因此老子学说尽管是接近于终极追问 却作为一个理念背景 排列在中国社会 诸子百家学说的底层 孔子学说 物从周 它是对人类文明社会 封建社会体制高度确认的 他是积极参与到东周社会的社会改造运动之中的 尽管他也主张回退 回退到西周早年周公弹治理作乐的时代 但他毕竟确认了文明发展本身的事实 我说孔子学说是对西周早年周公弹治理作乐的理论化整理 治理作乐我也讲了 所谓理 尊尊而亲亲的社会法统 所谓乐 古文原文讲 乐者通伦理也 也就是乐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 而是指大型社会祭祀活动及其乐章 表达的是意识形态的宣誓 叫通伦理也 孔子对理智文化加以系统的理论整理 孔子学说 整理的理智文化的核心 是尊尊而亲亲 我讲 它是动物血缘社会的直接继承 和传承 什么意思 大家想想 灵长墓社会 他们处理内部关系 亲和关系 怎么处理 亲亲 亲近有亲缘关系者 在灵长墓社会中 猴子互相之间 疏离皮毛 捉狮子 干什么 亲亲 联络亲族情感 尊尊 猴子社会 灵长墓社会 服从和尊重 有权位者 或者血缘族群中的族长 这就是猴王 可见亲亲而尊尊 是典型的 血缘动物社会的原有社会格局 理智文化 被表达为尊尊而亲亲 明显的是要承传这个动物社会 固有的温和的 被后来理性化表达为 以德治国的旧有结构 它非常柔和 它抹平竞争 它尊卑有序 但是随着农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到先前春秋时代 人口大规模发展 阶级社会分化 人际关系 资源关系 逐步紧张化 人类社会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甚至 可以说是越来越恶化 于是法家由此开始展露头角 于是柔和的 以德治国之主张为核心的 儒家学说退为背景 法家学说从根本上展现了 人性底层的一个极为黑暗的参考戏 展现了人性的一个重大略根性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 对它做以研究 对它做以考察 对它做以了解 以便于我们对人类文明社会 本身的背景状态 以及发展前景 好有更深远的展望 我先解释 中国甲骨文中的一个字 王 王这个字 孔子曾经给他做过一个注解 他说上面一横代表天 下面一横代表地 中间一横代表沟通天地的人 这一束代表沟通天地 这就是著名的三才说 可是在甲骨文中 我们找不到 王这个字的符号形象 显然 孔子解错了 我们在甲骨文中 见到王这个字最早的符号 是这样一个字 这个图形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一把斧头 斧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以斩杀内部自己人的权利 享有这种权利者叫王 可见当人类文明社会 进入到三皇五帝 遥顺于王制时代 暴力管控 以凸显为人类社会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要素 大家还要注意 法西斯这个概念 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念 它是引用古罗马一个权杖的名称 古罗马时代出现一个用一束棍棒中间加一把斧头的权杖 这个权杖的名字叫法西斯 它标志着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以暴力方式管控人类的结构 法西斯的原意表达或象征的是领袖至上 国家至上权力至上暴力至上 它是这样一个文明结构的产物 因此法西斯体制表达的是人类从以德治国进入以法治国 言行俊法管控社会的新阶段 中国的法家最早发生在春秋中晚期 跟孔子基本同时代 孔子之所以强调以德治国 就是想对抗以法治国的苗头 左传上有一句话叫 先王义士已治 不为形体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知道 在人类文明化早期 乃至之前 人类血缘社会族群中 从来没有言行俊法 社会管理模型是这样的 就是血缘族长 母系社会时候的老母亲老祖母 复习社会时候的老祖父老爷爷 他就是这个族的管理者 族群遇到任何问题 族长把所有成年人召集在一起 大家共同协商讨论 处理社会问题 这叫先王 以事已治 这叫不为行品 没有任何暴力管控 没有任何言行俊法 到春秋时代中期 这种局面 显然难以为继 私有志兴起 土地私有化发生 叫坏景田开闲末 我在老子课上讲过景田 它实际上是原始始族社会公田的 一种保留 到周代 其中至少还保留九分之一的公田 到了春秋中末期 景田制逐步完全崩坏 所谓开闲末 就是以地拢的方式 把公田分割为私有志 于是地主阶层 社会阶级 紧张对峙的局面出现 于是刑上代夫的社会转型 开始发生 左传记载 昭公六年 证人住行书 大家注意这里的昭公 是指鲁昭公六年 拿鲁国国使春秋来纪年 我昨天讲过这个话题 所谓证人住行书 是指郑国宰相子产 第一次以青铜器上 铸造明文的方式 建立文字法 这叫住行书 那么子产的立法 他的行书 现在已经失传了 我们看一下 子产在郑国最早立法 民间是一个什么反应 先秦时候 有一个民间歌谣吉子 叫御人颂 我们见到这样一首颂词 他讲 取我衣冠而住子 取我田仇而捂之 赎杀子产捂其欲之 这个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 赎产用财产税的立法方式 剥夺了我的财产 赎产以土地税的立法方式 剥夺了我的地产 如果谁能杀掉赎产 我愿意追随他 这表明 最初进入 以法治国时代 突然破坏上百万年的 以德治国的柔和生态 最初遭到社会民间的强烈反感 可是我们在 御人送这个吉子的后面 又见到了一个 另一首歌谣 这个歌谣应该和前面那个歌谣 相差的时间 不出若干年之差 情形却为之一变 他这样讲 他说我有子弟 子产毁之 我有田仇 子产执之 子产而死 谁其四之 他的意思是 我有儿女 都希望交给子产来教会 我有田地 该种什么庄稼 都希望得到子产的指导 如果子产死了 谁来继承他的事业 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候 在同样的御人送吉子中 对子产立法的状态 产生了明显拥戴的情绪 他表明 法治社会的出现 是一个必然 而且是社会紧张度发生以后的 一个恰当有效的调节方式 左转又记载 招公二十九年 也就是正人住行书后二十三年 进人住行顶 也就是静国也开始立法 大家注意 在一个青铜器上铸造文字 一般最多超不过三五百字 可见人类早年的立法 常文法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纲领化的 人类的法治 人类的法条 是随着人类社会复杂化 社会道德沦丧化进程 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变得越来越越速到 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 近人立法 标志着法治社会 在中原大地上 开始普遍推行 于是 也标志着 文明社会序列的 失稳状态 全面展开 因此 我们会见到 孔子的一个哀叹 他说 近其亡虎 失其杜一 他说静国要灭亡了 因为他管理社会的方式 失去了分寸 可见 孔子对法治社会 坚决抵制 并且认为 法治社会 言行俊法的管控 是对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枪害 孔子的这个说法对吗 错一半对一半 首先 静国灭亡 并不跟 静国立法 有直接因果关系 从这一点上讲 孔子所言 不对 但自从人类 进入法治社会 从此 社会稳定度降低 社会紧张度增高 社会内在争斗 和内在竞争 序列全面展开 因此一切文明秩序 从此进入颠簸 失序状态 从这一点上讲 孔子的说法和挨探 又可谓齐言不虚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 中西哲学启蒙课 法家虽然在 春秋末期 兴起 但法家作为 一个政治实操体系 真正落实在 社会管理中 是到战国时代 才真正规模化推行 大家知道 所谓战国时代 是指架空了 晋国国军的 韩赵魏三家 最终瓜分了 晋国 然后成立 韩赵魏三国 并在公元前403年 被当时的周天子确认 以此划线 战国时代来临 姓魏的这个魏国 因此是战国时代的 一个新生国家 他的第一任国君 叫魏斯 也就是著名的魏文侯 他启用了一个重要法家人物 作为他的重臣 这就是李亏 史书上有时候也把它写成李克 李亏和魏斯 据有关史书记载 他们都是 紫下西河学派的弟子 大家注意 紫下 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逝世以后 紫下建立西河学派 紫下的西河学派 最早表达出 孔子仁义理智信 理智思想中 展露法治思想的萌芽 就在紫下西河学派中发生 他最终成熟壮大在 寻子学说之中 李亏因此成为 中国战国时代 例行法家操作和法家理论建设的第一人 由于李亏 重农刑法 奖励更战 导致魏国在战国初起 成为所有国家中最雄强的一国 李亏在魏国最早变发 著作有法经是第一步以著作形式 由理论框架和详细条目的法论著作 这个法经后来一散 我们现在对法经的了解 只能通过商军书和韩非子的法论文章 略有了解 李亏最早在魏国变法 他实行了这样一些政策 首先叫尽地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力推动农业发展 采取重农主义重策 鼓励开墾荒地 鼓励精工细作 这叫尽地利 所谓尽平敌 中国古代有两个词 一个叫敌 一个叫跳 什么叫敌跳 就是法家实行保护农业的政策 在封年 粮食价格下降 以平价购入为之敌 在欠收年节 粮食价格暴涨 以平价售出为之跳 那么最早建立这种 平易农业生产波动的政策 就是李亏 有效地保护了农业生产体系 然后他建立赏罚分明的制度 法律 费世青世禄制而选嫌任能 我前面讲过 人类早年都是世息制 只有贵族能够参与社会管理 能够做官 李亏最早在魏国就废掉世息制 选嫌任能 按能力选用人才 这使得魏国骤然强大 李亏当年采取了相当多的具体办法 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做详细介绍 我只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看 他做到何等的细节 他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定 凡是在诉讼场上被告原告的官司纠缠不清 怎么办 双方举行射箭比赛 谁见射赢了 官司谁赢 他在干什么呢 鼓励民间训练兵战 由于这个原因 因此魏国在战国初期是整个中原 各诸侯国 尤其是所谓七雄之中 其实是最强大的国家 李亏 魏向期间 重用了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就是吴奇 我们一说起吴奇来 大家首先会想到他是一个兵家人物 其实吴奇是一个重要的法家人物 我们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吴奇 吴奇 原本是魏国人 吴奇在魏国 由于杀人而逃亡 逃亡到鲁国 吴奇这个人 非常喜欢兵论 他到鲁国以后 就被鲁国国君看中 想用他为将军 结果鲁国有大臣提出 说吴奇的妻子 是我们的最重要敌国 齐国人 因此任用为吴奇 做鲁国将军 有危险 吴奇居然回家 杀掉他的妻子 从而最终获得 鲁军将军人命 这就是著名的 杀妻囚将的典故 那么吴奇 当年在鲁国 率领残弱的鲁国部队 打败过齐国的进攻 标志着他的 兵战能力极强 因此直到今天 中国古史上 只要你见到孙吴之学 孙旧之孙子 吴旧之吴奇 孙吴之学 就指兵家之学 由于鲁国 是一个礼仪之邦 吴奇杀妻囚将 这件事情 是一个太败德的事情 因此他最终 在鲁国待不住 又流亡到魏国 姓魏的魏 被李亏所重用 吴奇和李亏一起 在魏国建立了 最早的魏武族选拔制度 就是魏国军队 他的选拔和培训制度 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 吴奇这个人 用兵急剧谋略 而且爱兵如子 吴奇率兵打仗期间 天下无敌 他进攻秦国 秦国根本不是对手 当年的秦国 根本无法应付 吴奇的魏国军队 吴奇带领魏国军队 打掉秦国韩古关 接着打掉同关 一路进军 到关中平原 然后割出整个西河之地 归魏国所有 这就是魏国著名的西河军 这个西河军 直到商鞅变法 九年到十年以后 秦国强盛 商鞅率军打败魏军 西河军重新收回 然后当年的秦孝公 把其中商鞅之地 分封给魏央 商鞅从此才叫商军 可见吴奇军事能力之强 吴奇带兵 身先士卒 爱兵如子 史书上有这样的记录 说吴奇 看到一个士兵受伤 伤口会浓 于是俯身下去 为这个伤兵顺浓 也就是用嘴吸浓 这个士兵的母亲 听见这件事情以后 嚎啕大哭 于是有人就问他的母亲 说将军为你的儿子顺浓 你没有感激之情 反而嚎啕大哭 何故也 这位母亲说 儿子的父亲 我的丈夫 当年就为吴奇打仗 受伤以后 吴奇就为他顺浓 于是他从此不顾死活 为吴奇卖命 最终丧命沙场 今天他又为我儿子顺浓 看来我儿命不久矣 我们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出 吴奇带兵的方略 吴奇在卫国 旅有重要功劳 李亏逝世以后 吴奇自认为 他是有继承相位的资格的 结果不是他 下一任宰相田文 吴奇为此还专门找过田文 有过一场争论 田文死后又不是吴奇 第三任卫国宰相 就是著名的公书措 公书措登上相位 心里多少有点不安 于是接受他的一个门客的建议 来到卫王面前 给卫王讲 说吴奇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因为吴奇不是姓卫的卫国人 说你如果要重用吴奇 你就应该把自己的女儿公主 嫁给吴奇 如果吴奇接受 那么就证明此人可用 如果吴奇不受 就证明此人不可用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由于吴奇杀妻求将 当然是钻石及王老五 于是公书措就给卫王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他给卫王谈完这件事情 回身就请吴奇到他家做客 然后他嘱咐他的夫人 公然在宴席上羞辱他 公书措的夫人就是卫王的公主 所以他给吴奇留下一个极坏的印象 说公主狡喊不可为妻 因此当卫王后来跟吴奇谈 要把公主嫁给吴奇的时候 吴奇断然拒绝 公书措就用这样卑鄙的方式 把吴奇从卫国赶出去了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件事情 卫国这个国家 早期由于他是最雄强的国家 变法最早的国家 因此他对当时中原世界各国 具有巨大的人才吸引力 因此当时卫国集中了大量的人才 包括后来的商鞅 张仪 范衰 这些人都是早期在卫国的 但最终都从卫国流失 卫国最终衰败 跟他流失人才关系巨大 吴奇因此 而流亡到楚国 被楚道公重用 楚道公是楚国春秋末期 著名的明君 他到楚国最初担任 楚国晚君首 也就是一个郡的长官 一年后升任另引 也就是楚国宰相 然后吴奇开始在楚国变法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吴奇转化为法家政治人物 而不是兵家人物 他明法审令 也就是开始建立法治 简决路 也就是对原来的贵族 开始压抑 因为如果要在一个国家行新法 要变法 原有贵族集团一定是反抗的 一定是抵触的 因此吴奇一定得消解原有贵族既得利集团的势力 他怎么做呢 叫三世还田 就是贵族继承的土地 只能继承三代 三代以后收贵国有 从而削弱贵族的发展 再采取措施叫卑大臣 其中也就是对原有世西贵族 开始贬义 并且把他们远迁到楚国边荒之地 这个过程大家可以一听就明白 吴奇的变法 一定引起楚国贵族势力的强烈反感和抵制 然后整立制塞斯门 也就是整理国家官制 选贤任能 不允许继承制 承西制或者有私人受官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把无用任贤能 选贤任能的策略贯彻 历经耕养军训 像李亏一样在楚国发展农耕 同时奖励兵战 用大量的财政盈余 建立更大规模的军制 大家要知道 楚国在长江中下流领域 他在春秋时代也算得大国 因为他的土地面积极大 在所有各诸侯国中可以说是面积最大的国家 但是他很少真正成为一个强盛之国 在春秋时期和在战国初期 原因是我在前面讲过 自然的务侯条件太好的地方 不利于农业文明的发展 因此 因此楚国虽然地域广袤 但是呢 人口偏少 基本上还是不足智的状态 因此国家动员力能力很差 那么 吴启到楚国变法 使得楚国瞬间强盛 史记孙子吴启列传中记载 吴启变法仅一年余 他就强生到这样的程度 司马全原文记载 叫南平北越北并陈菜 就是往南灭掉了所谓百越 也就是岭南地区 包括中国最南部地区的 大量的蛮族部落 往北进发 兼并了陈国和蔡国 血三进西伐秦 打掉了魏国联盟军 同时向西讨伐秦国 祝侯换楚之强 可见当年的中原各国 不得不对楚国刮目相看 但是吴启的运气很不好 他在楚国变法不足六年 楚道王突然抱病而亡 楚道王一死 原由楚国贵族集团 立即带兵反叛 杀入楚宫 乱箭射杀吴启 史书上记载 说吴启死后都能够消灭 他的政敌 是指叛军杀入楚宫 吴启无处可逃 于是浮身在楚道王的尸体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 楚道王刚一死亡 还没来得及入土安葬 叛军就已经杀进来 于是楚军叛军的乱箭射来 既射杀了吴启 乱箭也射到了楚道王的尸体上 按当时的楚律规定 商己亡身者足 于是下一任楚王 楚宿王 楚道王的儿子 后来把这72家领导叛军的贵族 全部斩灭 这就是吴启死后都能够消灭政敌的故事 尽管如此 吴启在楚国的变法 由此正告中断 说起来 楚国地大物产茂盛 如果变法成功 楚国是最有资格最终统一中国的国家 大家要知道 法家学说 虽然发生在中原文明五国 但是他真正能够落实 只能在相对落后的蛮族之国落实 因为他的法学太可酷了 做法太残忍了 中原文明五国根本无法例行 当年如果吴启变法成功 他作为男蛮子 他可以把这个变法运动进行得十分深测 吴启变法要比商鞅变法早 因此楚国的强盛 也要比秦国来得早 如果吴启运气好 变法能够持续 那么楚国很有可能取代秦国 而成为最早统一中国的诸侯国 即便吴启变法失败 史书也有这样的记载 说楚有三户亡秦必处 说楚国哪怕只留下三户人家 最终灭掉秦国的也是楚国 事实证明后来果然如此 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 反秦战争秦朝最终被灭 被谁灭了 被楚人灭了 项羽刘邦都是楚人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大汉王朝其实是楚人建立的王朝 关于武器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 我们下面重点讲 商鞅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课 商鞅 原名叫卫养 保卫的卫 卫养 也叫公孙扬 大家从这两个名字上 就应该可以看出 商鞅最初是魏国人 而且是魏国公祖子弟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专门讲一下魏国 我们先看一下先秦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宋国 一个就是魏国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两个国家 是因为中国先秦朱子百家中 最重要的思想家 学问家 基本上都出生在宋国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前面讲过 周书记载 唯隐仙人 有书有册 就是只有隐商人 当年才是有文化的 武王灭商以后 就把商朝贵族 专门在朝歌之地 给他建立了一国 这就是隐国 而且任命 隐咒王的儿子 武庚 作为隐国首领 武王刚一世事 武庚叛乱 联合菜书管书 也就是武王的两个弟弟 派驻在中原地区 监督中原各国的 两个武王的弟弟 周朝的重臣一起叛乱 于是周公弹率军 扫平叛乱 斩杀武庚 囚禁管菜 然后把当年 隐商移民的贵族 另牵一地 这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之地 另立一国 这就是宋国 由于宋国是隐商贵族移民的风国 因此宋国文风茂盛 因此中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 老子 我前面讲老子课的时候讲过 老子很可能是隐商移民 而不是出国人 孔子 我前面讲过 孔子祖上宋国人 莫子 宋国人 辞子姓 莫子 子莫子 所以可以证明 莫子宋国人 庄子 宋国人 大家看 最重要的思想型人才 学术型人才 理论型人才 都出自宋国 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国家 这就是魏国 魏国 是武王客商以后 第一批71封国之一 大家注意 武王最初建立分封 这七十一国里分两部分 一部分叫封国 一部分叫福国 所谓封国就是 武王血亲和众臣 即将两性的封国 所谓福国 就是夏商两代原有的大部族 最后保留的固有封国 由于他们臣服于新政权 因此分封国 福国之差别 比如臣国 就是顺的后裔 比如启国 启人忧天之国 传说就是夏的后裔 这都是福国 那么武王最初分封的时候 把引上最重要的中属之地 也就是今天安阳周边的那一片地方 封给了他最亲爱的小弟弟康书 康书 因此对魏国后来的影响极大 也就是他坚守武王最初建立的封建制度 绝不允许发生任何变革 康书后代在魏国执政 取全面保守态度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在前面讲过 孔子悟书虽被把关 由于他的一个重要学生 子路的两位内兄在宋国做高官 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最早进入魏国 而且在魏国都留时间最长 三进三出长期办学 于是在魏国收留了一批重要的后续弟子 包括子夏在内 因此导致魏国重叠了第二重玩风 第一重 他是当年隐商中属之地 文化之重镇就在那个地方 第二重是孔子在那个地方办学 由此缔造了魏国独特的实用性人才 大家看魏国出现的人才 吴奇魏国人 魏秧魏国人 张仪魏国人 有学者认为鬼姑子有可能也是魏国人 大家会发现魏国是一批重量级的 实用性人才的发生地 但由于康书过度保守 康书极其后裔 导致魏阁难以变革 这些重量级人才在魏国无法伸展 于是纷纷离开魏国 另寻舞台 这就是魏秧从魏国 来到魏国的原因 说起来 魏秧是公孙阳 是魏国公祖子弟 也就是魏国国君这一脉的血脉 但他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底 居然来到魏国宰相公输措门下 做一个食客 大家知道战国时代 各国贵族有养食客的习惯 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 平原君 信陵君 孟长君 蠢申君 他们养食客最多净达三千之中 我们今天的大量成语 像鸡鸣狗盗 狡兔三窟 都是来自于这些食客的故事 魏秧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底 他竟然到公输措门下 做一个食客 也叫门客 然后被公输措认为 公输措府上的一个小官 官名叫中书子 公输措每次上朝以前 要跟他门客中能力最强 学识最广的人讨论国政 以便于他能够上朝有所禁言 他后来发现 这些门客中最年轻的魏秧 每次看法跟他人都别然不同 而事后都能够证明 唯独他的见解深刻而实在 于是公输措对魏秧刮目相看 但是公输措位高权重之时 从来不把魏秧推荐给魏王 公输措老麦将死之时 魏王来见公输措 这个魏王就是著名的魏惠王 后来也叫梁惠王 我简单说明一下 魏惠王这个人在历史上太有名了 尽管他实在是一个昏君 他之所以后来叫梁惠王 是因为丢失魏秧 商鞅在秦国变法 打败魏军夺回西河郡 威胁魏国固有首都安逸 逼迫魏国不得不迁都到大梁 也就是今天的开封附近 从此魏惠王叫梁惠王 魏惠王是个昏庸之王 为什么名气最大 好 拂庸风雅 大家知道 魏惠王当年广泛结交和善待 当时的著名著子 你读一下孟子的书 大量的篇章都是孟子 跟魏惠王见面时候的对话 你读一下庄子的书 也有跟魏惠王的对话 魏惠王甚至任命一位著名的主子 叫惠师 也叫惠子 他是庄子的好朋友 你读庄子书不断见到庄子和惠子的辩论 魏惠王居然把惠子请到魏国做宰相 真可谓拂庸风雅达到极致 由于文人名垂青史 魏惠王随之名垂青史 可见拂庄风雅还是很有一些好处的 就是这位魏惠王前去见到公书措 他问公书措 说你百年之后 谁可以继承你的相位 公书措说 魏惠 魏惠王大吃一惊 因为魏惠明不见经传 魏惠王根本不知道魏惠是谁 突然提出这个人可以做国相 魏惠王认为这是公书措老糊涂了 因此不予打理 公书措一看不行 再把魏惠王叫回来 说如果我推荐给你的这个人 你不能重用 请你务必杀了他 千万不敢让他流失国外 公书措这个人很有意思 魏惠王一走 他回身就把魏惠叫到床前 给魏惠讲 我向魏惠王推荐 看来魏惠王不能采用 我建议魏惠王杀你 请你赶紧逃跑 公书措这个做法 其实是很对的 他为公为国家 把该说的话说到 为私为朋友 把该说的话也说到 剩下的事 看你们各自的造化 结果魏惠 闻死不动 根本不当回事 公书措死后 公书措的其他门人就魏魏惠 说主公临死以前让你逃跑 你为什么不动 魏惠说一段话 可见魏惠的智慧 他说如果魏惠王根本就瞧不起我 不认用我 他也就一定不屑于杀我 因此我根本没有人生安危的问题 果然魏惠王把魏惠是谁 早就忘在脑后了 于是魏惠悠哉游哉来到秦国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秦国的局面 秦国这个时候一派衰败之下 秦国新任国君秦孝公 他的父亲叫秦宪公 就是在诸侯战争中受重伤而亡 秦国当年受中原各国严重击压 秦国一片衰败 大家要知道秦国的衰败 是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 我前面讲过 春秋时代 秦慕公曾经几乎做过一次春秋无晓吧 秦慕公之后 史记原文记载 他的十四位后续君王昏溃 司马迁所用的原文叫君臣昏乱 连续十四代 所以到战国初期 秦国已经是一片衰败 秦孝公二十一岁继位 面对重大的大国竞争压力 史书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情 说孝公圆年 六国开盟会 中原五国加楚国开六国盟会 居然不邀请秦国 史书没有记载 这次盟会讨论的是什么问题 但秦国上下是一片恐慌 认为这次六国盟会 就是在讨论大家怎样瓜分秦国 可见当时秦国国始之危 秦孝公在此压力之下 发出著名的招显令 向中原文明各国招显 实际原文记载 秦孝公讲 凡能出奇迹强秦者 武切尊观 欲知风土 他的意思是 凡是能出奇迹 使我秦国变强大的人 我愿意给他高官 并愿意分半壁江山与之共享 商鞅 魏鞅 就是在这个招显令的感召之下 来到秦国 大家要知道 当年来到秦国的 其他国家的世子 非常之多 商鞅只是名不见经传的 其中一员 商鞅怎么能够得到 秦孝公的重用呢 他怎么能够被秦孝公看见呢 史书记载 商鞅走了一个 孝公避臣的后门 所谓避臣 要么是指太监 要么就是指那个最低下的 为君王取乐的弄臣 商鞅竟然走这样背下的门路 一定要见到孝公 实际记载 他跟孝公见面三次 谈话三次 第一次不欢而散 孝公听得直打咳睡 第二次 孝公勉强听得下去 他一再求见 第三次良人相谈上欢 然后 跟孝公配合 商鞅变法 由此开始 商鞅这个人 能够在秦国变法 当然主要功劳归给秦孝公 大家要知道 商鞅只是一个克清 他在秦国没有任何政治势力 而任何变法 一定触动秦国原有贵族利益集团的利益 一定造成贵族集团的反扑 他全凭秦孝公一肩扛住 这才能让商鞅在下面安然持续变法 所以孝公承接着极大的政治压力 而且大家要知道 政治合作是非常困难 因为利益太大 普通老百姓 朋友亲戚关系很好处 你一旦做企业家 你早期的亲朋关系 最终绝大多数会崩坏 为什么 利益太重 人际关系特别容易崩裂 而政治合作利益关系更其重大 因此合作难度极高 而魏央和孝公竟然亲密无间 合作二十余年 商鞅这个人运气很好 孝公尽管承担巨大压力 44岁就病逝 但毕竟陪伴商鞅变法持续二十一年以上 孝公一死 商鞅立即被贵族反扑车裂 但下一任国君秦桧文王 虽然车裂了商鞅 但是商鞅变法击中难返 而且秦桧文王深知商鞅变法的成效 延续商鞅变法 历经后面六世君王之推行 到秦王嬴政最终统一天下 从此号称始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讲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 变成秦始皇 建立大秦帝国 首先的奠基者 就是商鞅变法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商鞅这个人变法很有特点 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 一心变法 不考虑个人安危 点不顾人事 大家知道一般的政治家 首先是要能够 长袖善武八面玲珑 首先要能够把人事摆平 可是商鞅不是这样 他一心一意变法 我举个例子 商鞅变法早期 立即触犯贵族 由于秦孝公强压变法 贵族不敢名利反抗 于是篡夺秦孝公唯一的儿子 太子秦四 也就是后来的秦桧文网犯法 商鞅立即追究 太子年幼不受法治 于是立即追究太子府和太子师 太子府公子钱 太子师公孙古 大家要知道这是极为重量级的人物 所谓公子钱 据说他是秦孝公的同父异母哥哥 是秦国贵族领袖兼秦国军事首脑 让他做太子的老师 太子犯法 商鞅立即追究 太子师太子府 公子钱不服 有相应的反抗动作 商鞅再追加刑罚 居然采用义行 就是割掉鼻子之行 大家想想 孝公绝不可能长命百岁 孝公一死一定是太子继位 而太子师太子府又是太子最亲近的人物 商鞅变法动行在太子和太子师的身上 想想商鞅不是在绝自己的后路吗 这就是商鞅 他变法不顾人士 不顾我这样讲 大家千万不敢认为 商鞅是一个鲁莽之徒 要知道民国时代最著名的学者 杨启超曾经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个人 堪称政治家的称号 换句话说 其他的人只能叫政客 而这六个政治家之一就有商鞅 要知道秦始皇建立帝制以后 中国仅是皇帝就三百多位 加上皇帝的重臣达数千之多 也就是在历史上留名的重臣数千人之多 如果把春秋战国先前时代 人才茂盛群星灿烂的那个时代的诸侯国君 和所有的诸子百家政治人物算进去 中国可以潜在成为政治家的人 几乎可以数千上万之多 而北梁启超认为 竟然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个人能担得起 政治家的称号 其中就有商鞅 可见商鞅绝不是鲁莽之徒 我举一个例子 商鞅变法初期 他在秦国当时的一个战时临时首都 叫岳阳 在他的南门立了一个木船子 也就是立了一根大木头 我先讲一下岳阳 秦国原来的国都在雍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今天陕西关中西部的宝基地区那个地方 凤翔那一片地方 由于秦国父辈受敌 前面讲 中央文明五国包括魏军不断地突进他 另一方面 西戎蛮族 从西面不断地困扰他 所以秦宪公 校公的父亲 不得不把自己的临时战时首都 迁到关中中部偏东的地方 在今天临同附近 一个叫岳阳的地方 建立一个很小的小城 作为临时首都 战时首都 这个城很小 当然 商鞅变法成功以后 再迁都 建立秦国大都 这就是咸阳 那么岳阳 是个很小的城 商鞅变法初期 在岳阳南门 树一个木条 然后告诉民众 任何人 如果你把这个木船子 从南门扛到北门 赏十金 先秦时代的金不是黄金 而是青铜 但一金的财富量 相当于一户农家一年的总收成 十金 相当于十年农户总收成 是不得了报财的一个机会 可是所有民众围观哄笑 认为这是官方的话不可信 因为这件事太奇怪了 同时也说明 秦国政府原本工信力不高 山阳一看没办法 提高赏金 五十斤 这时候出来一个青年 他说 我把这个木船子扛到北门 就算政府骗我 我也没有什么重大损失 扛过去试试 于是扛着这个木船子到北门 商鞅立即中赏五十斤 此人瞬间报复 这就是著名的西木立信的典故 商鞅在干什么 在告诉秦国国民 我商鞅变法 说一不二 请各位遵行法度 我们从这件很小的事情上 就可以看出商鞅刑法的智慧 商鞅最初来到秦国 秦国一片荒满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过一个记载 是商鞅自己在商军书上的一个表述 司马迁采信 把他记在史记中 原话这样讲 说使秦荣笛之教 父子无别同时而居 今我耕至其教 而为其男女之别 大住即却 盈如鲁位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商鞅最初来到秦国 使秦 秦国是个什么状态呢 荣笛之教 也就是为开化人 西蛮子的文封 所谓父子无别同时而居 就是都还没有建立 对偶婚制 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全婚制 他说 今我为耕至其教 而为其男女之别 他说我来 才把中原文明五国的文封 和开化之风带入秦国 使他建立男女之别 也就是对偶婚制 大住即却 也就是才开始建房子 建宫殿 这说明秦人过去主体上 都是住地窝子或者窑洞的 连房子都是不建 盈如鲁位 建房子建宫殿的营造形式 就像中原最先进的鲁国和魏国一样 我们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 商鞅最初来到秦国 秦国的荒满程度 商鞅在秦国变法十分深测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一百多年 商鞅变法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建立军限制 统一度量衡 焚书等等 这都是商鞅采取的措施 大家一听就应该明白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 所采取的诸多措施 过去认为这是秦始皇的丰功伟业 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商鞅变法当年在秦国的法政 推行到整个天下而已 我们下面就重点谈一下商鞅变法的细则 我们把它分裂为下面12项 做简单交代 第一 强迫人民学习最低程度的礼仪 这个礼仪可不是儒家文化这一项 而是让它摆脱荒蛮之风 建立当时而言偏于现代的社会构性 第二 强迫每一个国民都要有正当职业 任何人不得游手好闲 干什么 采取重农措施 也就是 把秦国的荒帝全部开放 任何人 要知道在古代贵族子弟 富商子弟 成年都是不务农的 不干任何事的 贵族子弟只是在军队中 视习一点军位官位 然后略加儒染 以继承爵位 就像现在的英国王子 要到军队中去服役一段时间一样 商鞅规定 任何人 包括贵族子弟 富商子弟 但凡发现有游手好闲者 一概递解边疆砍荒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变法跟无奇一样 他只要想改变国政 他一定要处理 原有贵族所形成的原有政治结构 这当然是对贵族利益的严重侵犯 他又规定 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 强迫分居 什么意思呢 中国古代大家族制 一个大家族 一个爷爷 甚至曾祖 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子孙众多 不分家 没有核心家庭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大锅饭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之难 一个大家族几十人上百人 你要想让一个家族内宁静 一个家族内能够不发生纠纷 难度是非常之高的 大家知道汉朝开国重臣 陈平实际上记载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齐家的能力 说他很小的时候 族长到每年过年 啥猪分肉 分完大家都各有意见 让陈平这个小孩子去分肉 分完人人满意 这叫齐家之能 古代都是大家族 大家族有一个问题 由于在家族内部实行的是共产主义 所以所有人没有劳动积极性 我出力再多也是跟大家评分 按需分配 所以劳动积极性不高 到法治社会的时候 建立税收制度 税收是以家为税基的 如果大家族税基就很薄弱 由于这两个原因 商量变法要求 任何男子一旦成年结婚 必须分家 两个好处 提高劳动积极性 增加税基 扩大税基 第四 奖励农耕 我在前面一再讲过 所谓法家 最简单的总结 就是四个字 奖励耕占 分成两段讲 奖励农耕 奖励兵占 那么商鞅奖励农耕的方式 很有趣 首先 坏景田 开闲末 土地私分 按秦国农户人头 平分土地 而且土地私人所有 理论上 可以自由买卖 但实际上你无法买卖 为什么无法买卖 我们往后看 这就大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 秦人晋商 就是不允许秦国国民经商 只允许务农 因为我在第一节课上讲过 商业活动的收益 远高于农业 所以中国自古采取 种农易商的国策 亚裔商人 那么商鞅最明确的开始这一点 亚裔商业 不允许秦人经商 有力的保护 秦国农耕 他甚至不允许行列 不允许采药 这样的专业人员在秦国生存 大家想想 我前面讲 土地分了 私人所有 你为什么不敢买卖土地 理论上你能买卖 你卖了土地干什么 立即喝西北风 任何事都干不成 但是大家要知道 商业活动是社会跨区域资源调配 秦国如果禁决商业 秦国就会出现严重的资源时平衡 我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秦国是农耕社会 古代做铠甲 是需要牛皮或者瘦皮的皮甲 秦国没有这个资源 至少这个资源不够用 再比如 那个时代的兵器 最主要的是青铜 青铜器 青铜兵器 所谓青铜 就是铜和锡的合金 锡要占8%到10% 因为纯铜是非常软的 无法做成工具或武器 可惜这个矿 在秦国根本没有 铜矿甚至都入不敷出 那么这样的资源 如果禁决经商 从哪调配呢 因此商量变法还有第三条 优惠外商 就是其他世界各国的商人 如果来到秦国经商 还给予优惠政策 大家听听 这很有点像邓小平 改革初期的局面 这不说明我们先进 这说明我们是跟2000多年前相似 外商到秦国经商 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因此给外商优惠政策 所以秦国当年秦民务农 而外商经商 形成极其繁茂 而合理的国家经济结构 再有一条 导致累进税 什么意思呢 商量规定 凡是农耕织部 产出最高者免税 产出越低税率越高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实行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是这样实行的 就是你的产出越高 我的相对税率也越高 绝对税值也越高 商量反着来 你产出越高 我税率越低 你产出越低 我税率越高 直到把你逼死为止 他在干什么 强迫国民 勤勉务农 据史书记载 商量最初实行 这个政策的时候 却有不少秦民 最终破产 税收太重 沦为荒山野岭中的野人 可见商量奖励农耕的政策 都如此残酷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克 我们下面讲第五项 商鞅变法 采取 优厚条件 招请 国外移民 就是中原各国的移民 这就是商君书中 著名的一篇文章 叫来民篇 双利人 一个来到的来 就是移民政策 他为什么要招请国外移民 来到秦国 但凡移民来到秦国 一律赐给土地百亩 九年免税 以如此优厚的条件 招请各国移民来到秦国 干什么 就向照乡子解放奴隶 增加兵员和劳动力资源 商鞅的这个来民政策 被后世秦国执行到 非常彻底的程度 到秦王嬴政 秦国当时国民 只有四五百万人 而他的军队 竟然接近百万之重 大家想想 国民平均每四五个人里 就会有一个当兵 哪来这么多兵员 青壮年人 所有人都被征兵 农业生产谁来做 到秦王嬴政时代 所有农业生产者 几乎都是移民在进行 所有秦国人 青壮年人 全部被征兵 这才能统一天下 可见来民政策 对秦国后来的经济发展 和军事斗争 起到何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当然发生一个问题 秦国哪来那么多的土地 分次 这我们就又得提到春秋时代的那个秦穆公 秦穆公当年启用外国人 白礼西 五谷大夫 所谓五谷大夫 就是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换回来的一个奴隶 他竟然用这个白礼西做国相 秦穆公当年用了一批人物 包括白礼西 剑书 鱿鱼等等 说到这里 我们得提一下秦国 秦国用人胸怀宽阔 自秦穆公做表率 秦国经常用外国人做宰相 到秦孝公用商鞅 秦惠文网用卫国人张仪 再往后 范衰 吕不韦 一直到李斯 全都是外国人 大家想想 国务院总理总是外国人 你会是什么滋味 这表达着秦国用人的胸怀 跟为国不断流失人才 去世上恰恰相反 当年白礼西 鱿鱼等人 给秦穆公调整国策 因为在此前秦国是向西防御 向东进去 也就是出寒谷官 跟群雄逐鹿中原 但秦国当时国力很差 于是他们建立新的国策 改变国策 向东防御 向西进去 于是在秦穆公时代 秦国逐步蚕食 秦国西部的广大蛮族区域 使得秦国国土面积大增 而西部地区人口稀少 这就为后来商洋变法中的来民政策 流出了土地资源的余地 第六 建立社会基层组织 首先 落实户籍制度 大家知道 西州早年 中国就有了类似于户籍制度的东西 叫料民政策 但实际上没有真正能落实到位 中国历史上最早落实户籍制度者 就是商洋变法 所谓户籍制度 就是每一个国民都在政府那里 做档案登记 政府管理到每一个人头 这个政策 在上个时机后半夜 被联合国人权组织 却认为违反人权的政策 世界上很少有几个国家保留户籍制度 这个东西是商洋变法开启端的 不仅如此 商洋还把人变成组 每五户十户变为一组 建立纠丝连坐制度 中国后来把它叫保甲制度 就是这十家一组一人犯法 其他九家必须检举 否则同坐 一起论罪 由此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特务告密制度 这是一个最坏的制度 这都是商洋建立国家统治体系的方式 第七 建立地方政府 建立军县制 我在前面讲过 人类早年始祖部落帮联制 商代 到周代 春秋时代以前 封建制度 分封制 所谓军县制是什么 打掉部落制 分封制 所有地方 由中央朝廷委派命官 直接管理 这叫中央集权制度 政治学上 叫君主专制制度 由此确立 有一个华裔历史学家 叫唐德红 他曾经专门对军县制 做过一个解释 为什么叫军县制 大家看 县这个字的繁体字 是这样写的 它的来源是 玄这个字 所谓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东周时代 早年建立 丰丰制的时候 余流一部分土地 国土 把它玄在那里 占步做分封 为以后的分封 做余流 这叫玄 这一部分余流的国土 由中央 周天子直接管理 这个东西 后来演化出 君县制 把心字去掉 这就是县制的来源 我前面讲课的时候 孔子课上我讲过 君县制 是封建制度的天然克星 它彻底消灭了 中国的封建制度 在公元前三世纪 四世纪 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 而我前面也讲过 封建制度 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得以发生的重要摇篮 由于中国过早地消灭了封建制度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样重大的政治改革举措 在商阳时代 全面在秦国推行 第八 统一度量衡 强迫全国使用 同一标准的尺寸 升斗和金两 统一度量衡 最早采取措施的就是商阳 统一度量衡有两个好处 第一经商 买卖更公平 第二税收更划一 商阳变法的时候 秦国实行的统一度量衡 非常严格 他要求地方官 每年必须到中央 进行度量衡校验 做到这种程度 这个政策 最早是在商阳变法的时候 秦国开始 第九 人际间争执 必须诉诸法庭裁判 不准死人决斗 这话什么意思呢 要知道古代 甚至中国时代 甚至西方近代 政府只管国家大事 民间纠纷 民间自行解决 解决不了 决斗 大家知道西方 直到17 18世纪 还保留贵族决斗的遗风 俄罗斯著名诗人 普希金 32岁 死于决斗 商阳变法的时候 早在公元前 他就已经规定 私人纠纷 一律诉诸法庭 不准私人 以相斗方式处理 他在干什么 避免国家人民内耗 要知道 当年的私斗 放大 叫泄斗 就是一个部落 一个村庄 比如地界不清 比如夏天争夺灌溉 灌溉水渠 大家会罚群架 造成很大的损伤 秦国当年居然设有法庭 所有民事 必须经过法庭裁判 不准私自解决 大家知道汉以后 中国再没有法庭 没有法官了 说汉成秦治 这话并不完全 要知道商阳变法以后 秦国乃至后来的秦朝 他是有独立法官的 汉以后 司法官就是行政官 县令县官 周知府直接就判案子 没有法官 但是当年商阳变法 他是有独立法官的 而且法官受中央 垂直领导 不受地方长官截制 他的法官非常权威 他一方面裁决民事 和刑案 他甚至地方官执行的 任何出炉的任何政策 都要先交给法官 看他是否符合秦国法律 也就是还有监督行政官 是否合法行政的作用 可见秦国当年法治形态非常陷进 商阳变法 执行得非常彻底 实际上曾经记录 说商阳变法早期 有一次在渭河边上建一个大刑场 一次斩掘700多人 司马迁用一个原话形容 这次斩掘的血腥程度 叫为水尽赤 就是把黄河最大的支流 为何河水都染红了 有学者考察 说很可能这次大斩决 就是因为泄斗 村落之间打斗 商阳不问青红皂白 派军队把所有参加泄斗的人 一律举谱 全部斩决 十分的残忍 几乎一时震动秦国国政 我们从由此可以看出商阳的决绝和残酷 第十对敌作战是第一等功勋 第十一必须作战有功才能升迁 我们把这两段合在一起 它是什么 奖励兵战 大家要知道 古代士兵打仗 士兵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 他们打仗再勇敢 再有战果 自身伤残再严重 他永远做不了军官 他顶多获得一点小小的赏赐 因为所有军官全部是实习制 只有贵族才能担任 商阳竟然改变爵位 也就是他把原有的中国五级爵位废除 把它变成虚化的名誉 另立了二十级爵位 论军功行上 我们先说一下爵位 中国古代爵位分五级 公 侯 伯 子 男 公爵 侯爵 伯爵 子爵 男爵 为什么把社会地位叫爵位 是因为社会阶级分化早期 贵族根据自己在血沿宗法结构中的地位 在享受贵族宴会的时候 使用酒气之不同 标定着他社会地位的高低 所以把地位叫爵位 古代爵位分五级 酒句也分五级 第一级最高爵位 爵用的是爵 第二级和酒酒气用的是智 第三用的是孤 第四级用的是角 第五级用的是悲 爵位在古代何其重要 它不仅标定着你的社会地位 不仅标定着你可以坐哪一级官员 在部队中领哪一级军衔 它甚至决定着你可以享受的生活待遇 比如你院落有多大 房子有多么华丽 门楼盖的有多高 驾什么样的马车 甚至穿什么样的服饰 都是被爵位规定的 所以中国古代商人富而不贵 再有钱 没有这个爵位 你是不能享受这一级生活的 爵位如此重要 商阳居然把它虚化为名誉称号 不是实觉了 另立二十级实觉 论功行赏 农耕产出极高者 可以获得第几爵位 全部后面以军功行赏 以军功论爵 大家想想 古代士兵打仗 伤残再重 从来做不了军官 而今天居然可以做到最高爵位 即使你的能力做不了宰相 你可以享受宰相爵位的待遇 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转化 于是秦国针对 诸然转化为虎狼之师 士兵打仗 十分勇敢 拼命争夺敌人手机 据战国策记载 商量变法以后 改变军决制度以后 秦国跟六国联军对阵 还没开仗 六国士兵腿肚子都抽筋 秦国士兵每获一个手机 增加一级爵位 以至于秦国士兵上战场 拼命抢夺敌人手机 奋勇追击 战国策记载 秦军士兵腰上挂着雪淋淋的手机 往前冲锋 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虎狼之师的局面 我建议大家有空 再到临同兵马俑去看一下 那个地方 是秦军一个军阵的兵俑 那里只有低级军官 百副长相当于一个连长 千副长相当于一个团长 从军官到士兵 全传清讲 头上不戴头盔 挂一条毛巾 要知道战国中期以后 所有各国给自己的军队提供中假 所谓中假 分三层 里面一层网甲 外面一层兽皮甲或牛皮甲 然后胸背部再用青铜片和铁片夹护 带中盔 拿大盾 紧防御系统 40到60斤以上 它会严重影响士兵的进攻能力 秦国也给自己的士兵提供中假 所有士兵不要 穿轻甲 不戴头盔 减轻防御重量 提高机进攻机动性 拼命的追逐手机 以至于史书记载 秦国士兵为争夺手机 发生士兵内斗的局面 想想那个腰上缠着敌人头发 手机血淋淋的挂得满腰 奋勇往前冲击 一路走过去 血痕随止 扬然而长 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样不行 挂满手机 肯定不利于继续进攻 于是伤扬恢复古制 中国古文字中 有一个字 假古文中 先画一个很具象的耳朵 旁边画一只手 这个字什么字呢 取 取这个字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 始祖部落制度的后期 部族之间发生战争 早期打仗 怎么论功行赏呢 割回敌人左耳朵 说耳朵论功行赏 挂满腰手机不行 上扬恢复古制 割去敌人左耳朵 拿回来论功行赏 风诀 日本出现一个著名的幕府将军 风尘秀吉 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 统一日本 然后举兵进攻朝鲜 日本军队在朝鲜 大肆杀发 割回朝鲜士兵和民众的耳朵 带回日本论功行赏 居然把朝鲜人的耳朵 堆积成一座小山 然后专门为之盖一个坟墓 叫耳种 迄今在日本还保留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的南韩人朝鲜人 提起日本人来 咬牙切齿 比中国人恨日本人恨得多 而这份功劳 首先要归给商阳 商阳通过奖励农耕 奖励兵战 使得秦国经济基础负后 军事机器强大 秦国在短短变法 十年左右 突然强盛 成为中原文明各国的禁敌 圣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民之建战也 如恶狼之剑肉 父仪其子 兄仪其兄 妻仪其夫 接月 不得无反 他说秦国士兵打仗 就像恶狼看见了肉一样 猛扑上去 父亲把自己的孩子 贡献出去 兄长把自己的弟弟 贡献出去 妻子把自己的丈夫贡献出去 当兵 然后给他们讲 如果没有首级 得不到爵位 不准回家 可见商鞅变法 深测到何等程度 凶残到何等程度 第十二 制定法律文本 商鞅依据 理亏法经 建立六律 这就是著名的 盗律 贼律 囚律 补律 杂律 聚律 这些东西 商君书上 有所记载 我们不再细说 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看出来 商鞅变法 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 中西哲学启蒙课 下面我们对商鞅变法 做一些评议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 商鞅变法 是否是可证 以及应该如何评价 史料记载 商鞅变法 非常残酷 实际原文记载 说 七灰与公道者清 就是你把垃圾 倒在公共道路上 你脸上刻字 不告奸者腰斩 就是识人编为一组 建立特务 告密制度 九四连做制度 一人犯法 其他九家必须举告 如果不举告 同做 法条非常明显 腰斩 有人认为 这个记录不合理 说可能那个人犯法 严重程度 还不值得腰斩 其他九家 仅是因为没有举报 就腰斩 法理上说不过去 我们现在无法判定 有可能犯法者 都没有腰斩 不举告者 被腰斩 还有 诗期法皆斩 古代的税收 分两类 一类 收农产食物和布辟 收粮食和布辟 作为税务 另一个叫姚仪 就是所有国民 要定期免费参与 国家工程建设 无偿 参加国家的劳仪 参加劳仪 比如每年 二十五天 规定 你这一群人 到什么地方复仪 必须按祈祷 如果迟到 法接斩 叫失期 法接斩 大家知道 就是这一条 导致秦朝最终崩溃 陈胜吾广起义 为什么 陈胜吾广当年 就是带一批 姚仪队伍 去赴姚仪 结果连降大雨 道路淹没 无法按其赶到 时期必死 与其背斩 不如皆赶而起造反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秦朝最终 由此开始 破亏 史书上 实际上竟然记载这把个字 叫 这一塞路 有逼这丑 这一就是囚犯穿的衣服 囚犯穿着衣服 排队已经把道路都堵塞了 有鼻子的人显得特别丑 什么意思 被割掉鼻子的人太多了 大家看惯割掉鼻子的人 所以谁长鼻子 谁才是另类 这话当然说的有点过分 但由此可以看出 商鞅变法之可证 严酷到何等程度 史记其实记载是十分公允的 他一方面记录商鞅变法的可证 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但另一方面 他也说 他说刑法十年 秦民大约 变法十年以后 秦民都非常高兴 道不时宜 山无盗贼 路上东西大家都不识 山里都已经没有土匪了 家几民风 也是家家都很富裕 所以史记司马迁的记载 很公允 各方面都做事实表述 商鞅变法在中国传统文化 和传统文人中 给予极坏的评价 我举一个例子 苏东坡苏氏 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叫论商鞅 其中有这样一段原话 他讲二人之名 在天下 这里指的是商鞅和桑红阳 桑红阳是汉武帝的一个重臣 盐铁官营与民争利这个政策 也就是中国最早国营企业这个政策 就是桑红阳建议汉武帝执行 这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视为与民争利的略证 所以苏东坡讲说商鞅和桑红阳 二人之名在天下 如驱迎奋会也 说两个人的名字 就像驱 苍蝇 奋变一样的污浊 言子则无口舌 书制则无简毒 说我一提到他 就把我口舌都搞脏了 说我一书写他 就把简毒就搞脏了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上 对这种施行苛证暴证的人物 给极坏的评价 但是孔子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讨论 当然不是针对商鞅 子贡曾经有一次问孔子 说远古时代 惩罚都非常严峻 都过重的刑罚 比如在周代早期 就有七灰与公道者断其手 你敢把垃圾倒在公道上 把一只手给你看掉 子贡曾经就跟他的老师孔子 探讨过这个问题 孔子怎么讲呢 他说知智之道也 他说这是知道治理天下的方法的一个表现 他说腹七灰玉皆必掩人 掩人人必怒 怒则斗 斗必三足相残也 他说你把垃圾倒到街上 必然让别人很不舒服 于是大家就会发生怒斗 最终造成伤害 他说死残三足之道也 虽行之可以 他说由于他再来的后果很严重 所以用言行俊法来控制他也是可以的 孔子又说 切服重罚者人之所悟也 而无欺灰人之所义也 使人行之所义而无理所悟 此知之道也 他说不把灰道在街道上 这是个很容易做的事 我用重刑制止他 这使得人民遵守这个法律也很容易 因此使用重刑 是管理天下的优效方法 这是孔子的评价 要知道古代社会刑法都非常重 人类原古时代 不像今天的法律 根据对社会伤害程度 确定量刑度 古代的量刑度放得很宽 不仅中国如此 西方照样 比如古罗马的十二童表法 其中竟然在第八表私犯中有一条 说以文字试谤他人 或公然唱歌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 就是一个歌没唱好 你都活不成 可见这个做法在古代是个通行的做法 但是大家要注意 古罗马的十二童表法 和中国的商鞅制法 有重大区别 我在上次孔子课中讲过 十二童表法 是由贵族武人和平民武人共同立法 而且它第九表公法里 有一条规定 不得为任何个人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 也就是没有任何人在法律面前有特权 法律院前人人平等 民众立法 所有人执行 中国的法家 是君王和少数众臣立法 只管别人不管自己 所以他们在法治之外 享有特权 君王高于法治 王在法上 跟我前面讲 英国自由大宣章运动以后 王在法下的概念相反 大家要知道 由于中国法家的这一个缺陷 由于商鞅变法中 也留有这样一个重大缺陷 最终导致秦国灭亡 大家看 我们有例证证明 秦国的法治 并不通行于特权阶层 比如秦王嬴政 有一次看见 李斯作为宰相 仪仗 辉煌 嬴政很不满意 就私下里嘟囊了几句 结果随后一段时间 发现李斯的仪仗 立即检阅化了 这使得秦王嬴政意识到 他的私下批评之言 被人传到李斯尔多里了 嬴政竟然不问青红造白 把当时他私下里表示不满 在旁边能听到的人全部斩绝 按秦法的规定 始刑于任何一个人 都是有法条规定的 可对嬴政无效 再比如 胡亥 秦二世 他竟然跟赵高勾结 赵高是胡亥的老师 赵高为了维持他的权力 在秦始皇死后 跟胡亥勾结起来 发假的诏令 封闭秦始皇死亡的消息 发假诏令 让秦太子扶苏自杀 甚至最终杀掉了他自己 二十多个兄弟姐妹 而胡亥是个半傻子 主政秦朝 第二十军位 最终导致秦国崩溃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法家的法政 说它是可政吧 在古代社会 尚且情有可原 但商鞅的秦法 落实的程度极高 即使古代一般的法条过重 但其实落实度很低 也就是施法的人数很少 而商鞅变法 它的法律执行极为深测 因此伤害面极大 可谓可政暴政 而且它的法条 是留有特权的 是亡在法上的 构成巨大缺陷 我们再看第二项 前些年 在中国湖北云梦睡虎地 出土了一个重要的勤俭 这就是著名的 睡虎地遗址和睡虎地勤俭 它竟然在这个遗址中 出土了一千一百片 勤带上面有字的筑简 大家知道在考古学上 一个墓葬有再多的东西 可能都没有出几个筑简 或者几个带明文的青铜器 来得重要 因为有文字记载才能够标定 这个遗址的具体情况 而睡虎地勤遗址 竟然出土一千一百条 勤俭 这个遗址 是秦王嬴政时期 或者是始皇时期 秦国一个法官 叫喜登人的遗址 可见当时法官的地位 还是比较高的 他居然死后 可以把秦国法律文典 带入陪葬 他是个地方法官 这个遗址被开决以后 震动中国考古界 因为中国学界第一次见到 商鞅变法以后 秦国居然有如此完善的 法条系统 过去只能在商军书上 看到片言之语 至于法律究竟是怎样安排的 细密到何等程度 从来没有文献 税户帝秦俭的出土 才使学界意识到 秦朝当年在商鞅变法以后 他的法系之完整 他不仅有国政大法 军宪制等等 而且他竟然有独立的民法系统 大家知道 罗马帝国在公元后六世纪 才建立西方第一部 民法法典 史称罗马法典 而税户帝秦俭 可以看到 当年秦商鞅变法以后 秦国的法条 居然有整个民法系统 比如有田律 就是农业法 工律 工匠法 仓律 库存法 姚律 姚仪法 官室律 交易法 效律 度量衡法 这都是民法体系 不是刑法体系 大家再看 他甚至有户律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婚姻法 经部律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财产继承法 职利律 储利律 就是官员选拔法 和官员罢免法 这些法条都具备 他甚至有一部法叫封针式 内容近似于现在的诉讼程序法 我们见到这个东西才惊叹 当年商鞅变法 秦国建立法治社会的 那个基本达官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客 我们最后探讨变法悖论问题 大家知道 人类历史上 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构型 如果要发生变革 非常困难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 在阶级产生 阶级分化以后 你要变革它 你就会触动 或者损害 原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 而他们统治着社会 他们是社会有组织 有力量的人群 你怎么可能改变社会制度 因此人类历史上 但凡要深彻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 基本上只能靠革命 大家注意 政治学上有两个词汇 一个叫改良 一个叫革命 我们现在说改革 变法 古代说变法 这些词在政治学上都归在改良之下 所谓改良 就是不通过暴力战争的方式 改变国家制度 这叫改良 所谓革命 就是以暴力方式 推翻原有统治阶级 建立社会制度的新构型 叫革命 请注意 不见得所有的暴力运动 都能叫革命 比如中国 每两三百年 改朝换代 农民起义 推翻王权 这不叫革命 这叫暴乱 为什么 他建立的新政权 还是原来社会制度的翻版 没有任何创新 没有社会经济 政治制度的变革 这不叫革命 这叫暴动 这叫暴乱 这叫改朝换代 人类历史上 可以称为革命的事件 是非常至少的 比如武王客商 叫革命 中国最早的词 就出在形容武王上 上书中 因为他把中国 始祖部落邦联制 改变成封建制 因此可以叫革命 比如1911年 辛亥革命 他把君主专制制度 转化为共和制度 所以叫辛亥革命 而前面叫武须变法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英法资产阶级 大革命 他把封建制 君主制改变成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 这叫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 称得上革命的事件 是非常至少的 而且只有通过革命 才能改变社会构型 这个道理 大家也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改革 改良 变法 历来都是失败的 这叫变法困境 或者叫改革困境 或者叫改革悖论 为什么 因为改良 改革变法 你所借重的力量 恰恰是 你所要改革的对象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 你借重什么力量 来进行社会改革 你借重的是 现有的社会统治阶级 现有的社会官僚体系 现有的社会贵族系统 你通过他们来 革他们自己的命 然后让他们 把自己的利益丢掉 重新组建 利益分配的新 结构制度构型 怎么可能 这叫改革悖论 但凡是改革者 他一定一腔热血 针对社会最集中 最焦点 最严重的地方 下手进行改革 而这个地方 恰恰是原有既得利益 不允许触碰的 那个部分 最敏感的部分 所以两相对撞 一定引起激烈反抗 而改革的对象们 是社会中最有实力的群团 你改革者 怎么可能成功和安生 这叫改革悖论 因此人类历史上 但凡是改革 变法 改良运动 基本上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举例子 比如唐代中期 唐朝已经一片纷乱 自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 藩镇之乱更加加剧 从安史之乱的少数 藩镇造反 变成有83藩镇分裂国家 这个时候 唐代中期 发生二王巴斯玛变法 这巴斯玛里 就有唐代著名学者 刘渝熙和刘宗元 他们只是做轻微的 励志改革 结果变法失败 二王被斩杀 巴斯玛全部被流放 北宋年间 由于北宋面临 整个北部 游牧文明的巨大压力 金 辽 西夏 蒙古 因此 北宋社会内部极为脆弱 不断地有改革的需求 和呼声冒出来 在宋仁宗年代 发生 庆利新政 也就是庆利改革 为首的人物 就是著名学者 范仲淹 范仲淹 庆利改革 也只是做轻微的 经济改革 和励志改革 结果 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被流放 范仲淹最著名的文章 元楼记 就是他被流放以后 写的东西 到宋神宗年代 被宋进行第二次改革 这就是著名的 西宁改革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同样只是做 轻微的经济改革 和励志改革 结果 以失败告终 两次被贬折 直到1899年 无需变法 大家要知道 无需变法为什么发生 是因为日本1853年 才被打开国门 随后进行明智维新 而中国1840年 打开国门 按理说 中国打开国门以后 开始展开洋务运动 所谓洋务运动 就是只学习西方船间泡利 科学技术的应用层面 文化深层 社会制度 政治体制 绝不允许动摇 用张志栋的说法 叫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叫洋务运动 而日本呢 1868年才打开国门 进行明智维新 但他提出的口号是 托亚入欧 全面学习西方 改造日本社会 抛弃唐学 接受兰学 日本在明智维新以前 随唐时代派遣随使 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 他把中国文化叫唐学 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日本历行上千年 明智维新以后 他立即意识到 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 之所以把西方文化叫蓝学 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影响 日本 所谓蓝学就是西学 他立即全面抛弃唐学 从根本上 学习西方 派留学生 派政治考察组织 全面学习 连议会制度 虚军制度 都全面带入 1868年到1894年 短短26年 他居然把他的老师 东亚第一大国打败 这就是著名的甲午海战 日本当时的学者 都跪在日本大街上 哭号 为中国哭号 为他的老师如此脆弱 可见 他对中国文人的刺激 何其之强 所以 以甲午海战 这个失败为界限 中国洋务运动 正式宣告 结束和失败 中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 这就是1899年 无需变法 要求宪政改革 都到这种形势下了 康良 无需变法 新政不过百日左右 最终失败 六君子被慈禧太后 斩杀北京差时刻 这才导致中国 不得不进行革命 孙中山革命 新海革命 由此引发 学姐今天还在讨论 当年无需变法 何其灾难深重 因为新海革命是不成功的 中国最终根本没有建立宪政 反而造成一片乱政 持续数十年 如果当年无需变法 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 顺利进行 中华民族何其执行 我在讲什么 改革悖论 可是现在我们回望 商鞅变法 大家注意商鞅变法的深测程度 居然不亚于任何一场革命 它不仅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 它而且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 它甚至改变国体 此前是封建制度 此后是君主专制制度 它不是一般的政治改革 它是根本性的国体变革 这种东西通常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完成 而商鞅变法基本采取不流血 非暴力的方式 完成了这场革命式的变法改革 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 说商鞅是中国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商鞅变法的过程 商鞅是魏国贵族 他最初为什么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 竟然到魏国宰相府去当一个门客 是因为他深职 只有魏国相府里 才能见到《李亏法经》的文献 于是他把身段极低 去给公书措做门客 在这期间深研《李亏法经》著作 建立法学理论思想准备 他到秦国见孝公 通过一个毕臣叫井坚的人走门路 他为什么又把身段放到如此之低 以至于有点羞辱人格的状态 他在所不顾 是因为他必须考察君王 我们认为只有君王考察臣子 何有臣子考察君王之说 可是商阳心里明白 他如果要做政治变法 他就必须考察自己的政治伙伴 是否有担当力 所以他走门路 走低端门路 一定要见到孝公本人 他跟孝公三次谈话实际记载 实际上记载 第一次谈话谈地道 第二次谈王道 第三次谈霸道 这个讲法不好 说不清楚是什么 我换一个讲法 中国政治学上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汇 一个叫王道 一个叫霸道 所谓王道 内圣外王之道 就是内里修德 外里以德之国 叫王道 商阳最初跟孝公见面 先谈王道 这是人类远古时代 以德制国的典范 战国时代已进入大争时代 剧烈种类竞争 国际竞争 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他居然给孝公讲王道 岂不是可笑 所以孝公听得昏昏欲睡 出来就批评警戒 说你给我引荐了一个怎样的俘虏之声 他在干什么 考察君王 他第二次见孝公 他给劝孝公讲霸道 复国强兵争霸之道 大家知道霸道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兴起了 这不是什么新学说 也不是什么新举措 但毕竟谈到点子上 因此孝公总算听得下去 他到第三次见孝公才谈变法 为什么 因为他深知变法是一个非常可酷的过程 绝非一般政治家能够承担 而且要动摇国本 商机贵族 所以他第三次才跟孝公讲这个 他前两次考察的结果 发现孝公对那些相对柔和的改革举措不感兴趣 这才进入主题 两个人相谈甚欢 三日三夜不绝 实际记载 他们的这三次相见是在孝公元年 可商鞅变法是在孝公三年 中间缺了两年 实际没有记载 这两年商鞅在干什么 孝公在干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做全面的法理准备 人事准备 政治准备 所有的操作前的预备 把它做成很稳妥的一个处罚基地 然后才开始 商鞅变法头九年 只做经济改革 为什么 因为变法如果过早的进行政治改革 一定严重的会引起 整个贵族系统的根本不能接受的反扑 所以他先做经济改革 他做经济改革 贵族们虽然有点不安 但是贵族在其中甚至有所受益 因为农民劳动积极性增高 仍然给贵族交租交税 贵族的收益反而增加 因此贵族根本无法团结起来 抵制变法 九年以后贵族力量缓散 而变法势力成形 商鞅开始政治变革 废除决志 建立军限制等等才开始进行 极有账法 把政治操作达成有节律有韵律的艺术水准 如此逐步推行 商鞅变法实现 居然改变国体 完成革命方能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 这就是商鞅变法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商鞅其人绝非等先之辈 我不是赞赏商鞅变法 我是想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变法本身的含义 很难题 它同时对于各位听众 你只要是做组织领导 不管你是做行政领导 还是做企业领导 或者做其他事业的组织领导 你都面临这个改革悲论 因为任何组织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定会腐朽 我这里的腐朽不是指贪污这个事情 而是任何组织一定会腐坏 组织会环散化 甚至腐败化 这叫去组织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者 领导者来说 你都有一个对自己组织 随形势之发展 不断刷新的需要 不断改革的需要 可你一定面临改革悲论 你要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总代表 所以你一定拒绝改革 或者表面上做潜藏改革 实质上根本不改 你要么就面临改革悲论 你所要改革的对象 恰恰就是你所要借重的力量 你逃不掉这两者之一 可是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组织系统 进行刷新改革 组织本身却一定败坏 却一定缓散化 这是一切社会实务者 社会组织者 社会领导者都面临的巨大难题 如果有必要 你可以参考商鞅便法 从人类文明本人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在讲韩非子理论学说以前 我们先稍微提一下 沈不害 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生疏 我们之所以要稍微谈一下 沈不害 是因为韩非子的法论系统 由三个部分构成 叫法 术 事 这三个部分 所谓法 就是法条公明于众 让老百姓都知道立法是什么 以便于民众遵行 所谓术 就是君王阴藏于心中的权术 以队偶驾驭权臣 这个东西的创始人 就是沈不害 所谓是 是王权高高在上 形成对下面的一种压迫之事 只有这个权势能够建立起来 法术才能得以推行 是的理论 是战国初期 齐国击下学工 一个著名学者叫慎道的人 首次提出的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谈 沈不害跟商鞅 几乎完全同时代 他在韩国做宰相 也实行变法 但是我前面讲过 中原文明五国 变法程度难以深掙 沈不害在韩国做太平宰相 所谓变法 其实主要只做立志改革 所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权术 那么沈不害辅佐韩昭侯 韩昭侯这个人 本身就是个爱玩弄小聪明 小豆鸡肠的一个政治人物 李氏春秋记载 说韩侯这个人 经常表现他的小聪明 比如有一次机庙活动 他嫌祭祀大臣 端上来的祭品 一个圆珠太小 觉得祭物不够庄重 要求这个大臣 把这个祭祀小猪端下去 另换一个 结果这个大臣呢 下去以后呢 来不及换 可能只是把这个猪拉了拉 变了个形状 又照样端上来 结果韩昭侯 就明察细微 他仅是根据这个猪的耳朵的形态 就知道这个大臣 又把这个猪端上来 然后就严厉责备这个大臣 结果被沈不亥批评 说耳目心智子不足事业 意思是说 你要一身藏不露 你不能把自己的聪明展现出来 这样会使得所有的你的下属 在你面前作为 韩昭侯是这样一个 小肚鸡肠的君王 他跟爱玩弄全数的沈不亥 真是天生的一对 沈不亥这个人也特别喜好全数 发明了一大套全数理论 我们在这里不做深讲 我们只说他的一个典故 有一次为国击打赵国 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 赵国就派使者到这个韩国来 寻求韩国宰相沈不亥援助 沈不亥原来跟赵国有一定的勾结 受过赵国的贿赂 因此本心是想帮助赵国 但是呢 他摸不清 韩昭侯君王的心思 于是就找两个大臣 一个叫赵卓 一个叫韩朝 对他们讲 子皆国之便士 俯为人臣者 言不必用尽忠而以议 说你们都是国士 你们给君王上一些建议 即使君王不能采纳 你们也算尽忠了 然后让这两个人 说服韩昭侯支援赵国 他在旁边擦颜观色 发现韩昭侯很反感这件事情 等这两个大臣离开 他立即给韩昭侯禁言 不去救赵 他这种在君王面前 玩弄全数 惨颜观色的做法 正是他自己人格的体现 所以大家只是了解一下 沈不亥这个人 是中国法家术论的创始人 因此你如果在古书上 见到沈韩之学 沈就指沈不亥 韩就指韩非子 沈韩之学 就指法家之学 我们下面讨论韩非子 韩非子是法家理论之极大成者 韩非子生于公元前280年 死于公元前233年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距离 秦王嬴政统一天下 只差12年 也就是中国的法家理论 在战国末期 才最重成型 韩非子和李思义起 师从于战国中起 打如寻旷 寻子 我在前面提到过 寻儒 他一方面主张理智 仁义理智信 但他另一方面 也主张以法治国 主张言行俊法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过去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 以为由于儒家 主张理智 孔子反对以法治国 就会认为中国的法家跟儒家无关 但实际上中国法家的思想渊源 跟儒家关系密切 这一点连司马迁都搞错 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 把沈不害韩非子 和老子庄子的传记 排列在一起 叫老庄沈韩列传 可见 连司马迁都认为 法家是道家后学 但实际法家是儒家后学 法家最重要的人物 比如李亏 魏文侯 是紫下西河学派的后人 比如韩非子 李斯 这些法家重量级人物 都是大如寻旷的弟子 韩非子和李斯 离开老师寻子之后 李斯奔赴秦国 做政治实务工作 最终做到秦王嬴政的宰相 韩非子回国 纯粹勿须 闭门造车做宣文 其实韩非子最初 也想劝说韩王实行变法 但韩王听不进去 韩非子只好以文论法 韩非子这个人文才飞扬 他的法论文章 偶然传到秦国 秦王嬴政读到 积劫战上 实际记载 说秦王探约 劫虎寡人得见 此人与之有死不恨 说如果能让我与这个人游谈 我死而无憾 于是派兵进攻韩国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非常强大 韩国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 所以韩王不得不按秦国的要求 交出韩非子 把韩非子任命为 韩国驻秦国使节 交给秦国军队 韩非子就这样来到秦国 韩非子来到秦国 按理说 韩非子应该跟秦王政见一致 韩非子本人又是专门研究法学的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相见 会是一个多么欢快的场面 可是呢 情形完全相反 韩非子跟秦王嬴政见面以后 相谈居于 引起秦王强烈的反感 因为韩非子见了秦王 他不跟秦王讨论法学 却跟秦王不断的要求 要求秦王不要进攻韩国 这件事惹恼了秦王 因为秦国的前一任宰相 叫范遂 他曾经给秦国立了一个军政大计 叫远交进攻 就是对远处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首先击打进处的国家 等把进处的国家蚕食掉 远处的国家又变成晋国 这样才可以逐步惊吞天下 韩国紧临秦国 正是秦国早期进攻的目标 那么韩非子作为韩国使节 要求秦国不要击打韩国 这完全是要乱掉秦国的军政打击 我们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韩非子学说虽然十分刻读 但韩非子本人却是一个良善无用的书生 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代的文人通常是不为自己国家负责的 因为那个时代的观念 叫治国平天下 如果有平天下的机会 即使是平掉自己的国家也在所不惜 所以像魏秦啊等等这些人物 吴起啊这些人物是不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的 反而去为其他的敌国强盛做努力 韩非子却相反 去执行他作为韩国驻秦国使节的职责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我前面一再讲 务实者务不了虚 务虚者务不了实 韩非子这个人作为务虚者 在政治实操上显然能力很差 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 说牛顿虽然极为聪明 创立了经典力学学说 开创了整个工业时代 可是传说他家里养了大小两个猫 他居然要在门上刻大小两个洞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在门上只刻一个洞 大小两只猫怎么能钻出去 这当然有可能是瞎说 但他表明了 这个务虚者的思路 和务虚者务不了实的那么一个状态 那么韩非子因此惹恼了秦王 李斯趁机在旁边下驱 秦王一怒之下 把韩非子投入狱中 韩非子刚被投入狱中 李斯立刻悄悄地 在韩非子的狱石中下毒 把韩非子堵死了 秦王后来意识到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妥 想把韩非子再从狱中调出来 已经来不及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 命运最悲惨的就是法家人物 大家看 吴奇被射成刺猬 商鞅被撤裂 韩非子被他的同传好友李斯毒杀 李斯本人和他的小儿子一起被赵高腰斩 为什么先秦时代柱子百家中命运最惨客的 都是这些法家人物 是因为法家学说 极为残酷和决绝 所以他的对手处理他们 也必须用极为决绝的手段 二则 法家人物 秉持法家学说 心理上也容易变态 行为乖利 容易遭到报复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韩非子死后 后人把韩非子的法论文章总共十余万字 结成55篇文论 分为二十卷 最终出版 这就是韩非子这本书 韩非子这本书 可谓文采飞扬 它表达着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最高学术水平 韩非子的法论文章里 充斥着大量的语言典故 你如果不仔细搜索 你很难搞清楚 韩非子法论的中心思想脉络 我们今天讲韩非子 主要依据郭默若十批判书中对法家的评论 我对郭默若简单说两句 郭默若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可谓财气横一 在建国以前 他在史学 文学 戏剧 甲骨文 等等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研究 达到相当的高度 建国以后 骤然间变得十分萎缩 全程于用文人 形态令人作呕 这个话题我们不再多说 我们下面 进入郭默若在十批判书中 对法家学说整理的状态 做一个法家基本思想脉络的讲述 韩非子在法定篇中自诩 就是他自夸 他说神子未尽于树 商鞅未尽于法 他的意思是 神不害把全树这个东西 还没有玩到极致 商鞅把法这个东西 也还没有做到深处 韩非子 他的基本思想特征有四项 第一 驱老 也就是歪驱老子 大家知道老子的道论 认为道是万物演化的根据 韩非子把老子的道 说成是法 认为法术就是天道 他讲道无双 故月一 事故明君贵独道之荣 他这里讲的道 已经不是老子所讲的道 而是法术之道 而且他明确的批评 老子 因为老子讲甜淡 讲恍惚 他说要淡薄处之 顺乎自然 他说用五官 用一般的感知方式 不能感知到 恍恍惚惚 韩非子说 甜淡无用之教也 恍惚 无法之言也 强调 他对老子道的歪曲 一定要重新整顿 整个道论的 基本内涵和外部形态 韩非子学说的第二个特点 叫非儒 就是全面反对儒家学说 说起来 韩非子本人 是大儒 荀子的弟子 他是儒家出身 是儒家后学 可是他却主张 是术而不是信 就是你要依靠权术 而不能依靠仁义理智信 主张上法而不上贤 就是你要从上法术 而不能从上贤良 他以虎豹育人君 与除屋比育臣 他有一篇文章很有名 叫八坚 他在八坚篇中 有这样一段话 他说一月同床 二月在旁 三月赴兄 也就是他在这篇文章里 列出了八种 威胁君王的奸情 第一叫同床 也就是跟君王 睡在同一个床上的 君王的妻子和儿子 他说这是对君王 第一大威胁 他说二月在旁 所谓在旁就是君王的重臣 古代君王的重臣 其实都是君王的血亲 三月赴兄 就是第三对君王构成危害的 就是君王的父亲和兄弟 韩非子这样讲 讲的是非常对的 大家回忆一下 我昨天在孔子课中 讲春秋 时代 二百五十五年间 发生四十三起 士君事件 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都是这三类人做的 所以可谓韩非子 眼光独朗 韩非子第三个特点 叫篡末 也就是篡改末家 学说本意 以为他的法术之论服务 说起来 末家是代表下层 手工业者的利益 发言 但是末家却同时 主张明君独裁 这个话题 我们在讲 朱子百家 集要的时候 再详细展开 韩非子就借助 末家的这些观点 上同观 然后提出进一步的 纵深讨论 他在法定片中讲 说以异国目视 以异国而听 就是一个国家智掌 一个脑袋 这就是君王 一切由君王读断 所以中国后来 有末法之学的称号 末就指末家 法就指法家 所谓末法之学 就是法家之学 都是从这儿来的 韩非子学说的 第四个特点 就是批巡 说起来巡子 就是韩非子的老师 可由于我前面讲过 巡旷 巡子 一方面主张 仁义理智信 一方面主张 言行俊法 因此 韩非子批评 他的老师 说他的学说是 于乌之学 杂反之词 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 韩非子的法论精神 彻底到何等程度 我们下面 略微看一些 韩非子的原文 梳理一下韩非子法论的主线 韩非子在外左上篇中讲 他说 抚慕仁义而弱乱者三进也 无目而至强者 勤也 然而 卫帝者 智卫弼也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他说你看 凡是坚持 仁义理智信的中原文明各国 全都处在弱乱状态 他说 不相信 不羡慕 孔子 仁义理智信的秦国 他就很强大 然后又问 他说 那么秦国 为什么还没有统一天下 没有称帝呢 然而 为帝者 他的答案是 智卫弼也 就是秦国的法术 还没有执行到尽头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商鞅变法 已经发展了六代君王 韩非子仍然批评 秦国的法术执行 还不够深测 韩非子在 《间接事成篇》中 说一句话 他说 圣人之治国 有始人不得不爱我之道 而不是人之以爱为我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 最英明的君王治理国家 绝不能让人民爱戴他 而一定要让人民 不敢不爱戴他 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区别 就是他认为 绝不能实行人证 他说 暴力和残忍 才是权力和管理的 唯一资源 这是韩非子法论里 非常重要的一条 韩非子在《八岁》片中说 有道之方 不求清洁之力 而务必知之术 他的意思是说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方法 不是使用连接的官员 而是要使用懂法术的官员 由于韩非子排斥用清洁之力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贪官政治 就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中国现在才有贪官 民国时候才有贪官 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 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国贪官史 所以中国自古就有 一人轻之腐 十万学花银的说法 我们讲一个故事 南北朝时期 西魏创始人余文泰 打下天下 于是他就跃见一个 当时的重要文人叫苏绰 他问苏绰 我打了天下 怎样治天下 苏绰给他两个字 聚官 他问如何聚官 当然后面这些部分 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 有可能是后人的杜传 但这个杜传很能够说明 中国贪官政治的特点 苏绰说用贪官 余文泰大为不解 说为什么用贪官 苏绰告诉他 用贪官你能得到三项好处 第一 他是贪官 跟着你能收获巨大利益 因此他一定最忠诚于你 第二 因为他是贪官 你手里就有他的把柄 所以你最好管理他 他稍不规矩 你恐吓一下 他就变乖了 第三 你还应该动辄杀两个贪官 这样万民欢呼 君主英明 大家看 中国自古以来的 质贪政治 不就是这一套东西吗 而这些东西 都是韩非子法术的产物 韩非子在背内篇中 他讲一段话 他说 作为人主 而太信其子 则兼成得逞于子 以成其私 他后面还列举一些典故 来证明我们不讲故事 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他说作为人君者 你绝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儿子 因为你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 在太子周边就会聚集某种力量 从而最终对你构成威胁 他又讲 他说 为人主 而太信其妻 则兼成得逞于妻 以成其私 他说 作为君王的人 你也不能太爱自己的老婆 你如果太爱王后 太信王后 在王后周边 就会形成一种势力 最终对你构成威胁 他甚至做一个证明 证明对君王构成最大威胁的 就是同床的王后 你看他怎么证明 他说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结也 夫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 以衰美之夫人 是好色之丈夫 则身见书见而子依不为后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男人到五十岁还来劲着 但一个女人到三十岁 已经没有颜色了 我们今天看一个女人 三十岁还正年轻美貌的 可是你要知道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 只有三十九岁 女孩十四五岁就结婚 三十岁已经徐娘半老了 他说因此呢 君王在王后人老珠黄以后 就会贪恨其他女色 最终使王后本人被打入冷宫 以至于王后跟君王的儿子都不能继承王位 这是他后面那段话的意思 他然后讲 他说为母为后而子为主 则令无不行 尽无不止 男女之乐 不简于陷军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只有让王后变成母后 也就是变成太后 然后让王后跟君王的儿子太子 做上君王 这样王后才能确保自己有权势 他说虽然这个时候 王后没有了自己的丈夫 但是呢 他的男女之乐都不简于先君 他怎么解决自己的性饥渴问题 找男计 找面授 就像武则天那样 他可真为王后想得周到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此 真毒恶媚之所以用也 他说君王你小心 这就是王后特别想杀你的原因 他连杀的方法都给你列出来 第一真毒 就是悄悄在君王的范里下毒 毒死君王 第二恶媚 趁君王睡着了 拿枕头捂死他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韩非子在显学片中讲 他说言家无寒路 而慈母有败子 勿以此之 威士只可以进报 而得后之不足以止乱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严厉的父亲 那么这个家里的孩子就会比较出息 不至于出什么问题 他说如果一个家里只有慈母 这个家里就会出败家子 他说我以此之道 威士是管理的资源 而得后慈爱不足以止乱 大家注意韩非子这个说法表面上听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他是搞概念混淆 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孩子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过于横暴 这种孩子小的时候心里就会变态 长大以后 他的人性伸展程度很低 甚至犯罪率都会偏高 一个孩子在慈爱状态下生活 他将来人性比较饱满 人生相对来说会比较舒展 尽管如果母亲过于娇宠孩子 确实会把孩子关坏 但那是少数 也是一种极端情况 韩非子宁可把概念搅乱 因为概念是不同的 外言是不同的 比如你爸爸戴蓝帽子 你不能反过来说 戴蓝帽子的都是你爸爸 他用这种混淆概念的方式 来证明暴力和残忍 是管理的唯一资源 再度强调这一条 所以他下面就又说一段话 他说母子爱子也背负 负令之行于子者是母 他说母亲爱孩子 比父亲爱的程度成倍的增长 但是孩子听父亲的话 却比母亲的话十倍的有效 他说立之于民无碍 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 他说官吏对人民根本不会仁爱 但是他管理人民 人民听令于他 却远高于听令于父母 他说父母积爱而令穷 利用威严而民听从 言爱之策 亦可决意 他说父母积爱 却管不住孩子 官吏无碍 却有威权 人民就听从 他说慈爱和严厉 这两者哪个有效 这是判然清楚的 他再度的反复的强调 暴力 残忍 严苛 才是管理和权力的资源 他在主道片中讲 他说道在不可见 用在不可知 虚净无事 以案见词 见而不见 闻而不闻 知而不知 大家注意这段话讲什么 讲权术 他跟神不害前面的那个意思 完全一样 他说道在不可见 用在不可知 他说你执政 一定不能在明处操作 要有阴暗之术 他说你一定要躲在暗处 观察明处的大臣 却不让大臣发现 你在观察他 这叫虚净无事 以案见词 他然后又讲 他说就算你发现了 你的大臣的问题 你也不要指明 你找一个机会收拾他 但是你不要表明 你已经发现了他的见情 这叫见而不见 闻而不闻 知而不知 韩非子书里充满了这样的 阴术之论 我们在这里只举这一个例子 表明韩非子法术士 对术的强调和精妙之论 韩非子在《主道》篇中 他讲一句话 他说有功则均有其贤 有过则承认其罪 我们知道 君王管理天下的方式 是具体在前线做事的官员 向君王提出建议 君王根据情况 采纳或者不采纳 韩非子给君王讲 说如果治理有效 功劳是君王的 如果采纳他的意见 治理无效 罪过是大臣的 他说这就是君王和陈属的关系 韩非子在《八经奇乱》篇中 讲一段话很有趣 他说官西节而尽 以致大任致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官员 如果他从基层做起 逐集提拔而升为高官 他说君王你要小心 这种人特别有智慧 他然后讲 他说对于这种人物 既有能力又有野心的人物 君王你要用三种方法截治 哪三种方法 一月治 二月镇 三月故 什么叫治 亲戚妻子治也 就是你要把他的老婆孩子 扣在京城作为人治 这个官员一旦出事 你就杀他全家 这叫治 二月镇 什么叫镇 绝路后而必 就是你要给他高官后路 让他发财 包括他贪污 满足他的发财欲 他说这叫镇 三月故 什么叫故 三五则怒故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动不动挑他的刺儿 鸡蛋里面挑骨头 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他 比如说把他吊死之类 他说你要用这三种方法 才能节制这种有雄心 有能力 从基层提到高层的官员 他然后讲 他说贤者 知于知 他说对贤良的大臣 你只要把他老婆孩子 扣为人治 他就不会犯事了 他说贪淘化于朕 对于贪管爱财的官员 只要让他发财 问题也就解决了 然后他说奸邪穷于故 也就是有能力 有野心的官员 你就要动不动 挑他的刺儿 威胁他 然后他讲 他说忍不至则下上 小不除则大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如果不忍心 及时杀了他 他就会以下犯上 他说你如果不及时 把他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就会伟大不掉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诸耳鸣时荡 则净之 他说如果我能早见 一个罪名或者借口 我就立即杀了你 他下面又说 他说圣害是死伤名 则行饮食 他说这个大臣 让我很不安 可是我找不见他的罪名 这怎么办 行饮食 什么意思 悄悄在这个大臣的 饭食里下毒 毒死他 他说 此位除阴间也 他说这就是消灭 暗地里对你构成 威胁奸情的好办法 请大家听听 韩非子这位人兄 有多么可爱 这就是法家的形象 韩非子在志芬片中讲 他说查军之芬 独分野 什么意思 他说君王的权力 是不能分割的 大家知道 我们今现代政治 民主制度 是讲分权制衡的 这跟中国的法家 是完全相反 他说 是以其民众法而未尽 怨物抵罪而不敢虚赏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要严刑俊法 这个法律 严苛到这样的程度 他说民众只要不受到法律制裁 他就心满意足了 根本不敢向你情赏 他说你用法就要用到这个程度 他然后说一句话 表达着韩非子心目中人民和君王的关系 原话这样讲 他说君上只欲民 有难则用其死 安平则尽其力 原话是意思 是说君王跟人民的关系 什么关系 天下大乱 你就让人民当兵打仗去死 天下大智 歌舞升平 你就让人民为你求财 为你生产财富 把他的骨碎都砸干 他说这就是君王和人民的关系 韩非子在外诱上篇中又讲 他说事不足以化之 则出自 他说一个大臣 如果他形成了某种势力 你又把他消解不了 你就要把他除掉 他说赏之欲之不劝 罚之毁之不畏 似者家厌不变 则出自 他说你赏他 你夸他 你罚他 你诋毁他 污蔑他 他说这四样东西 你加到一个大臣身上 他都微然不动 怎么办 赶紧灭了他 韩非子在八岁篇中讲 他说立法而有难 全其变 而事成则立志 他说立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反对的力量一定很大 他说你权衡之下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你还是应该立法 他说事成而有害 全其害而攻多则为止 他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你做刑法之事 残忍 凶暴 反对的人很多 副作用也很大 但是像比较一下 收益更高 你就敢于下手 他说无难之法 无害之中 天下无有也 他说想不遇见困难就立法 不遇见麻烦就推行法术 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 他给君王说的很清楚 连你思维权衡这个问题 他都事先给你权衡好 直接交代答案 韩非子在志分篇中他讲 他说 智智之国 善以指尖为物 然则去危间之法乃何 其物令指相归其情者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治理一个国家 社会上陈属中 发生微小而普遍的违法奸行 你怎么会知道呢 他说你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揪私连做制度 就是让他们 让底下的人互相窥探 互相告密 建立特务告密制度 你才能够 抚平社会乃至下属的普遍 违法奸行 他在人主篇中讲 他说虎豹只所以能圣人 而直百兽者 一起找牙也 他说虎豹为什么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能做百兽之王 是因为他有奸牙利找 他说唐使虎豹失其找牙 则人必至之 如果虎豹的牙被拔掉 沼子被削掉 虎豹的威风马上就没有了 人也就可以制服虎豹 他然后接着讲 他说 今世众者 人主知找牙也 君人而失其找牙 虎豹之类也 他说对于君王 谁是你的找和牙 那就是你的重臣 如果你不好好利用心黑手辣的人做你的重臣 你就相当于虎豹失去了找牙 大家注意韩非子这段话的意思 他主张君王使用库吏 大家知道中国历代君王都使用库吏 比如武则天使用莱俊臣 这是著名的库吏的故事 请君入瓮 这样的典故就来自于武则天库吏的这么一个故事 韩非子在外有商片中有讲 他说明主之牧尘睡在厨屋 什么意思 他说明主驾驭大臣放牧大臣 就像猎人训练猎鹰一样 他然后讲 他说训污者断旗下灵 则避世人耳时 焉得不训乎 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猎人训练猎鹰 怎么训练 他在野外打掉老鹰 活捉一只小鹰回来 然后拔掉他翅膀上的灵毛 让他飞不起来 然后靠人工饲养喂食他 直到他完全习惯于人的思维 在这期间 他羽翼慢慢丰满 然后让他捕捉猎物 比如捉野兔 猎人放出猎鹰以前 拿一个细绳子 把猎鹰脖子砸起来 使得他不能有吞咽活动 然后捉住野兔 只能奉献到主人那里 然后主人松开脖子上的绳子 喂食他 他说君王驾驭大臣 就要像猎人驾驭猎鹰一样 他在很细的细节上 焦君王怎样观之大臣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 启蒙克 韩菲特在二饼片中讲 他说为人臣者臣耳言 君以其言受其事 专以其事则其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君王管天下怎么管 管理具体工作的大臣 为君王建议提供管理策略 君王根据大臣的提议 给大臣授权 然后大臣根据君王的授权 去做管理 他然后接着讲 我下面不念原文了 他说如果一个大臣 他说的好 做的不好 你该怎么办 这个我们都很明白 你应该惩罚他 韩菲子又问 他说如果这个大臣 做的比说的还好 你该怎么办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那你当然应该赏赐这个大臣 错了 韩菲子认为 你照样应该罚他 他说如果你不罚他 那么以后所有的大臣 给你说事 他能做到十分 他只给你说到五分 然后他只做到六分七分 你还得奖励他 你不是明等着别人来骗你 所以韩菲子讲 他说因此 明主只处臣 臣不得月官而有功 不得臣言而不当 月官则死 不当则罪 他说他说到哪儿 就必须做到哪儿 而且绝不能超越君王的授权形式 否则立即收拾他 他就在这样的细节上 都为君王做出设计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起 十五十六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后期 意大利出现的一个政治学者 叫马基亚维利 大家知道 在文艺复兴这个时代 意大利不是同一国家 分裂为无数个小公国 比如威尼斯公国 米兰公国 佛罗伦萨公国等等 佛罗伦萨公国出现了一个政治人物 叫马基亚维利 他曾经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官职 以后美帝奇家族复辟 他被辞退 被流放 流放以后 他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著作 叫君主论 一个薄薄的小册子 马基亚维利在这本册子里 他讲了一个意思 他说人性总是向恶的 而不会向善 他说因此君王管治天下 绝不能遵从民间道德 他说君王要像狮子一样凶猛 要像狐狸一样狡猾 所以今天巴黎行政学院的校徽 还是一头狮子一头狐狸 他然后讲 他说君王做事 不奉道德 什么坏事都要敢干 阴谋 暗杀 诡计 权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忘恩负义 什么事他都应该做 只要他的目标正确 可以不择手段 这个就是马基亚维利 在君主论中的基调 在西方政治学上 他是第一次把西方政治学 从神学和伦理学中解脱出来 使得西方现代政治学得以确立的第一个账本 可见你听一听现代政治学这个词 本身就有恶读之含义 你读一下他的君主论 这个书有翻译 他跟韩非子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子比他讨论的精细的多 深测的多 精彩的多 尽管韩非子比他早1700年以上 俗见中国法学政治之黑暗 韩非子在五读篇中讲 他说境内之民皆言之 藏管商之法者 家有之而国与贫 言耕者众 之雷者寡也 什么意思呢 他说所有的书都在该烧之列 他说除了农书 医书以外 甚至他法家的书 兵家的书 只留给君王和众臣读 在老百姓那儿你都得进决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 众内之民皆言法治 谈管商之法 管之管重 商之商鞅 管商之法就是法学文论 他说如果老百姓都读法学书 言耕者众 之雷者寡也 他说谈农事的人就会变多 真正扛着锄头干农活的人 就会减少 他接着讲 他说境内皆言兵 藏孙无之书者 家有之而兵欲弱 言战者多 备家者少也 他说兵书也在该烧之列 因为老百姓如果读兵书 就会出这样的局面 谈战争的人会很多 但为你扛枪打仗的人 就会减少 什么意思 所有的书都在该烧之列 甚至他自家的书都是该烧的 书只留给君王和众臣读 这是典型的愚民政策 大家注意 中国法家主张愚民政策 很多学者讲中国愚民政策 其实从老子那儿就开始了 别搞错 老子虽然讲七智绝学 但他不是愚民政策 他是上智组长圣人 下智普通民众 大家都不要开化智慧 都不要进入文明态 才是人类的福音 所以老子不是愚民政策 中国的愚民政策 典型的从韩非子开始 韩非子在说一篇中 他又讲 他说 禁监之法 太上尽其心 其次尽其言 其次尽其事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 现代法律 人们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法律只追究一个人 办法以后 事后评判他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才追究他 韩非子说 相反 他说 禁监之法 一个好的法律 太上尽其心 他说 最好 你让他心里都不敢想 其次尽其言 差一等的法律 才是让他不敢说 其次尽其事 他说 最差的那一等法律 才是让他不敢干坏事 由于韩非子的这个主张 所以中国自古就没有言论自由 不但没有言论自由 还有一种东西 叫文字欲 大家知道 文字欲最典型的发生在清代 但其实中国自古都是文字欲 只不过清代做得更彻底一些 清代流传一个故事 说一个文人 有一次在户外读书 微风吹过 把他书页吹乱了 于是他随口念一句打油诗 说清风不诗字 何苦乱翻书 结果被有人告上去 说他这个打油诗里暗含着 清政府 清满人 没有文化 于是掉了脑袋 这叫文字欲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言论自由 直到毛泽东时代 直到文革 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 任何人 如果你曾经有文章稿子 甚至你的日记 你都赶紧烧掉 万一被人发现 里面有片言之语的麻烦 你都会有身家性命之威 所以那时候是没人敢写日记的 如果你要想写日记 你只能写一种日记 那就是雷锋日记 那么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罪名 在汉武帝时代 叫抚妃之罪 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罪名 什么意思 你在肚子里诽谤我了 因此我要杀你 这叫太上尽其心 大家听听 这就是韩非子的法术 这就是中国法家理论之极大成 韩非子的思想体系 主张法位专制 他的整个法论总纲 五个字 叫上尊而不亲 就是君上的尊严不受侵犯 这就是立法的总纲 大家知道人类的现代法律 是由人民选出议员 在国会立法机构制定法律 专门限制行政官政府 政党和军队的权利 这叫宪法 所以中国法学 跟现代法论 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人说 中国的法家是现代法治的先河 这完全是扯淡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系 农业文明的法系 跟希腊罗马系统最终产生的工商业文明的法系 根本没有继承关系 他们是两路法系 基本精神 及其形态之节 都是完全相反 韩非子的法 主张法恶人性 就是能够掐住人性的展开 他在五读篇中讲 他说父母只与子 忧用计算之心 以相待也 民者顾服于事 寡能怀余意 他说父母管教孩子 赏窃要用算计之心 何况君王官吏管人民 他说人民只服从谁有权势 谁厉害 绝不会服从谁有人意 韩非子主张法代文化 他说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他说教育如果还要进行 就是教法术 他说谁可以做老师呢 懂法术的官员才能够做老师 他主张法术兼用 他说为人臣者 窥占其军心 也无虚余之休 他说你的臣属 整天都在算计你 因此君王随时都要保持警惕 他然后讲 术者藏子于胸中 以偶终端而浅欲群臣也 什么意思 他说权术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阴藏于心 而不能暴露出来 他说你想想你君王只不过是一个人 你怎么去对付成百上千个大臣 你根本力量就不匹配 就不对等 你只有一个办法 用阴术 你不断的分化他们 使他们内部自己就狗咬狗咬的没完 然后你在中间平衡自己的权力 结构 他给君王教很多用权术的方式 他然后讲 法度要严厉 严行俊法 他说行过不比大臣赏善不宜皮肤 他又讲不比清贵法行所爱 很多学者见到这样的话说 韩非子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不是这样呢 显然不是 因为韩非子认为对君王造成最大的奸情 就是他的亲贵和所爱 所以这里绝不表达韩非子的法论里 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话题我前面说过不再重复 韩非子的法治理想 他有一段话做全面表述 他在《间接时辰》片中讲 他说圣人者 审于是非之时 查于治乱之情也 故其治国也 正名法 尘延行 将已就群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是强不凌弱 众不报寡 弃老得随 孤幼得掌 边境不侵 君臣相亲 父子相保 而无死亡戏路之患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个好的君王 他作为立法者 他一定要明察 是非 深了解治乱之情 所以 他要言行俊法 功名于众 只有这样 你才能救群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使强者不欺负弱者 多数人不欺负少数人 老人能够得到赡养 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边境不受侵犯 君臣父子得到相保 而不至于变成他人的俘虏 也就是说 韩非子认为 他的这一套法系 是对整个社会负责的 这个说法对吗 对 什么意思 在农业文明社会结构中 只有这个简单粗暴的 法论系统和法治系统 才成本最低 管制最有效 它就是这个生存结构的 必然产物 中国的法家绝不是擅长 他们在法论中 在国家治理 政治治理上 表现得十分恶毒 比如 商鞅曾经就提出来过一个 弱民理论 他原话这样讲 他说正作民于所物 民弱 正作民之所乐 民强 这段话什么意思 他说如果你出政策 都是人民很喜欢的 他说那糟了 人民就会很强 他说如果你出的政策 政令 人民都很厌恶 他说这好了 因为人民很弱 也就是政治总是跟人民作对的 他然后接着下面说了很有名的八个字 叫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他说只有人民很弱的时候 国家才会强大 他说如果人民很强大 那国家就管不住人民了 国家就弱了 这就是他著名的弱民说 政治是什么 中国的法论政治 就是专门欺负老百姓 专门削弱你 只有人民处在柔弱萎缩状态 国家权力才能巩固 这叫民弱国强 弱民 他提供三种方法 第一 渔民政策 商阳直接讲 他说渔农不知 不好学问 责物即农 他说农夫们很无知 没有任何搞学问的兴趣 这样他才会勤勉更做 所以他主张烧书禁书 禁止人类 人民迁徙自由 人民不得于外国人交往 总而言之 切断你的一切信息来源 使人民很愚钝 这是弱民的第一方法 第二 叫辱民 就是要不断地羞辱人民 让人民觉得他猪狗不如 他说只有这样 人民才会尊官 他原话这样讲 他说民有私荣 则见烈悲观 负责清赏 他说如果你让人民 觉得自己很荣耀 那完了 人民就会倾见官员 瞧不起官员 他说你只有让人民 觉得自己很自卑 猪狗不如 官员才会很有威势 他的第三政策 叫穷民 他说富则清赏 他说如果人民都很富有 他就看不上官员的赏赐了 官方对人民 就没有协制力 他说辱则贵决 弱则尊官 贫则得赏 他说你让人民很自卑 很羞辱 那么人民就会很看重 爵位 他说你让人民很弱 那么官员就会显得很尊贵 很强大 他说你让人民变得很穷 人民才会稀罕官方的赏赐 大家听听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内涵 这就是中国法论基本对待人民的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中国的法家 绝不是擅长 他跟现代法系全部相容 他是国家至上 人民只是国家政权的工具 国家本来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机构 但是在中国法治文化和政治学里 从来不是这个观念 所以郭默若讲 他说在韩非史之下的社会里 只有猎犬 就是高密者 财狼 就是君王的爪牙和牛马 也就是普通被压迫的民众 哪里有人的气息和尊严 鲁迅在他的书里说 他说中国只有这两个时代 一个就是把奴隶做稳了的时代 一个就是你想做奴隶都做不成的那个时代 于是造反 所以中国的法家学说 它是典型的国家至上和国家主义学说 是暴力至上学说 一切为国家服务 人民是极为清贱的 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的工具 而要维持国家政治权力和法论系统 最好的资源就是暴力和残忍 这就是中国法家基本理论框架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前面讲了韩非子法学理论的主线 我们下面讨论一些与此有关的问题 自从法家理论确立 中国从此进入君主专制时代的成熟阶段 由于中国政治法论体系极具亚裔性 从此使中国文化的发育 进入黑暗而窒息的时代 前以后 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 中国国学文化及其思想发展 从此再没有任何重大建树 这都是韩非子法代文化的 那么一个产物 大家注意 中国中古社会 说文治武功 其实中国社会但凡官方治学 其实都是对学术的演歌 比如永乐大帝朱棣 在官方组织下形成永乐大典 有人说他是明代官方智学的典范 但实际上永乐大典是什么 官方搜集民间所有书本 不准民间藏书 然后把所有书籍拿来官方审查 凡事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 一律烧毁 然后把符合官方主流思想的东西 汇集成册 这就是永乐大典 清代的四库全书 有人说是清代文治的光辉 但实际上四库全书是什么 把民间书籍搜索上来 凡事不符合满清统治的东西 包括中国传统下移之变的内容 全部删除 全部烧毁 然后把官方认可的东西 甚至是篡改的东西 另加编辑 这叫四库全书 因此但凡中国官方智学 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真正文化学术的眼割和扭曲 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 它的全部关注点都在人伦社会问题上 以至于自然学完全偏废 照理说 中国人的政治学 法学 伦理学 都应该达到极度高超的状态 可事实恰恰相反 它的所有智者 把自己的全部智力 都集中在人伦社会政治问题上探讨 它却缔造的是前面所讲的 那么一套简单粗暴的法治政治体系 因此有人说 中国人政治智慧极差 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家看 从古希腊文化一直到西方文明 他们把自己最主要的智力 都使用在仰望星空 研究自然学领域 产生哲客思维 建立整个自然科学系统 他们把自己边边角角的一点智慧 使用在人文学 社会学 法论系统 以及法治建设上 却居然建立了非常复杂 非常系统的民主法治体系 这真是令人惊骇 大家要知道 西方宪政民主法治体系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分权制衡体系 它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拿选票说话这么简单 它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结构 首先 它在横向上进行分权 叫三权分立 也就是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各自独立 互相牵制 立法者地位最高 国会 他们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一切机构 一切人都在他的立法下运行 但是他没有行政权 没有司法权 政府 政党 他们有行政权 如果取得执政地位 但他没有立法权 没有司法权 司法机构 判案机构 他有行使法律的权利 但他没有立法权 没有行政权利 形成一个互相权力制约的体系 这是横向之行 到此还不够 他在建立纵向分权制 他的官员政府体系 不是由上级委派下级 而是各地方 有自己的地方立法机构 由地方选民 选出地方行政长官 又绳成一个第一级的三权分立结构 这就是所谓的联邦制 他的这个地方分权 一层一层分权 下级官员周俊领导 并不受上级委任 而向自己本地区的人民负责 向地区地方议会负责 他甚至做到一个街区 如果这个街区的民众 有一个共同的协议 比如在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的脚上不能有建筑 否则汽车走到这个地方拐弯的时候 视线被阻挡 于是地区民众 一个小街道地区的民众 做出一个协议 建立一个决定 到法院备案 都有效 这是在垂直线上 进一步分权 到此还不结束 还有一层 叫舆论民办 在西方国家 包括在美国 法律明文规定 政府不得操办 舆论机构 比如报纸 电台 电视台 杂志社 出版社 这都是不准政府操办的 除非有对外宣传机构 政府可以办 对内的舆论机构 政府不得操办 只能由民间 才有权办 从而形成 舆论独立于 政府权力之外 监督政府 行使权力 所以舆论被号称为是 第四权力机构 到此还不结束 他再画一条线 叫天赋人权 就是在这条线以下 人民的基本权力 以个人权力 不受任何公权力的侵犯 比如个人名誉权 肖像权 婚姻自由权 财产权 任何机构 包括政府公权力 不得侵害 到此还不结束 他还有一条 叫违宪审查 就是政府 政党军队 这些有组织 最有力量的人群 他们的行政工作 如果出现违反立法机构 所立宪法的范围 最高法院 有权对总统行为 行政机构的行政措施 加以违宪审查 看它是不是符合宪法 这样一个层层的 权力制约系统 构成民主宪政法制的 复杂体系 大家注意 西方的法律 用的是哪个词 law 这个词同时就是 自然科学上 所说的规律 这两个词是一个词 什么意思 他认为法律 这个东西 是一个存理性的产物 就像你发现 自然力一样 是一个存理性 存逻辑的推演 它不是根据 某人的需要 而是根据 整个社会的 社会结构 用理性排布 一个法系 这就好比交通法规 红绿灯的设立 不为任何人服务 它的设立方式 甚至读描述 都是根据交通流量 来调整的 所有人到此遵行 它是一个非常系统 非常细密的 存理性结构 康德把这个东西 称为 纯粹理性的 道德命令 它是指道德和法律 都是在这个 系统上展开的 这跟中国法家理论 为当局政治控制服务 是全然不同的概念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 西方的民主法治 绝不是骤然形成 它是经过 两千多年的磨练 和琢磨 才逐步形成完善体系 要知道 古希腊当时的学者 比如伯拉图 比如亚里士多德 曾经对各种 不同的政治体制 做过专门的 分辨性讨论 比如君主制 建主制 寡头政治 民主政治 他们不断地进行比较 说每一种政治形态 各自具备的优点和缺点 大家知道 在古希腊雅典 实行民主政治 它曾经其实是很幼稚的 甚至是很荒唐 比如古希腊著名哲人 布拉图的老师 他居然是被雅典公民 投票赐死的苏格拉底 为什么西方历史学上 不断地探讨 波罗奔尼萨战争 所谓波罗奔尼萨战争 就是古希腊的很多城邦 分为两个集团 一个以雅典民主制为首的集团 一个以波罗奔尼萨半岛上 斯巴达独裁政权为首的 斯巴达阵营 两者发生过两次战争 史称波罗奔尼萨战争 这两次战争 民主雅典全部战败 西方探讨波罗奔尼萨战争 探讨什么 探讨民主制的缺陷 在雅典发生 波罗奔尼萨战争期间 雅典公民对于任何将军 如果作战能力极强 战功极高 威望超众之人 他们居然在战争 正在进行的时候 就用瓦片投票法 把这些将军解职 并且流放 为什么 害怕他们权力太大 声望太高 有一天成为独裁者 结果导致 波罗奔尼萨战争 雅典城邦不断失败 可见 西方民主法治经历 两千多年 从粗糙到精致的琢磨 绝非一日之功 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数千年磨练出来的东西 大家要注意 我们谈法律 谈政治制度 这些东西表面上非常重要 但实际上文化先于制度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前面讲 民主法治是有整整一个系统的民主理念构成的 他要有一个系统的社会文化做铺垫 做前提 当年袁世凯时代 军阀时代 他是有议会的 他是有政党的 有在野党的 可是有什么用 议会要么被随便解散 要么就只有主宰议员 政党领袖可以被刺杀 政党可以被权力限制 袁世凯最终称帝 蒋介石提出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一个政府 一个政党 全走向的是宪政制度的反面 他说明什么 说明即使你有这个制度建设 你没有这个文化基础 制度也一定变形 制度也一定荒废 这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 所以民主制度的建立 绝不是你仅仅建立一个制度框架 他就能够完成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西方民主宪政制度 在欧美国家以外 从来得不到立行 至少得不到原样的执行 总是变形 总是变质 就连日本 托亚入欧 全面学习西方 到昭和年代 也完全回去 天皇从虚军变成实军 军国主义再度发生 直到麦克阿瑟二战以后 统治日本 然后由麦克阿瑟 按照美国宪法制定一套宪法 强行强加在日本头上 日本迄今仍然自民党一党独大 他算是做得最好 模仿最好的民主制 也赏切不能完全和西方民主制对齐 其他所有非欧美国家的民主制 基本上都不能进入成熟状态 为什么 文化先于制度 这一点请大家务必理解 而且我也顺便再说一个小话题 有人说美国没有文化 这话有一定道理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 你到美国去看 你绝难看到在欧洲那样 巍峨的庙宇 教堂 精美的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类绘画雕塑 这些东西在美国都没有 但你说美国没有文化 是你对美国社会文化实际上是继承欧洲近代先进思想的产物 这一点毫无了解的表现 要知道美国社会实际上是最纯净的执行了或者落实了欧洲近代一批思想家最先进思想的实验场 他包括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主权在民 孟德斯鳩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三权分立 卢索提出社会契约论 约翰穆勒提出代意志立法结构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 提出自由市场论 他是这一代思想近代欧洲思想家 整个思想体系在北美新大陆最纯净的落实 这个话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批欧洲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当年在欧洲大陆还受到传统的牵制 执行都在某种程度上变形 只有在美国这一个新的实验地上做全面落实 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由于他是这个新思想的最纯净的落实和执行 这才缔造了美国近百年超级大国的先进格局 这是大家也要理解的 我在讲什么 我在告诉大家 民主制度 我们姑且不论它好坏 至少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一个数千年文化琢磨的产物 而且它要有相应的生存结构的土壤 培植它 这个东西才会出现 所以但凡在世界上 只要是古代大和文明 农业文明发生之地 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民主法治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 它说明什么 再度说明任何文化只是某种局域性生存结构的适配性产物 而绝不可能无由生发 在中国纯粹农业文明的结构上 你连民主的基本问题都无由提出 只讲社会公权力和国家权力 从来不会讲个人权力 而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个人权力的基础上 公权力只不过是个人权力的授权 这种文化在农业文明中绝不会发生 所以世界任何农业文明之地 你都见不到民主法治体系 包括公元前1776年前的古巴比伦汉布拉比法典 一直到中国公元前三世纪的韩非说 这套系统完全是一样的 它根本不可能产生西方工商业文明 从萌芽状态到成熟状态的这个现代法系体系 因此大家注意 有人讲中国人文政治智慧极差 其实是对文化生发条件缺乏理解 生发基础缺乏理解 因为在某种土壤上一个问题都不会产生 怎么会产生结论追究和答案呢 在农业文明下没有个人自由 不倡导个人自由 因为集体协作才是生存的最简单方式和最有效方式 因此在它自古文化中 就没有个人权利 就没有平等观念 就没有这些东西 而是讲爱有差等 理有尊卑 它用这样一个系统 尽管简单却十分有效 尽管粗暴成本却极低 形成有效的社会管制系统 因此一种文化 包括政治法治文化 它一定是某种生存结构的匹配性状态和匹配性产物 它绝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发生 这叫文化先于制度 请各位务必理解 法家思想 听起来像是儒家思想的对立面 其实他们的出发点 最根部的基础是一回事 这就是血缘社会思想体系 孔子的学说叫以人事理 韩非子的学说叫以法事理 我前面讲过理是什么 尊尊而亲亲 也就是社会血缘结构 血缘基础 是孔子仁爱之说 和韩非子法论之说共同的基础 表面上看他们两者对立 实质上他们两者同一 骨子里相同 由于都是血缘家长制 这才会出现法家的家长式 是人质法论体系和政治体系 因此由于两者骨子里基础上相同 因此中国法辱和流 辱法是一回事 叫外如内法 阳如阴法 外面挂的是儒家 骨子里执行的是法家 这两个东西融合得非常之好 构成中国社会的稳定体系 你仔细看中国文化 先秦诸子百家 他的整个传统体系 其实都建立在这同一个基础上 老子站在最前面 他主张退回到纯粹的原始始族社会中去 血缘社会中去 孔子承认封建制文明体系 但是却用血缘关系 重新建构文明社会结构 韩非子随着社会紧张度增加 以法势力 用法论体系和法律阅俗方式 实行和巩固 这个血缘家长式社会结构的金字塔 而莫家站在超前状态 对儒家中国血缘社会体系 提出解构式思想 而最终不能落实 不能穿透 这个莫家 虽然他代表贡商业说话 所以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所有讨论 你只有理解农业文明 奠基于血缘社会这个基础 你才能理解这些思想得以发生的原因 你也才能理解 为什么在农业文明社会结构中 不可能出现个人权利的伸张 如果没有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保障 就不可能有民主制度和契约社会 发生的条件 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理解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再讨论一个问题 民主制度看起来很好 韩非子的法家听起来十分残忍 韩非子法论体系下的人性就是残酷的 人性是一回事 它只不过是不同文化 使得它的流淌方式不同而已 大家知道西方近代民主制以后 作恶多端 他们对内讲人权 讲公平 对外抢掠极为残酷 中国社会行为方式恰恰相反 它对内很残酷 管制极眼 对外却极为人厚 你看郑和夏西洋 它开出巨大的舰队 从来不去征服其他国家 反而建立朝共制度 就是你只要承认 我是天朝万国之国 你给我进贡一分 我给你回馈十分 这叫朝共制度 它对外很人善 但它对内极为严苛 极为残酷 原因是什么 我前面讲过 中国独特的封闭地貌 是唯一的农业生产之地 周边全是荒漠或者是海洋 或者是高山 因此它对外 无从获得农业时代的财富 也没有办法向环地中海地区换回粮食 它对外没有可抢掠的地方 而对一切争夺 一切利益纠葛 全部是对内发生的 由于对内竞争极为激烈 因此它对内管控的方式 也就极为可酷 它对外人善 是因为它对外无从获得利益 西方国家相反 它对外要抢掠 它对内讲人权 讲公平 形成的内在凝聚力 但是它的文化 包括它民主制度 工商业文明的基本状态 仍然是极为恶劣的 比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百种人居然灭绝了 当地印第安人90%以上 尽管绝大多数 是在过去的病毒细菌造成的 但是百种人最后 以军队火枪的方式 消灭印第安人 也是不争的事实 再比如 东印度公司 荷兰最早资产阶级革命 建立何属东印度公司 指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 在今天的印度 它的公司居然有政府入股 以政府公权力作为股份 于是这些公司可以建立军队 有一定的外交权 他们在东印度公司 不管是何属东印度公司 和英属东印度公司 他们对当地人采取极为残暴的统治方式 印度这个地方曾经在英国统治下 有一次发生灾情 印度盛产粮食的这一片区域 粮食被东印度公司强行征收 竟然让这个地方盛产粮食丰收之年 让这个地方一次饿死数百万人 这都是东印度公司缔造的罪恶 再比如贩卖黑奴 要知道当年贩卖黑奴 整个非洲总人口 大约只有九千万到一亿两千万 居然把六七千万人口贩卖成奴隶 飘扬过海 百分之七十 抛尸打烊 到目的地 他们像牲口一样 掰开牙口 看年龄 然后论价 买卖 奴隶没有任何人权 极为残忍的奴隶制度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在美国才逐步消失 像这样残酷的事情 中国人对外从来是做不出来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竟然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 消灭犹太人 净达六百万人左右 这样的事情中国从来不做 二战时期 中国反而接纳了大量的犹太人 一直到现在 以色列感谢中国 都跟这个事情有关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 人性都是一样的 人是同一种货色 人性恶 只不过随着文化塑形的不同 而以不同方式 不同方向表达和流淌 仅此而已 中国的内部政治结构极为残酷 它也同样有它极恶的一面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明成祖朱棣 由于他是篡夺了他的侄子的王位 因此他对忠诚于建文帝的文人 要求他改变立场 方孝儒 方孝儒不干 他于是威胁方孝儒 你如果不干 我灭你九族 大家知道灭九族是个什么局面 只说灭三族 就包括你本家以外 父族 母族 妻族 你的父亲这个家系 你的母亲这个家系 你的妻子这个家系 全傻玩 这才叫灭三族 竟然灭九族 方孝儒表示 你即使灭我十族 我都不变立场 朱棣于是说 灭十族 第十族是什么 你的学生和朋友都在灭族之列 换句话说 我如果犯法 朱未将全部被斩 一次斩杀人数千上万 血腥程度真是令人发指 我再举个例子 仍然是这个永乐大帝 他曾经有一个爱妃 是高丽人 朝鲜半岛过来的一个女人 姓权 史称权妃 朱棣非常喜欢 出去在荒漠中打仗 都带着权妃 结果前妃身体磊弱 再加上受到风寒 在行军北疆的过程中 得病而死 朱棣很伤心 事过若干年 他的宫女和妃子里面 由于内斗也很激烈 传出流言 说是权妃是被某些妃子和宫女 下毒的 朱棣竟然不加分辨 把当年权妃在的时候的所有妃子和宫女 上千人左右 全部凌迟处死 而朱棣本人 居然每天坐个椅子 观行 看着自己的妃子和宫女 被一刀一刀凌迟 发出惨烈的号叫声 他居然能够坐在那观行 长达数十天之久 他居然看得下去 实在是丧尽天良 而他居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可其之残酷 所以我说人性是一种货色 东西方文明 东西方政治结构 东西方社会法论体系 他并不表达谁善谁恶 他只是不同的文化 塑造了不同的人性展现平台 仅此而已 这一点我反复强调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 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克 韩非子的学术 以损道德及权力为其宗旨 跟马基亚为例 认为一切道德 只是君主 施行权力的束缚 这个看法一致 他在杨雀片中讲 上下一日百战 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很熟 他的意思是 君王的下属 天天窥刺着君王 想着要颠覆你 这叫上下一日百战 他跟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 很有意味上的相通 叫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韩非子的学说 和中国的这个政治结构 内部格斗非常血腥 所以他的内控方式 也就非常残酷 郭莫若给他做了七条总结 第一叫权势不可假人 就是权力一定要集中在自己手里 君王手里 千万不敢分权 第二叫深藏不漏 要会玩阴谋 不敢来洋的 第三 把人当成坏状 第四 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第五 例行愚民政策 第六 法须严峻 赏须审慎 第七 育必要食 不择手段 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鬼字 说起来 中国社会叫礼仪之邦 大家要知道 孔子的礼智文化 确实是礼仪之邦 古代有一个礼 叫香舍礼 就是乡村每年定时举行射箭比赛 它都有繁文辱节 各项规定 比赛以前 双方怎样向尊长敬就 然后双方怎样比赛 双方怎样互相致敬 然后开始射箭比赛 比赛完双方又怎样互相致敬 然后再向尊长致敬 等等 非常复杂 要知道 直到今天 日本人九十度鞠躬的那个礼节 韩国人唯唯诺诺的诸多礼节 其实都是中国古代理智系统在东亚的流布 可是自从法家学说兴起 由于上流社会执行的是不守一切基本道德 只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结果导致中国社会道德败坏 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文化中就流行着一种极为缺德 玩弄权术 残害他人 获得各种利益的种种方法 直到民国时代 居然出现一本书叫《厚黑学》 也就是脸厚心黑 居然还能形成一门学问 这在全世界绝无兼有 而且这本书据统计 从民国时代一直到现在 一直处在十大畅销书之列 可见中国民间败德文化流行到何等程度 这都是中国法论系统的阴暗产物 我讲到这里 可能大家会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中国社会稳定存在数千年 法家反而要鞠躬了 其实不然 要知道 法家 他的学说 在中国上流社会 政府体系 王权系统内流行 这叫半君如半虎 中国社会基层 还有一个说法 叫天高皇帝远 也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基层 实际上是在儒家学说的笼罩之下 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 政府机构只分三级 中央朝廷 周俊级 县级 县下没有政府机构 乡村两级没有政府机构 它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还有乡政府 村还有乡政府管理控制的村干部领域体系 古代都没有 而99.99%的民众生活在乡村两级 他们凭什么来管理 我建议大家 有空可以到河南内乡去看一下 那个地方有一个明清时代 完好保留下来的县衙 你去看一下那个县衙 里面的说明 朝廷命官居然只有区区几个人 其他 所有人都是临时工 普快御族都是临时工 跟今天的一个县政府 你看到一个县里最高最大的那个楼 一定是县政府 里面塞几百上千人 是县政府官员 工作人员 完全不同 一个县几十万人口 凭几个命官如何管理 它是靠乡村两级的乡绅来管理的 大家知道中国农村古代都是有祠堂的 所谓祠堂有这么几个功能 第一 祭祖的地方 第二 教育和意识的地方 第三 执行家法的地方 谁来执行家法 谁来教育意识 乡绅 这些乡绅是什么 是用儒家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 地方知识分子 他们以儒家学说 儒家精神 儒家理论 来管理社会基层 宅心人口 所以中国古代 一般民间纠纷 全都在相设范围内自行解决 除非发生极度恶性事件 杀人越货之类 才会缔解县级衙门处理 因此中国民间社会总体上 是在儒家人后学说氛围下 滋养和生存的 这才是中国社会稳定及时所在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理解的 著名社会学家 兼经济学家 哈耶克 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 他说西方学者 曾经研究过 欧洲的两个村落 这两个村落呢 很有特点 一个村落非常理性 孩子掉入池塘 母亲要跳水救孩子 母亲不会游泳 村民和邻居就会阻挡母亲 说你跳水救孩子 你救不了 你也会被淹死 将来可以生更多的孩子 另一个村子 村民人后而不理性 如果孩子落水 母亲愤然跳下去 结果导致母子双亡 这两个村落的文化村风完全不同 欧洲学者追踪调研 结果发现 数十年以后 那个极为理性孩子掉到水里 母亲不救的村落 反而兴散 宅心人后非常不理性 温情默默的那个村落 人丁旺盛 长期存在 我们可以借此给出一个评价 糊涂的温情 都比冷酷的理性更有利 我提醒大家注意这段话的含义 糊涂的温情 都比冷酷的理性更有利 这就是中国如法两家的区别 法家学说极为理性 编织法论体系极为周密 达到中国先秦学术的最高水平 但是他缔造的 是中国的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大家知道 此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 叫金关涛 他曾经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 超震荡结构 就是中国社会极度稳定 数千年不发生社会制度和形态变革 被马克思称为社会化石 2000多年君主专制 皇帝统治得到完好维系 丝毫不变 这叫超稳定状态 但是他每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剧烈动荡 改朝换代 农民暴动 这叫超震荡结构 所以你在中国大地上 远古文物早已消失 今天到欧洲 希腊 罗马 西班牙 法国 你去看看 古代建筑 大量保存 这当然跟中国的建筑 古代是个土木建构有关 而欧洲是石建筑有关 但是跟中国社会的超震荡结构也有关 每二三百年社会大乱 把一切财富和文化回育一旦 然后又建立一个原模型 继续运转 这叫超稳定超震荡结构 它其实来源于农业文明社会本身的 这个状态 自然物和条件所缔造的这个生存结构构形 封闭地貌所带来的这种文化不交流状态 当然他的超稳定状态跟儒家学说关系质大 我在讲孔子学说的时候讲 孔子用最原始最底层的血缘纽带 重新整顿超血缘文明社会的社会失序状态 从而构成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序列 这就是超稳定社会的基本来源 它的超震荡来自于哪里 法家 当然这个超稳定结构本身 它的文化基础本身 生存结构本身就不可能永远超稳定 但是法家体系带来的过度压制 带来的过度残害 带来的过度社会损害 也是这个社会不断的发生震荡的原因 所以在想做奴隶都不得的时代 民众只有起来造反才有一条生路 中国社会因此超稳定超震荡 法家理论体系及其政治建构 我们把它叫血缘家天下 血缘结构 黄泉是一个血缘家族 天下就是他的 这叫家天下一家人的天下 和暴政治天下 用极残酷的方式 从上暴力和残忍的方式统治社会 从而构成中国民众的一种奇怪心态 它不是爱国心态 自古以来反而常常是一种赠国心态 憎恨国家 因为国家不是我的国家 是他人的国家 国家对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戕害 因此中国不断做亡国奴 因此中国自古汉奸极多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候 在皇帝的祭祠里都专门讲 汉奸何其之多 抗日战争时候 中国仅是追随皇军的伪军 净达二百万人以上 这都跟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 和法治体制有关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对这节课做总结 法家是对暴力和残忍的崇拜 表达着人性底层的略根性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想想 生物种内竞争 以什么方式竞争 比谁拳头大 比谁肌肉强 狮子王 猴王 怎么做王 打斗 使用暴力 谁的暴力强大 谁的拳头大 履历强大 谁来做王 因此在生物界 它的上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中高等动物社会地位的获取 都是靠暴力实行 由此奠定了人性阴暗的一个参照系 人性的基底层里 有一种对暴力的崇尚 有一种种内竞争 使用最基本的手段 就是暴力和残忍 而到人类 它的竞争能力大增 它可以把暴力使用到极致 它可以用理性编织出一套完整的暴力残忍法网 来控制整个族群 从而形成人类文明社会极为黑暗的底层 结构的促成 所以戈德说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若要运用他的理性 其目的为在成为一个比野兽更具兽性的人 这就是人类在种内竞争上使用理性的结果 也就是人类使用理性 只会使生物种内竞争在人类社会中 表现得更为激烈 更为残暴 而这却是人性 兽性 生物性的底层规定 由于这个原因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们做统计 发现在人类社会中最出息 最有竞争力的那种人格 他们的性格状态通常叫异于造狂行 就是一个男人 他脾气狂躁 穷相暴力化 动辄异于 动辄又突然极度兴奋 这种人很出息 为什么 因为他的异域状态 是他对不立场合的敏锐感知 他的造狂兴奋状态 是他在有立场和生物能的最有效调动 所以这种性格的人 就表现得极为具备竞争力 在社会上极具竞争力度 很出息 因此一个女人 你的丈夫脾气不好 恐怕你得表扬他 因为这表达着 他人性中 受性种类竞争的能力更充分 我在说什么 底层参考系 它标志着人性 乃至人类社会结构制度下面的 一个被规定的层面 是最基底的部分 是最难克服的部分 法家学说 其实就是把这个部分调动出来 以理性形态作为整个社会控制的一个体系 一个文明体系而已 但是文明发展到今天 人类的社会状态在两个方向上 同时急剧发展 一个是 种类竞争越来越激烈 个人与个人之间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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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公司 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这都是人类同一个物种 结成不同方式 不同层次的集团 进行种类斗争 这个斗争序列越来越残酷 规模越来越大 今天世界国际格局 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 那个中原国际格局如出一辙 一切法律只在国家内部存在 国际争端 其实没有国际法 所谓国际法 其实也只是个虚架子 大家一旦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竞争 没有任何制约手段 就像进入丛林中竞争一样 而今天的人类物种 在国家层面上的竞争 达到极度恶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 人类今天的施暴能力 科技能力 残灭能力 也大幅度提高 两相碰撞 是将演成人类的灭顶之危局 如果在这个时候 人类还玩弄智巧 寻求种种种内竞争 国内阶级斗争 国外国际战争 各种方式的竞争强化过程 并以此为自豪 以此为人类文明彰显 国家强大的表征 人类将会处在 没有前途的状态之中 任何物种 由于他们被自己的体制状态 所限定 种内竞争一定是有限度的 即使到灵长墓 猴子之间斗争 他也绝难杀死另一个猴子 他要杀死另一个猴子 难度太高了 因为双方的能力 起立状态 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能打败对方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想杀死对方 难护其难 因此他的种内竞争 是有天然限度的 可人类没有这个限度 他随着自己能力 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 他的种内竞争 可以达到毁灭 这个物种的程度 所以人类面临 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 这在38亿年生物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人类今天 已经面临这样一个重大危局 因此 今天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是如何消解 分立的国家集团竞争 这个大课题 建立无竞争 去强权 非暴力的全新普世价值观 这个东西 关乎人类之生死存亡 请记住 人性的底层 有暴力和残忍的铺垫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性底层 它将在无节制中 构成人类未来的毁灭性前景 因此人类今天需要调动大智慧 诚心缔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换成中国先秦时代的话说 叫全球化的天下观 我前面讲过 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天下观 而不是国家观 人类今天需要这样一个全球化的 这个时代的天下观 只有这样 只有在高于国家层面上 关怀整个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前途 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在人类人性底层的暴力铺垫 这个参照系上 建立一个非暴力 去竞争的人类未来社会结构 显然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中国法家学说 作为人类未来文明建构的一个负面参考系 为此给人类提出一个需要紧急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人类文明本年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东烈的中西哲学 那我们今天开课 我们今天讲先秦诸子百家集药 我们前面讲课已经把诸子中影响最大的三家 老子 孔子 韩非子做过一个简介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叫诸子百家集药 就是把除开这前面讲过的这三家以外 我们把另外具有后世显著影响者的诸子做一个提要式的说明 这个内容很大 所以我们只讲其中影响比较显著的个别人 那么先秦诸子百家 他不仅包括文人学者 他还包括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当年叫纵横家 以及文人学者 因此他的人数呢 很多 留下文字著作的大约有三十几字 有学者认为诸子实际上有三百多人 更有学者认为竟达上千人之多 那么所谓百家 最早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在《论六家要职》中只提出六家 这就是阴阳 如墨 明法道 这六家 以后呢 西汉早年 刘相的儿子刘新 在契略中增加了四家 这就是纵横家 杂家 农家 和小说家 大家注意这个小说家 他不是明清以后的那个文学小说 小说这一家 指当年一批文人 专门为官方收集 街谈 相议 民情 风俗 这一批学者叫小说家 那么到班固 写汉书 在《议文志》中 他说一段话 他说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也就是他把小说家 排除在十家之外 这就出现了 所谓九流十家 这个说法 隋唐以后就有了 三教九流 这个说法 所谓三教 如世道 所谓九流 就是不包括小说家的那九家 因此先秦时代 中国所谓百家 其实有只有十家 民国时候 有一个著名学者 吕思勉 在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中 又增加了两家 这就是兵家和一家 这样算下来也不过是二家 但我们说先秦 诸子 百家 这个说法成立 因为其实每一子 他们的观点都是有差别的 把每一子视为一家之言 也不为过 这叫先秦诸子百家 那么为什么 在公元前六世纪 到公元前三世纪这段时间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是先秦诸子百家的焕发期 这个时期 基本上完全奠定了 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叫国学的根基 此后几乎没有任何 重大突破或建树 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代 被西方人称为轴心时代 所谓轴心时代 就是从公元前六世纪 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 在全世界各个地区 出现了一批奠定人类 文明早期思想家的这种情形 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 比如印度的释迦牟尼 比如古犹太国中的 缔造圣经文本的 以赛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比如古希腊 从泰勒斯一直到亚里士多德 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 全世界各个地区 人类文明诞生初潮 不悦而同出现一批思想大家 被称为轴心时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我得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把它可以视为 是同种智人出现的第一抹理性光辉 我在第一节课中讲过 我说全人类只不过是 十四万年前 某一族人进化而来的智人 只是四万年前 迁徙到欧亚大陆的这一批智人 从人种学上讲 他们完全是一个人种 一个物种 因此他们的智能发育和文化发育 在一个同步调上展开 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次 它是人类第一茬文明的成熟定型期 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农牧业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前后 进入完全成熟的状态 环地中海地区 古希腊为代表的 半农业 半工商业文明 也在这个时期 基本定型和成熟 这是这个时期 学者们能够进行总体探讨问题的历史文化基础 而且大家要注意 它是整个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大家记得我在孔子课上讲过 先秦时代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我们放开眼界 它其实是全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怎么转型 从采集独猎生存方式 向农牧业文明生存方式转化并且定型 这个过程是历经非常长的时间 要知道农业文明早期只是采猎生存方式的一个边缘性补充 那么到公元前六百年前后 农牧业文明全面成熟 古希腊环地中海地区的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也成熟 因此中国的先秦时代 迎合着世界的轴心时代表现为三大特征 第一 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第二 全人类的第一茬文明的成熟定型期 第三 古希腊工商业异端萌芽的耀眼显露起 这三者共同汇集成轴心时代 中国先秦时代 就是这个轴心时代在东亚的分支和显现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会成为众多思想家展开思考的一个平台 有三个原因 第一 社会转型问题重生 迷茫困惑中的摸索与探问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复杂化 呈现诸多人类没有见过的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 这些问题会使当时的人类面对重大的困惑 其中的思想者们就在这个困惑的基础上寻求解答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困惑期 迷茫期是一个新生文化的诞生问床 这也就是我讲 当我们今天讲信仰破溃 思想混乱的时候 我们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件坏事 它预示着另一茬新文化 新思想 新将发生 第二 生存复杂度提高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生存难度提高 生存成本提高 生存 尖微度提高 生存结构分化度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信息量暴涨 于是人们必须面对新的生存结构和生存环境 展开追问 这是轴心时代和先秦时代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 碎片化的封建制 提供了相对自由与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 大家知道 在先秦时代 中国是典型的 而且是唯一的封建时代 这个时候古希腊式城邦文化 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政治集团 那么欧洲 直到中世纪 小的各个封国 也是普遍存在 因此他就提供了某种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 比如孔子 他在鲁国待不下去 他就可以周游列国 比如近代的底卡尔 福尔泰 他在法国待不下去 他就可以流亡到其他国家 然后展开自己的思想 所以 那个时代的碎片化的政治结构 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 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 我想说到这一点 大家就要知道 现代社会 尽管国家政治体制严峻 但是它更需要自由 为什么自由的诉求 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重大诉求 就是人为面临了更复杂的问题 面对了信息量更大的社会 如果不能展开自由私禁 整个人类生存就会陷入危机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当今社会 社会结构更复杂 信息量更大 社会危机更严重 它标志着 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问题 远比先秦时代更多 这就是我们讲这节课的一个重要启发点 我们听先秦柱子百家这节课 除了温习古人思想展开的路径 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 当你面对一个社会转型 一个重大社会困惑不断扩散 信息量不断增大的生存困境时 你得怎样去仿效前人 面对现实 提出新问题 提出新思想 人类才会为自己的未来生存 开辟通道 这就是这一节课最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人类文明本源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客 我们现在回头看 我们会发现先秦柱子百家 思想简单粗糙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们在当时是把人类智慧调动到极致的产物 他们当时代表了人类智能发挥的最高度 我在前面讲哲学课的时候 我讲古希腊狭义哲学 是人类智能储备的极端调动 大家注意 中国先秦时代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先秦时代和古希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不关心实际问题 大家知道古希腊我前面讲过 古希腊哲人认为 凡是现实的可用的东西 都是匠人的学问 不值得他们关注 那么中国古代 你也会发现这一点 比如孔子 他有一个弟子叫藩池 曾经想向孔子学习重装甲 这就是著名的藩池请学甲 孔子给他说 我不懂武农 然后给他的评价是 翻须窄小人也 我们后来现代人说 孔子无骨不分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其实他表达的是当时中国的先贤 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存问题 这些基本的匠人士问题 他们同样不关注 他们关注的是更宏大的 更根本的社会问题 因此中国先秦时代 当时的智者 百家 朱子 他们的私境也是非常高原 只不过这两者跟古希腊比起来 他有重大区别 就是中国东亚文明 先秦朱子 百家 关心的都是人伦社会问题 而古希腊哲学家 关心的主要是自然学问题 是仰望星空宇宙追问 由于人文学问题 无法用精密逻辑来贯通 大家知道直到今天 社会学还是很难把数学引入其中的 因此呢 他探讨的问题就没有逻辑精度 这就使得古希腊的哲学 表达为我在哲学课上讲过 叫精密逻辑 与假设证明 这两个脉络 最终导致它的智能开发 和智能调动达到极端 达到极致 由于中国关心的是人伦社会学问题 所以他用不着精密逻辑 从而导致散点式讨论问题 这就使得他们讨论问题的精致程度 跟古希腊哲学有了差别 这都是大家要特别理解的 那么我们之所以 现在回过头来看 先秦朱子百家的学说 我们会觉得相当的粗糙 我下面讲课的时候 大家会有感觉 你们现在听别人介绍 朱子百家也会有那种感觉 其实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 食过境迁 问题变形 我只给大家直接举例子 比如古人最面临的问题 是吃不饱饭的问题 而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 是吃得过多得肥胖病的问题 古人面临的问题 是打不到猎物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是保护生态 保护病危动物的问题 古人面临的是肯荒 扩大耕地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是如何保护森林的问题 古人面临的问题 是武器不够精进 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如何削减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和古人面临的问题 完全不同 甚至相反 这就导致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 看古人讨论的问题 显得相当低级 第二 远古社会构型 十分简单 大家知道 我在前面上课的时候 我讲过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 作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农业文明 他叫皇权农富型社会 也就是他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 只有极少数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人 处在社会顶层进行社会管理 绝大多数农民同质化的 平铺在社会基层 大家知道 唐太宗时代 中央朝廷官员只有六百多人 在这样一个扁平社会结构下 社会结构非常的简单 因此探讨的问题 也就非常的简单 而古希腊 包括古希腊的那些城邦文明 我们把它叫城邦微缩型文明 它都是一个非常小的社会群团 因此它的社会构型 十分的粗糙简单 因此他们讨论的问题 也就粗糙而简单 第三 当时信息量很低 大家知道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信息增量过程 信息量越低 你处理的问题 当然就相对越简单 这就是我们现在回望 先秦诸子百家 我们有一种过时的感觉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们当时是人类思想 最高度的调动 而且它构成中国国学的 全部文化基础 因此他们急剧思想闪光 更重要的是 他们探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层问题 也就是最基础的问题 我前面讲过 越原始越基础的问题 越具有奠基性 决定性和稳定性 因此他们探讨的问题 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 他们当年智慧调动到什么程度 我在这里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先秦时代 有一派叫水公 他们当年都是进不了 诸子百家的 在诸子百家看来 他们都不过是一群匠人 可大家知道当年的水公 水平高到何等程度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商鞅和秦孝公 逝世以后 下一任秦王 秦惠文王 秦孝公的儿子 他当年派遣他的一个重要军事将领 叫司马错 进攻蜀地 今天的四川 他为什么要进攻蜀地 是因为四川这个地方 处在黄河中上游 秦国为了处理楚国问题 楚国在长江中下游 他如果能占据蜀地 长江中上游 对屏障和禁机 楚国取得战略有势 这是最主要的 那么当年的蜀地可绝不是天府之国 大家知道你读一下史记 天府之国这个词 司马迁是用来形容陕西关中的 那么当年的蜀地是一个什么局面 人口稀少 水灾平仍之地 今天为什么把蜀地叫四川 所谓四川就是四条大江大河的意思 你翻开四川地图看一下 周边整个全省都是大山 一个普通成都边上的一座山 大家知道四姑娘山 海拔净达六千多米以上 陕西秦岭最高峰 也不过三千九百米 然后群山环绕之中 唯有一块平地 成都盆地 所以周边高山上出来的水流 全部灌在最低洼的成都盆地上 所以最好的那片成都平原 常常成为一片泽国 那么秦惠文王在司马措打下蜀地以后 他为什么给蜀地派去的太守 是水功能力的礼宾父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家知道四川有一座山叫敏山 从敏山上留下来的一条江叫敏江 由于敏山海拔很高 上面长年积雪 溶雪造成他庞大的水源 再加上四川多余 所以敏江不断地灌流成都平原 于是礼宾父子考察敏江 他们发现把敏江全部挡住 引流到成都平原的是玉磊山 于是决定在玉磊山上打开一条祸口 在敏江上建一个鱼嘴工程 把敏江分岛出内江和外江 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今天的渡江宴 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炸药 他怎么开山 他居然用热胀冷缩的方式 用柴火把岩石烧热 突然泼上冷水 把岩石击炸 这样逐步在玉磊山开上一个祸口 引出敏江的一部水流 而他所做的鱼嘴工程 他的鱼嘴高度要能够调节内外两江的水流量 鱼量大的时候要把水大量的引到四川以外 鱼量小的时候要把较多的水引到成都平原去灌溉 如此复杂的工程 要测量地标高度 要调节两江水的变化状态 居然只用一个鱼嘴工程全部完成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工程 两千多年过去 细今仍然是四川最重要的灌溉水源 灌溉几十万亩到上百万亩土地 两千多年不费 我们知道今天人类的水利工程建大坝 再好的大坝寿命百年 不仅是大坝本身的承载力 只有百年寿命 而且由于任何大坝建起来 水流在这个地方变化 泥沙沉降会把坝库戎逐步填光 因此人类今天的水利工程 都绝对不可能出现都江燕那样的寿命和效用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当年进不了朱子百家的水工 其水平高到何等程度 我再举一个例子 灵渠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去到那里参观过 它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 岭南地区广东广西 当时叫百岳之地 不在统治区范围以内 于是他派出五十万大军征讨岭南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赵拓统治岭南 那个局面的开端 请大家想想 从陕西一直要打到广东广西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那么子种粮草怎么运输 要知道古代是马车牛车派部队运输粮草 只有靠水路运输才能大规模的运输粮草 而中国只有两大水系黄河和长江 秦国在黄河水系 岭南在长江水系以南 如果通过陆路运输粮草 仅是运送粮草的这个士兵和民夫 就会把粮草全部吃光 根本就不可能把粮草有富余的大量运到岭南 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必须解决水运问题 怎么解决 从蜀地走长江 可是长江不同岭南 于是要在岭南 从长江和岭南的珠江水系中的一条分流 这就是离江和长江的一个支流 这就是湘江之间召见对接 在广西兴安县长江流域的湘江和离江的 有一个交汇 两者相差1.5公里 但是高差极大 无法直接挖成一个通船的运河 于是当时的水工使鹿为代表的这一批人 居然扰了35公里 把水位逐步降低 形成一条相离渠 其中建了大小天平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滚水坝 不断调节水位 竟然建了30多座斗门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船闸 来缓解水流的速度 最终解决从长江流域运输粮草 到达岭南的子众问题 其水平之高 今天水利专家去看都令人惩目 我想说什么 这个入不了诸子百家的水工一族 当年居然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 他说明什么 说明古人的智力水平 绝不亚于金人 如果你觉得他所讨论的问题 相对比较粗糙 是由于问题本身比较简单 一旦他所面对的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他的处理能力几乎不亚于金人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理解的问题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 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再补充稍微谈一下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我们今天讲先秦诸子百家 我们前面讲过古希腊哲学 这两者在智能调动上略有差别 一个是抽象的精密逻辑的 假设证明体系 一个是散点式社会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 中国文人 总体智力水平 是虎偏低 其实还是这个道理 就是古希腊哲人 和中国先贤 面对的问题不同 请大家再回顾我第一节课 东西方文明生成的渊源和背景 由于东亚是一个封闭地貌 而且是人类原始农耕基地 三大基地之一 因此它无法进行工商业交换 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典型 最急脆的农业文明 而农业文明立即带来人口暴涨 成百倍暴涨 于是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格外紧张 于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 都用在人伦社会问题的探讨之上 而古希腊 由于它面临一个小小的地中海 可以在北非近东通过商业交换获取粮食 而古希腊自己的地理条件 种植粮食条件极差 这逼迫着他们展开 办农业办工商业式的交换式生存方式 而工商业文明是跨局域获得资源 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的紧张度 就比东亚为低 而且他的社会结构也就相对的比较简单 社会问题也就不够突出 这使得古希腊哲人 再加上工商业文明需要创新 需要器械制造的特殊的计算能力 这就使得他们把主要精力 用在了自然学问题上 用在了几何学数学精密逻辑的钻研上 大家知道 古希腊的社会制度是民主制 雅典至少是这样 其实古希腊各城邦的社会制度差异极大 比如斯巴达在波罗本尼萨半岛 那个地方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它立即就是一个专制型的军国形态 而雅典这个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极差 于是它就是一个工商业文明的民主形态 要知道当年的民主被古希腊哲人视为是最坏的政治制度 大家知道伯拉图贵族出身 他曾经说古希腊的制度可以分六种来谈 前三种叫君主制 贵族制共和制 他说君主制的败坏状态叫建主制 贵族制的败坏状态叫寡头制 共和制的败坏状态叫民主制 因此当时伯拉图认为最坏的政治结构形态是民主制 可是为什么雅典偏偏是那个最坏的民主制呢 你想想它的道理 工商业文明要求每一个人去进行自由竞争 远唐突跋涉经商不可能脱家带口 而且它不做农业文明靠个人竞争 血缘关系必然打破 每一个人像一个自由单子 每一个自由人怎么组成社会结构 唯一的变法就是民主制 由于那个时候民主制刚刚兴起 工商业文明刚刚是个萌芽 因此民主制非常不成熟 民主制在某种程度下可以叫全盲政治 可以叫暴民政治 因此它表现得极为纷乱 这就是当时古希腊哲人探讨民主制的时候 是把它列为最坏政体的原因 我想说明的是你理解任何问题 你得回到那个时代 你得知道它发生的渊源 你得知道它面对的困境 你这样才能理解问题 因此我们下面讲先秦 各位学者思想的时候 你不要只觉得它太简单 而是要理解它当时面对这些问题 思静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对人类未来生存 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作用 前面算是序言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默家 我们首先讨讨论默家 是因为默家在中国近代学者中 是最重要最特殊的一个探讨对象 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慢慢展开 默子也叫默迪宋国人 大约出生在周静王三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四百九十年 孔子大约死前十年左右 默子出生 西汉早年有一本重要的书 叫淮南子 他其中给默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说默子曾学儒者之夜 受孔子之术 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 后葬迷财而贫民 久伏伤生而害世 故贝周道而涌下政 他的意思是说 默子这个人曾经是孔子的门生 或者是孔子学团的弟子 他当然没见过孔子 那么对孔家学说学习以后 认为他凡文辱节的礼太多 后葬迷财 而且扶丧的时间太长 对人们当时的生活造成损害 因此决定抛弃儒家 叫被周道而用下政 认为默子提出的是下商周的下政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没有根据的 因为我们今天不知道下政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商代都是始族部落帮连制 那么下政就应该是始族部落的那种文化制度 显然默家不是这个 因此怀男子的评价不对 那么默家究竟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条 默家代表当时手工商业者的利益发言 这是核心的核心 因此我们讲 默家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出现 是中国社会前途的第一次大讨论 第一轮大讨论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中国社会前途 在春秋末期战国早期 有过这样三个学说的讨论 老子提出倒退到小国寡民的始族生存状态中去 孔子物从周 主张回退到西周时代封建制度完好的状态 这是第二个 第三 默家代表手工商业者的利益 主张进入工商业文明 因此他们是第一次 东亚社会前途问题的大讨论 我又讲 它是国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大分化 什么意思 老子主张回退到始族社会小国寡民 孔子主张封建社会往前发展 这是第一次社会问题讨论大分化 面对孔子主张夯实农业文明的全部结构 莫子是第二次大分化 提出不是要发展农业文明 而应该同时并举更偏重于发展工商业文明 因此算得中国国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大分化 可见 莫家地位之重要 韩飞子在他的显学篇中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事之显学如莫也 也就是到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时候 当时文化界最显著的两大学派 就是儒家和莫家 可见当时莫家的鼎盛状态 可是奇怪的是 事隔数百年 到西汉早年 司马迁做史记的时候 竟然没有莫子传记 大家知道司马迁在史记中 给商人叫货直 给剑客叫侠客 给小丑叫滑稽 都作传 他居然不给莫子作传 他仅在孟子寻清列传中 用二十四个字 一笔带过莫子的存在 他说盖莫迪 宋志大夫 善守欲 为节用 获约并孔子时 获约在其后 也就是说 你看这段话 司马迁对莫家毫无了解 不知道莫子主张的是什么 只提到他善守欲 善节用 莫家学说的核心 司马迁根本没有表述 然后只表述了他跟孔子 时代上的相差关系 二十四个字 为什么如此 代表下层民众和下层阶级 说话的声音 在人类文明史上 从来得不到张扬 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的 典型集约状态 一个代表工商业文明的声音 会被彻底的压抑和淹没 所以大家要知道 莫家学说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 是在1840年 亚片战争以后 这个时候人们发现 中国远古时代 居然有一脉 类似于古希腊的思绪 在先秦时代存在 这个近代史的翻转 才使得莫家第二次显扬在中国学界之中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下 莫家的这个莫姓从哪来 莫子叫莫迪 他或者是姓莫 或者是史莫 那么莫这个姓非常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姓呢 于是学者们争论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 认为莫家代表的是手工商业阶层 他们是社会上的工匠们 做的都是粗活 面黑手粗 故称莫家 所以大家要知道 荀子当年就把莫家积朝为遗夫之道 也就是工匠之道 苦义之道 以与孔子的君子之道 贵族之道 相比较 这是莫家支撑莫姓的第一来源 第二 莫迪 大家看这两个字 我解释一下 在中国古文中 莫迪都指蛮族 中原文明以外未开化人 莫这个字指东北方向的蛮族 迪这个字指中国北部的蛮族 那么这是部分学者认为 莫迪这个名称是蛮族名称的来源 那么这个说法呢 被更多的学者否认 他们认为莫家的学说来自于南方 有学者甚至认为他的来源是古印度的来源 下次讲佛教的时候 我们再来探讨古印度文明 那么因此认为 他是蛮迪这个称呼的转音 因为我们中国人把南方的蛮族叫蛮 把北方的蛮族叫迪 把西方的蛮族叫荣 把东方的蛮族叫夷 把中原叫中国 那么蛮迪就认为是从古印度发展过来的一族文化 然后把蛮念成了音转 变成莫迪 这是第二种说法 那么第三种说法 认为他是犹太人的意志 大家知道犹太人 因为锦林地中海 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 他是古犹太国 所以那个民族早年跟古希腊接近 是一个经商的民族 那么在公元前586年 这个辛巴比伦国攻陷了耶路撒冷 然后把当时古以色列国的国王 贵族和平民全部捕获 囚禁在巴比伦 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囚徒 到公元前538年 波斯帝国居禄式大地 摧毁了巴比伦国 然后解救了巴比伦囚徒 允许犹太人重新返回故地 这个相差五六十年的两次大事件 导致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 出现犹太人著名的大流散运动 也就是犹太人通过这两次大事变 开始向世界流散 其中犹太人十二支脉 也就是犹太整个十二族 族系 其中有一族迁徙到中国 那么所谓莫迪 这个发音 实际上就是波斯显教祭师 叫马贼 这个词的音转 或者有人认为 是犹太圣典导师拉比 这个词的音转 大家注意 比和迪 发音是非常接近 而且拉比这个词 它在犹太语言中的意思是巨大 而莫家群团的首领叫巨子 它的含义也刚好是大而刚 因此有学者认为 所谓莫迪这一脉 是犹太人迁徙到中国的文化流转和文化变形 由于犹太人早年有经商文明和神学文化 因此莫家学说带有明显的神学特征 和工商业文明的倡导 对这个说法做比较详细讨论的 大家可以参考朱大可先生 最近书版的一本书叫华夏上古神系 这是关于莫迪的一般明性来源的讨论 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今天都无法确证 它必须留在将来考古学上 能够拿到确实的证据 这个问题才能说清 我们至今还不能排除 莫家是中国本土手工业代言人的发言人 也就是他是中原文明和中原人的文化 因为我在前面讲孔子科的时候讲过 早在先秦时代春秋时代 中国的工商业文明已经成熟到出现货币的程度 也就是一般等价物都已经出现 因此有代表工商业文明的声音是非常可能的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莫子是中原人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讲这一段是想让大家理解什么 你要想理解莫家学说 有两个重点 你得关注 第一 它代表手工商业者的利益说话 也就是说 它是工商业文明的先生 第二 你得注意 它跟环地中海文明的文化思绪接近 这就是理解莫家的钥匙 从人类文明本言出发 重塑你的认知 在更高的地方看世界 欢迎收听王冬月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我们下面看莫家思想概要 由于他代表下层手工业者说话 因此在他的诉求中必有自由的诉求 大家注意 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我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自由的诉求 因为农业文明是在血缘始足的这个群团结构下 所有人必须在每一亩地上 充分协作精工细作方得温饱 因此他不讲个性 不讲个人权利 不讲自由 这是农业文明的典型文化特点 可是在莫家 你会看见他有为工商业者说话的自由诉求 我们念他的一段话 莫子在杰永中篇中说过一段话 他说凡天下群百工 轮车 溃袍 就是脾将 陶业 也就是陶业 做陶瓷的 子将 也就是木工 使各从事 至其所能 就是要给他们 充分的自由和宽松 让他们各行所能产生工商业分化 这就是他的要求 这跟农业文明 要求所有人统一在一个尊卑有序的结构之下 完全不同 好我们再看第二点 他有明显的神学宗教情怀 大家知道墨家学说有十论 第一论就叫天治 所谓天治 就是天的意志 而且你会发现 他众上帝 清下帝 我在前面讲课时候提到过 我说中国第一本书上书中 就出现了上帝这个词 我们后来把西方的告的翻译成上帝 是按中文翻译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地叫下地 中国的上帝指天 中国的下地就指自己的祖宗神 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 他更看重的是自己的祖先 祖先就是自己所要供的牌位 就是祭祀对象 所以他是看重下地的 上帝只是一个抽象的总体说法 而且不是人格神 可是你在墨子那里 你会看到他众上帝 清下地反过来了 而且自成一系 使得墨家学说很像是一个宗教学说 叫墨教 他提出天治 明鬼 上童 所谓天治就是天的意志 上帝的意志 所谓明鬼 就是要把人格神突出出来 大家知道孔子是不明鬼 孔子讲 为之生 言之死 未能是人 言能是鬼 敬鬼神 而远之 这都是孔子的原话 也就是鬼神的事最好不谈 而墨家直接要求明鬼 咱们明确地讨论鬼神的事 然后提出上童 所谓上童 就是要跟上帝保持共同状态 这是典型的宗教思想体系 我们看墨子说一段话 他说我有天治 就是我有上帝 辟若伦人之有规 匠人之有聚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规矩 所谓规就是画圆的那个工具 叫圆规 所谓矩就是画直线 谢谢大家